聚气丹 成不争全面升级后才查看面板上的变化 诸天玉蝶之主 成不争 境界 炼气四层 一阶上品功法 星空诀 极致 加 一阶上品法术 隐匿术 极致 加 连铜术 极致 加 一阶中品法术 紫金镯 极致 加 土盾术 极致 加 灵气罩 极致 加 一阶上品单方 聚气丹 极致 加 一阶中品单方 纳气丹 极致 加 一阶下品单方 壁谷丹 精品 加 氧气丹 极致 加 零力值 441 成不争见到面板上的零力值 只有400多点了 他也不知道这些零力值 还能坚持多久 现在炼气中 其精进修为的纳气丹 已经掌握了 也该去炼制丹药 就算现在 服用 极致版 的氧气丹 也无法满足修炼所需 虽然现在可以炼制纳气丹 但他更想炼制 极致版 的纳气丹 服用 极致版 的纳气丹 不但修为精进速度更快 抗药性也过得更快 但想炼制 极致版 纳气丹 需要寻找两种零药 七叶花 与青灵草 否则 只能服用 市场上通用的品质的纳气丹 青灵草 凤露阁就有 但七叶花虽然是一阶下品零药 但用的地方很少 基本卖不出去 所以 不会有人专门去采取它 而 极致版 聚气丹 推移而出的单方 多了三种零药 是比较少见的两种零药 日食花与百露草 想到这里 他立即站起身来 准备收集零药 早做打算 心念一动 他周身散发的零压斗降 堪堪降到 炼气三层初七模样 才停止下来 虽然 他已经晋升炼气中期了 但他并不准备暴露出来 表露在外的修为 依旧是炼气三层初七 随大流 才是比较稳妥的办法 修为太高与太低 都很容易招惹是非 虽然他表露出 有一点炼丹天赋 但他接取的炼丹任务 以后也一直都会是 氧气丹与屁股丹的任务 绝对不会接取气丹 与那气丹的任务 到了炼气后期 或许可能会接纳气丹任务 虽然短时间内 接取氧气丹的任务 可能会引起一阵关注 但时间一长 只要不接纳气丹任务 很快就会被人遗忘 成不征一边向凤禄阁走去 一边暗自思索着 白云成 出入口处 一味身披斗篷 连帽遮挡住大半脸颊 隐约可见 那暗黄色的脸庞 这样的打扮 并没有引起周围修饰的注意 周边有带着金属面具 甚至有的修饰 带着骨质面具 头套 等等 不足为奇 这正是精心打扮过的成不征 用物理与法术的双重伪装 他下意识地扫尸了一圈后 加入了排队进城的长龙之中 随着队伍缓慢的前进 他心不在焉地往前走着 同时不由地思考着 他目前所需要的那几株灵药 凤露阁那边的青灵草 已经成功购买 但剩余的三种灵药 还没有着落 虽然 他也想发布寻找灵药的任务 但此刻 他在别人的眼中 只是一个炼器初期修饰 如此举动 实在是惹人注目 与他的低调的性子 有些不符 不知道 白云城中 能不能找到另外三种灵药 至少 要先找到七叶花 姜 极致板 那气单炼制出来 至于 极致板 聚气单 短时间内是用不到的 购买到更好 买不到 也提前打探一番 省得到时候 着急要用 像如今一样 盲目寻找 一点方向也没有 不多时 进入白云城之后 陈不征走在地摊上 区域的小道上 看到许多摊位上 几乎没有炼制 那气单灵药的影子 心中暗暗可惜道 地摊上的灵药 越发地稀少 便宜没法沾了 最后还是要去店铺 逛完地摊区域后 依旧没有发现 他所需要的灵药 而后 陈不征脚步一停 转身向店铺区域内走去 不多时 一位身披斗篷 连帽遮挡住大半脸颊 隐约可见 那暗黄色的脸庞的少年 脚步停在豪华的阁楼门前 阁楼站地面积极大 总共有六层 敞开的大门 门额上方匾额上 书写着三个大字白宝格 闪闪发光 让人谎言 陈不征没有犹豫 大步跨入 大厅内 豪华的大厅内 能容纳二十余人不显的拥挤 里面堪称金碧辉煌 四面的墙壁上 镶嵌着 由灵矿所露刻的奇珍异寿 栩栩如生 大厅内有三面超长柜台 都是由水晶打造 诸多修士 在里面不停地走动 一副热闹非凡的场景 大门两侧 站着几位轻衣侍从 不远处 一名轻衣侍从 与一名看似客人模样修士 正在交流着什么 大门一侧的几位轻衣侍从 一位颇为清秀的少年走了过来 对着陈不征 行了一礼道 贵客 你需要购买什么 陈不征压着嗓音 沙哑道 买些灵药 轻衣侍从听完后 眼睛一亮 恭敬道 贵客 这边请 说完便引领着他 朝着二楼走去 登上二楼 走进一间三丈方圆大小的屋内 房间四壁 都是由灵木打造的木墙壁 上面露刻着古朴花纹 古色古香的家具 整体看上去颇为古朴典雅 中间的桌子旁 正坐着一位轻瘦的老者 身穿白色如袍 悠然自得地喝着茶 成不征感应道 如袍老者身上 散发出澎湃的灵压 绝对失恋起巅峰修士 我这 小小虾咪 得小心便 轻衣侍从则快步 走到老道旁边 低头在其耳边嘀咕了几句 如袍老者 不慌不忙地放下了茶杯 起身笑眯眯道 这位小友 需要哪些灵药 成不征没有开口说话 将一块预检递了过去 如袍老者 笑眯眯接过预检后 少卿 难道 小友是炼丹师 成不征按道 现在的掌柜 眼睛都怎么毒吗 几种灵药就推算出来了对方 是不是一个炼丹师了 或者对方只是单纯的推理 毕竟购买灵药的修饰 大多是炼丹师 他知道 必须打消如袍老者怀疑的念头 拉下连帽 露出一张暗黄色的青色的脸庞 前辈 你觉得 我会炼制中品丹药吗 如袍老者突然一愣 刚才只注意到 是为炼器三层的修饰 虽然可以勉强炼制丹药 最多能炼制出下品丹药 即使在天才 在这个年纪 也不能炼制中品丹药 每一个中品炼丹师 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慢慢地提高成功率 而后晋升的 绝不可能一下子晋升的 所以 每一个炼丹师 都是非常宝贵的 也都是他拉拢的对象 虽然猜测错误 但眼前的少年 一定跟炼丹师有所关系 想到这里 如袍老者 露出温和的笑容 这些灵草 可不便宜啊 全部都有吗 七叶花与百露草 日食花 这三样没有 不知 小友还需要什么 没有了 如袍老者 笑眯眯地道 小友 是为谁买的 灵药啊 成不争 心中一跳 看来还是避免不了这个问题 理所当然道 当然是帮我师父买的 你师父是谁啊 说不定我还认识呢 熟人我给你打个折 成不争心里暗道 认识个毛线 我就坐在你面前呢 谁知道那个老头 叫什么啊 别人都叫他 黄老怪 成不争漫不经心地说道 如袍老者心中暗道 白云城中 没有一个姓黄的炼丹师 嗯 有很大可能 是外来的修士 如果 小友能引荐一下你师父 这次给你打九五折 如何 如袍老者 露出秘制般的微笑 身为一个表演选手 成不争立即 拿出精湛的演技 看了一下如袍老者 面露后怕之色 好似会被师父处罚 一般的神色 不不行 如袍老者 面露可惜的模样 而后眼珠一转道 你师父炼制的丹药 都是怎么出售的啊 成不争 立即拿出一个 职业者素质 洋洋得意道 当然 是我摆地摊卖的 嗯 也不是全部是我 出售的珍贵的丹药 都是师父处理的 他心里嘀咕着 读书人 心眼就是多 如袍老者 露出老狐狸般的微笑 你师父让你出售丹药 可到我这里来 而且每次都有好处 成不争面露迟疑 看了一眼如袍老者 那临时有误差吗 不然我交不了差啊 如袍老者微微 一愣 沉默了片刻 有一点误差 你回去 问你师父就知道了 如果劝说你师父 以后炼制的兜丹药兽 卖给本哥 我会给你一些回扣 如何 如袍老者 再次地诱惑道 成不争脸色不断变换 由开始的心动 迟疑 时间的转换相当自然和谐 好吧 我回去试试吧 随后 他的目光紧紧地 盯着如袍老者道 什么好处 如袍老者 略微思考了一下 一键下瓶法器 怎么样 成不争暗息了一口 心里嘀咕道 真大方 下瓶法器 至少五十块零石起步 好 你等我好消息吧 接着 他露出一副火急火燎的模样 这是零石 女丹药 做底价 快把我零药拿来 我得赶快回去劝师父 说着 他将储物带一拍 将临时与一些场景瓷瓶 放在桌上 随后 如袍老者 嘴动了几下 只见轻一侍从 缓缓地行为一礼 退出房间 片刻之后 轻一侍从再次进入房间后 将一个储物带递给了如袍老者 交易完成后 成不争快步着出了房间 看似一副很着急的模样 房间内 轻一侍从 对如袍老者恭敬地说道 管事 要不要我们派人跟着 直接找到炼丹师的住址 如袍老者摇了摇头道 那时大忌 即使找到了地址又如何 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你也知道 那靠这少年 能成吗 轻一侍从 有些迟疑道 那也总必 直接找上门去 效果要好 如袍老者 看了一眼轻一侍从 道 也有可能 小家伙 会对我们一个惊喜呢 不大可能吧 谁会听一个少年的 轻一侍从 一脸不相信的模样 有时候 人的感情 会左右一个人的选择 你还是好好学学吧 如袍老者 微微一笑道 成不争跑出了百宝阁后 东拐西拐地 时不时地变换一番面孔 身形 多次确定后 没有人跟踪后 他又开始了接下来的行动 而后他进进出出 各大店铺 分批 少量 出售丹药 同时购买少量的纳契丹所需的灵药 三个时辰后 购买了足够纳契丹的灵药 但依旧没有找到他急需的灵药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同理 买东西 也如此 人生处处是套路 不断变换的路线 见没有人跟踪 他依旧不敢大意 而后 成不争来到了方氏最为热闹的地方 地摊区域内 准备摆摊 凡是多吻一手 一直是他的修行理念 白云城 地摊区域 一个身穿斗篷 连帽遮挡住大半脸颊的神秘修饰 此时 他面前正摆放着几个瓷瓶 一些不合用的灵药与杂物 许久之后 因有养员丹的加成 摊位上的屁股丹 也销售一空 只剩下无人问津的杂碎灵物 见此 成不争收起摊位 向外走去 一套熟悉的流程下来 他心里安定了不少 此时 他还有一个目的没有达到 只能继续逛起店铺来 半个时辰后 成不争正沿着大路往前走时 忽然 目光一顿 在他前方不远处 一家大型阁楼商铺前 在阁楼上空 绚丽飞舞着几个大字先缘服侠 这些千奇古怪的打广告方式 并不能引起他的注意 他停住脚步的原因是 七叶花 这正是 极致版 那契丹 所需的最后一种灵药 此时 那七叶花 被一个青年修士捏在手里 没有丝毫地保存意识 见此 他没有犹豫 上前两步 来到青年修士面前 道有 那青年修士 闻言 眉头一皱 抬起头 看着面前的肤色暗黄的少年道 你是谁 有什么事吗 成不争有些痛心疾首地看着 青年修士 我是一位炼丹师学徒 你怎么如此 糟蹋灵药呢 你手里的灵药 怎么不用一盒保存起来 否则 很容易要叫大师的 那青年修士 好似完全没有在意 眼前的肤色暗黄的少年 失礼之处 毕竟一个痴迷的炼丹的少年 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 如果是一个毫无鲜意的散修 恐怕又是 另外一番嘴点了吧 这类灵药 基本没有什么药用价值 虽然也蕴含着灵气 是一阶中品灵药 可惜了 肤色暗黄的少年 闻言后 气呼呼道 你说没有药用价值 就没有啊 你是炼丹师吗 万一 也有呢 那青年修士眼睛一转 似乎被气叨到了 气氛到 既然你想要 这六株灵药 我只要你两块零食 你要不要 似乎被逼急得肤色暗黄的少年 急眼般地开口道 给你 说着 便将零食递了过去 交易完成后 那青年看着眼前的少年 也愚道 若 那里面的这类灵药 多的是 你去买吧 说着青年修士 哈哈大笑地转身离开了 成不成看着 那青年修士的背影 原本一副急眼模样的表情 转眼间 变得异常平静 人生在世 全靠演技啊 而后他朝着 青年修士示意的 那间仙原阁商铺走去 少青 成不成走入仙原阁的大厅内 大厅内与正常的商铺 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一副热闹异常的场面 却是不多见 那几名接引客人的侍从 几乎都忙得脚步沾地 不断地与心境的客人 交流 讲解着 不多时 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侍从 来到成不成面前 客官 是第一次 来我们仙原阁吗 嗯 不错 成不成面色平静 指着外面绚丽多彩的四个大字 直接地问道 仙原我知道 这福侠是什么意思 文言 白衣少年面色一喜 外面四个绚丽多彩的大字 终于引起来网间修士的新奇 他立即眉飞色舞对着周遭 包括成不成在内的修士 介绍道 大家都知道 本阁的背后 是张氏仙族 张氏仙族乃是晋国十大修仙家族之一 族内有金丹七的老祖作证 为了回馈大家 多年对本阁的支持与台爱 张家仙族特意设计了一个玩法 将仙原送到诸位面前 本阁一共制造出了一万个福侠 每一个侠中 都有未知的灵丹 灵药 法器 俘禄 灵石等等 仙原福侠 定价为五块零石一个 十块零石三个 买的的越多 越是划算 诸位 本阁以张氏仙族的名誉 郑重承若 这一万个仙原福侠中 必有破账单 上品法器 一阶上品福禄 一阶上品灵药 哗 周围的诸多修士 被白衣侍从说的热血沸腾 陈不征立即扫尸了一圈 见周遭的修士 眼睛一亮 连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陈不征心里忍不住地吐槽道 那张是仙族的决策人 绝对是个鬼才 哪里是 什么仙原福侠 不就是仙霞版盲盒吗 那一脸笑眯眯的白衣侍从 将仙原福侠套路说出来时 陈不征已经想象到 周围修士的反应了 有了破账单的引诱 可以想象得到 那些久久不能突破修士的反应了 何况还有诸多一阶上品的法器 与灵药的诱惑 这些人多半扛不住 破账单 具有突破瓶颈的能力 在练气期中 属于顶尖灵药 地位只在助击单之下 每一个修士 一生之中 只能服用一粒破账单 第两粒就完全没有效果了 这种灵单如此稀缺 主要的原因便是主要 与助击单中 一味稀缺的辅助灵药相重叠 面对如此诱惑 那些想在先途上 更进一步的修士 没有几个愿意放弃的 果不其然 程不征环视了一圈后 诸多修士 目光紧紧地盯着白衣士从 忽然 带我们去 一声叫喊声 从诸多修士的人群中传出 旋即 白衣士从带领着一大群修士 呼啦啦地 往两楼上走去 程不征怀着某个不为人知的想法 心底微微一喜 紧跟着人群往二楼走去 不多时 一大群修士来到二楼 进入到了一个颇为宽敞 明亮的大厅内 大厅内的布置颇为独特 只有一面横放的长长柜台 柜台正面露刻着 四个灵光闪闪的大字 仙元福侠 而那长长的柜台走到后面 则是一面巨大的灵木柜 分成大小相同的小格子 与灵石矿道的宝管阁的造型 颇为相似 不同的是 这里只有一面 每个小格子都有一个编号 里面都放置着一个大小相同的玉侠 每一个玉侠 周身遍布着灵纹 微微绽放着灵光 神石也不能渗透 此时 大厅内热闹非凡 白云城 仙元阁二层 一个身材圆润的掌柜 从阶梯上走下来 缓步地来到长长的柜台内 满脸的笑容 无时无刻地挂在脸上 来到柜台内 他先朝着诸多在场的修士 一拱手 而后主动地开口介绍道 欢迎诸位修士 光临本阁 也多谢大家 对本阁的支持与厚爱 此次仙元福侠活动 主要是为了回馈大家多年的支持 而特别设计的感谢活动 由于是首次活动 张氏仙族做出重大的决定 绝不赚大家一块零食 仙元福侠内的宝物 相信你们也知道 绝对是炼七七的宝物 为此活动 本阁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此次活动受完为止 再由此活动 得在半年后了 在场的都是本阁的老朋友 在下 不妨给你们透露一点 这里面不但有破账单 而且不止一例 还有一些上品飞行法器 荣兽福 相信大家 对于这些宝物都不陌生吧 都是难得一见到宝物 开出那种宝物 价值多少 就看在座的仙元了 死 成不征作为 在场诸多修饰中的小透明 此刻 心里也忍不住 留下羡慕的口水 仙元福侠活动的策划修饰 绝对是一个老奸巨华的修饰 先是观上感谢活动的羊头 摆上新奇的玩法 抛出宝物作为引诱 再加上精准的目标客户 连勾搭都不需要 钓鱼 不 直接是撒网拉鱼 随着成不征这个念头刚刚落下 诸多修饰 人群中有人 大喊了一声 让我来 本人一向运到不错 昨天还发现了一株灵药 说话间 一个身形修长 身着白袍 腰缠玉带 面目清秀的青年修饰 走上前去 青年修饰 一抹腰间的储物袋 石块零食堆积在柜台上 一副不差零食的表情 随意地对着掌柜说道 给我来三个 仙元福侠 那身形圆润的掌柜 笑眯眯的 不动声色 衣袖一挥 将柜台上的石块零食收了起来 三个仙元福侠 一字排开 整齐地摆放在柜台上 那身形圆润的掌柜 伸手虚影 做出一副倪请的姿态来 青年修饰闭眼 默念了几句 而后伸手 打开第一个仙元福侠 仙元福侠里摆放着 五个长颈瓷瓶 青年修饰连忙打开长颈瓷瓶 到处一粒在手心里 诸多修饰 也时刻地关注着 长颈瓷瓶内 到底是何单要 一瓶屁股单十粒 五瓶 价值五块零十 算上还有两个仙元福侠没开 总体上 现在还赚了一点 在场的诸多修饰 免费地帮他做鉴定 那青年修饰 瞥了一眼了 将其收入储物袋内 静止打开了 第两个仙元福侠 这回青年修饰的手速更快 一件玄黑色模样的小盾 正安安静静地 躺在仙元福侠内 在场的诸多修饰 双目紧盯着 仙元福侠内小盾 一位修饰羡慕的惊呼道 中品防御法器 玄龟盾 但价值丝毫不比 飞行法器差 总价值一百八十余块零十 赚翻了 这四 今天走了什么大院 青年修饰 没有在意别人的羡慕眼神 正而重之地 将仙元福侠内的小盾取出 仔细地打量一番后 喜滋滋地收入储物袋内 而后 青年修饰 目光紧紧地盯在了 最后一个仙元福侠上 没有犹豫 他伸手 揭开了仙元福侠 仙元福侠内 又是一个场景磁瓶 青年修饰 打开瓶带 将里面的灵丹 倒在手心里 是破账单 绝对是破账单 这丝的运道 这么高的吗 简直红福气天啊 一粒破账单 足足可以卖八九百块零食 关键是 还没有地方买 有事无价啊 掌柜 给我来一个 不来三个仙元福侠 还有我来六个 给我来十个 快些 大厅内 瞬间暴动 纷纷向柜台前 涌去 作为一个小透明 陈不征 差点被挤出门外 陈不征 看着诸多修士 疯狂地抢夺仙元福侠 如同前世 大爷大妈 抢购超市的 打折蔬菜班 一点也不像 凡俗之人 所崇拜的仙人模样 所谓的仙元福侠 本质上 与神兽轮盘 没有什么区别 尤其这仙元福侠 还使用了诸多套路 例如 那开始就开出 一件中品防御法器 与一粒破账单 在陈不征看来 绝对逃脱不了 托子的嫌疑 本来 陈不征知道 所有的套路后 也该转身离去了 开盲盒 嫌零食多啊 但 陈不征依旧 没有转身离去 看着疯狂消费的诸多修士 心里忍不住一阵暗乐 柜台后面 那诸多小格子内的仙元福侠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减少着 陈不征在大厅内 不断游走 打量着诸多修士 开出的宝物 不多时 陈不征眼睛一亮 来到一个中年大汉面前 见到熟悉的灵药后 心里一阵激动 而后 他带着和善的笑容 来到急切悔本的中年大汉面前 陈不征虚伪地笑着道 大哥 中年大汉眉头一皱 美好气道 什么事 陈不征脸上继续挂着虚伪的笑容 我们合作一番 如何 你七 我三 中年大汉心中微动 怎么合作啊 最后 进行了一番友好的交流 陈不征花费了两块零食 获得了六株七叶花 当然 他也知道 就是中年大汉获得了好东西 也会偷偷地溜走 绝不会让别人占到便宜 陈不征如此做法 就是为了避免麻烦 引起纠纷 他抚摸着储物袋 而后不停地打量着 在场诸多的修饰 开出的宝物 见到他所需的灵药 及时地送上他的祝福与帮助 经过他不辞辛苦的帮助 被他帮助过的人 再次斗志飞扬 萌生希望 再次鼓起勇气冲杀起来 柜台走廊后面的先缘服侠数量 在他的帮助下 更快地消耗着 许久之后 陈不征静悄悄地来 无私地帮助了诸多修饰 而后 他又静悄悄地走了 却没带走一片云彩 悠悠岁月 转眼即逝 转眼间 五年已过 在这五年内 陈不征低调无比 每年完成一次强制性任务 都是领取炼制氧气丹任务 当然不是足额上缴氧气丹 而是每一次炼丹任务 都会贴一点任务奖励 这样显得平庸了许多 不再那么显眼 其余的时间都在门派内 闭门苦修 当然 极致版 纳气丹是少步的 或者物理与法力 双重乔装打扮一番 敲迷腻地跑到白云城 分批 多次购买灵药 出售丹药 而后再到地摊区域内 摆摊 一套流程下来 没有一次被人盯上 当然在这五年内 几名队友经常邀请 他出去斩杀妖兽 采取灵药 不过都被他一一推辞了 随着他常常辞退 以至于 几人小聚一番 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近两年内 他们再也没有邀请他 出去执行任务 也很少小聚了 而高丽不在其中 自从他接了外出寻找灵药 宝财 一年回来一次 很快便再次出去 寻找灵药 宝财 这也使得 陈不征与整个团队之间的距离 逐渐地疏远了 直至如今 门派内现在还记得他的 恐怕也寥寥无几了 除了那三名在门派内的队友 可能有时还会嘀咕他几句 只有常年看守的伙食的老师兄 那个整天捧着一本书籍 爱学习的老师兄 与他关系颇为熟悉 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接触 陈不征发现 这老师兄 是个蛮有趣的老头 并不是看起来那么严肃 至于令浮阁与凤露阁里的几位师姐 平时也不会想起他 就算想起时 可能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没有任何特殊印象 除了有一点炼丹天赋 也不过如此印象 或许 原先在藏经塔之手的两位师兄 或许偶尔还提到他 陈不征对于现在的生活很是满意 那种每天都有一点的进步 他心中甚是欢喜 更是没人有打扰 闭关五年 最大的收获便是修为的晋升 炼其六层巅峰 如果不是 极致版 那齐丹 他的修为不可能精进 如此之快 当然 伪装在外的修为 也要随大流 不能一枝独秀 成为同门中最亮的那个仔 同一批进入门派的修士 三菱根修士 如今大多数处于炼气四层 所以 他现在伪装在外的 也是炼气四层 成为诸多同门中 不起眼的一位修士 而后他 宁神静气 心神一尘 诸天玉蝶之主 诚不争 境界 炼气六层 一阶上品功法 星空诀 一阶上品法术 莲铜术 一阶中品法术 紫金镯 土盾术 灵气罩 灵云术 一阶单方 碧骨丹 精品 氧气丹 纳气丹 聚气丹 回灵丹 精血丹 筑基丹 破障丹 灵力值 213 面板又有了微小的变化 这是他看面板上 增加许多丹药 又简化了 除非 没有达到极致品质 才会显示 否则通通只留下一个名字 至于丹药种类增加 他是为了丹药多元化发展 方便交易与隐藏踪迹 在这五年内 他做掌握的丹方 几乎所有的灵丹 都被他炼制出来了 当然 筑基丹与破障丹 因没有灵药 只能为之叹息 至于一阶上品的丹药 成不争 也只是偶尔炼制一瓶出来 当作招牌使用 灵云术 则是一门飞行法术 他准备在门派内 使用的飞行法术 不然 也太灵类了 只能随大流 学了一门飞行法术 在外赶路 当然还是土盾术 一切以稳为助 五年内 成不争也积攒出大量的灵石 同时 在外伪装出炼器四层时 也配了一把装饰门面的 下瓶法器 飞行剑 这一切显示出 他只是个普通的弟子 毫无特殊之处 成不争盘坐在床上 拖着下巴 沉思着 忽然 他看到窗外 门派阵法出入口处 出现了一个上百丈宽的缺口 如同 天际被撕裂了一般 少卿 一个巨型灵舟 足足有上万米长的灵舟 进入门派大阵 向白云峰飞去 眨眼间 诸多灵光 飞向巨型灵舟 围绕在巨型灵舟两侧 见此 成不争心念一动 脚下踏着一个灰色的云团 保持着低调的高度 比正常的炼器中期修饰 低了一截 他所在的位置 高度 都非常的不起眼 一眼望去 几乎没有人关注 不多时 他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巨型灵舟 舟身灵光流转 绚丽多彩 静置灵纹宛如纹里 烙印在舟身 灵舟通体 由高阶灵物 与高阶灵矿所炼制而成 具体是哪个层次的灵物 就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炼器器修饰 所能知晓得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看见宗门巨型灵舟了 按照的他观察 宗门象征之一的巨型灵舟 每三年中 就有两年多 不在门派内 就在他仔细地 观察着巨型灵舟时 周遭的同门 纷纷议论着 一位入门许久的师兄 向身侧的师弟科普道 这艘巨型灵舟 叫顿天舟 是1500年前 是本门太上老祖 带着本门所有的底蕴 到无尽之海 两大势力之一 天道门 旗下的顶尖炼器宗门 神宫门 所委托炼制的 是啊 为了炼制这一艘巨型灵舟 本门整整80年 没有招收弟子 整个门派上下省吃俭用 就连掌门都没有临时购买 精进修为的丹药 那时候 多少门派弟子走上了邪路 多少精英弟子 在这条路上 化为一盆骨灰 被人给扬了呀 直到 一百年后 门派才彻底地翻过身来 晋升为晋国三大门派之一 这艘巨型灵舟 有什么用啊 是战斗 还是干嘛用的 这艘巨型灵舟的 主要用于资源搜索 咱们苍羽界 有一大半的面积属于海域 统称为无尽之海 据说无尽之海 无边无际 越是往里面探索 资源越是丰厚 以至于 先摸两道顶尖宗门 都驻扎在无尽之海 咱们这些驻扎在陆地上的宗门 更本不能和那边的宗门向体比论 越是靠近 无尽之海的宗门 宗门的实力越发强大 每一个有实力的宗门 都有一艘巨型灵舟 也是一个宗门实力象征之一 否则 也无法在无尽之海 搜索资源 那无尽之海里面的妖兽 可不是吃素的 不然 光凭现在宗门的资源产出 如何能维持高阶修士的修炼所需 本门有猿鹰老祖 还有顿天舟 俸禄还是不错的 那些小门小户 日子过得更是艰难 是啊 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上顿天舟 去无尽之海 见识一番 踏入驻基期 才有这个资格 不然你以为 本门大多数驻基期师叔 常年见不到人影 都是去哪了 哈哈 好好修炼吧 不多时 顿天舟飞入了白云风 而后消失不见了 围观的同门 也纷纷各奔东西 陈不征虽然阅读过诸多游记 但里面讲述顿天舟时 但都是一言半语 没有系统的介绍 看来只有踏入驻基期 进入到藏经塔三层 才能获得顿天舟 以及无尽之海的详细的资料 他现在 对于这个世界越发地好奇了 在藏经塔一层 二层 只有进国内的修仙界的资料 只有不断地晋升 才能看到更为神奇的修仙 现在所了解到的 不过是修仙 得一脚而已 陈不征回到木屋内 盘坐在床上 右手拖着下巴 思考着 不多时 他甩开分杂的念头 双目微闭 修炼起来 顿时 周遭的灵气 快速地向他聚集而来 形成一层灵气膜 伴随着他每一次周天运转 大量的灵气 被他吸入到体内 不断地打磨着基础 等待着困隆升天之日 娇阳出生 万里无云 白云门 峡谷内 在一个偏颇的木屋内 陈不征盘坐在床上 双目微闭 周身笼罩着一层灵气膜 一抹出扬 透过窗户照射在 盘坐在床上的人影上 在出扬的反射下 显得异常的光彩夺目 忽然 陈不征睫毛微动 睁开了那黑白分明的双眼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随着他的缓缓收工 笼罩在他周身的灵气层 快速地消散着 那一抹出扬 终于照射到了 他那俊秀的脸庞上 陈不征下意识地 环视了一卷屋内 而后右手一阵掐算 眉头紧皱 而后悠悠一探 眨眼间 已经八年了 距离十年之期不远了 也是该回去看看了 但今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屁股丹与氧气丹的任务 已经被抢空了 不知要等多久 下一批炼丹任务才会发出 虽然此时 令夫阁内还有 那气丹与聚气丹的炼制任务 却不适宜他结局 算了 再去看看 炼丹发出来没有 还是没有的话 就接个简单 顺路的任务 想到这里 他立即站起身来 出了木屋 脚下驾驭着一朵灰蒙蒙的凌云 保持低调的高度 向令夫阁飞去 陈不征从令夫阁再出来时 手里却多了一块预检与令夫 他一边驾驭着凌云 一边阅读着预检内的信息 和阳府 天水线 陈不征自从得知任务后 马不停蹄地朝着目标地点赶来 他同时也明白 此次任务为何如此简单 这个任务来自于 白云门统治范围内的凡俗任务 在白云门统治范围内 一旦有超出凡人能力之外的事 便会上报府衙 而后通知坐镇在府衙内的白云门修士 由坐镇修士酌情处理 超出坐镇修士的能力 上报门派 经过筛选后 才会在令夫阁里发布 但此处坐镇修士 刚刚到期 没有与新任助手修士交接 就急忙处理自己的事情了 以至于 此时 何阳府处于没有修士的空窗期 一般坐镇修士 只处理妖兽 或者凡俗难以应对的事情 至于凡俗事宜 还是由晋国皇室处理 门派并不会插手 门派的统治地狱范围 也是门徒昭纳的范围 晋国的三分之一地狱 都在白云门的管控之内 这次的任务 在何阳府 天水县 据情报所讲 那里有妖兽出没 多位村民已经亡于授口 这才有了这次任务的由来 据情报得知 这任务不但路途遥远 而且奖励微薄 否则 这个任务也轮不到他来接取 早就被人接走了 一个月后 一个俊秀的少年 走进了繁华无比的城池中 陈不征来到县衙大门前 出示了宗门令牌后 天水县 县令第一时间来到门口迎接 见过仙长 不知仙长如何称呼 县令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白云门 陈不征 陈不征含笑着说道 交谈间 陈不征默默地打量着这位县令 身穿晋国县令七品官袍 虚发有些发白的老者 两眼炯炯有神 在陈不征打量他的时候 天水县令也小心翼翼地打量着陈不征 唯恐慢戴了仙人 片刻之后 他就收回了目光 脸上露出热情的微笑 见过上仙 上仙远道而来 不如在县衙内 休息一晚 明天再和你 续说妖兽具体情况 不必如此 此事刻不容缓 妖兽多留一刻 就多一分危险 还是早些解决为好 陈不征霸了罢手 他还是想早些完成任务 至于其他 以后再说 听完后 县令脸上的热情的笑容 不由得多了几分 上仙 心怀众生 本县令甚是佩服 既然上仙如此着急处理此事 我这就叫人 细讲下此事经过 说完 脸色一素 来人 大人 有何吩咐 守卫在县衙大门处的捕快 一名捕快小跑过来 传本县令的命令 让李捕头立即过来 是 属下这就去 立刻领命 小跑了出去 不快离开后 县令对着陈不征 泛起了热情的笑容 上仙 随我到内堂等吧 那就不客气了 大厅内 陈不征与王县令 两人左右分座 王县令 接过下人手里递过来的 一套古色古香的茶具 王县令从茶具托盘中 取出二个白玉茶盏 飘散着清香的茶水 冲洗了一番 一阵阵 清香在室内传开 洗茶手法颇为老道 看着让人赏心悦目 一番动作后 茶水散发着清香 悠悠地传出 王县令将茶盏地 倒成不征面前 恭敬道 上仙你尝尝看 看我茶意如何 同时倒出一杯茶水 清秀了下 而后微抿了一口 眯着双眼 神情一脸陶醉 成不征不禁细打亮了一眼 只见白玉茶盏里面 茶水只有七分满 绿意盎然的茶水 几片茶叶 犹如少女般 在水中舒展开身子一般 他端起白玉茶盏 清秀了下 一阵清香传来 虽然不是零茶 但也是世俗界中 不可多得的景品 轻轻地抿了一口 随即放下茶盏 上仙 此茶如何 说着 王县令又添了一杯茶 道 上仙 请 两人一边饮着清茶 一边聊着 许久之后 一个身形魁梧的大汉 腰挂着配刀大步走来 县令大人 李补头来了 你先坐下吧 接着开口介绍道 上仙 这位是县衙的李补头 李补头守卫权限的安平 可谓是劳苦功高啊 文言 李补头立马激动地 站起身来 恭敬地行了一礼 见过上仙 大人谋赞了 都是大人平日里领导友方 在下这点微薄的功劳 何足挂齿 王县令罢了罢手 上仙 你有任何问题 尽管问李补头 陈不征在李补头 进入大厅的那刻 就注意到了他 只见张补头浑身肌肉拱起 看来平常经常锻炼 看气血涌动程度 几个大汉都不是李补头的对手 算是个巅峰战里的凡人 陈不征 韩笑道 李补头 你坐下 多谢上仙 李补头颇为受宠若惊 连忙道 上仙 有何问题 在下必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他虽然不知道陈不征的底细 但上仙这块招牌 他还是知道的 不论在晋国 哪一块地剑 仙人 都是俯视苍生的存在 任何凡人 都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之处 想到这里 李补头更是不敢大意 陈不征开口道 在情报中 得知周边里有妖兽出没 请李补头详细地说下 具体情况 李补头平静的神色 好似在回想着什么 许久之后 缓缓开口道 一个半月前 此时 村民前来报官 说是有妖兽吃人 我立即带领补快到村里 找到那名侥幸逃生的村民 经过仔细询问 几位村民外出打猎 遭遇了妖兽 据村民所言 此妖兽有一丈大小 石头 浑身灰色鳞片 看上去凶狠异常 大厅内 陈不征坐在那里 静静地听着李补头讲述 对方所讲的事情经过 跟他得到任务详情 并没有什么区别 等对方讲完后 陈不睁开口道 事情发生以后 可有什么意外的事 这一点 我倒是知道一些 李补头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王献令接话道 得知有妖兽出没后 李补头连夜去府衙 将其情报传递到了仙门 同时 用多块巨石 封锁了村子的出入口 疏散了村民 以防再次有村民遇害 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现意外情况 发现妖兽第一时间 疏散村民 这一点 陈不睁是颇为认同的 只要将村民疏散出去 又用巨石封锁了出入口 不是飞行类 一阶下品妖兽 安全会得到一定的保障 而妖兽不会蠢地用身体 冲击巨石 据情报形容 那头一阶妖兽应该是狮灵兽 属于走兽类 不到二阶 是没有办法飞行的 王献令应对 蛮娴熟的 陈不睁意味深长地说道 王献令苦笑道 据宪之记载 里面有诸多应对办法 再不知道应对 那就造成惨剧了 幸运的是 到现在没有出现意外 现在上线的来到 本县 终于松了一口气了 毕竟上线是从仙门内的精英 以上线的实力 想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斩杀那头妖兽 说到最后 不露痕迹地拍了一下马屁 在妖兽面前 凡人是无法抵抗的 面对妖兽 只有修士才能将其斩杀 陈不睁尽管是炼器六层 面对一头一阶下品妖兽 他也不会有任何小区之心 谁知道这头妖兽后面有没有老的 妖兽在哪里出没的 在皇家村外 大约距离村子有二十里的路程 离捕头连忙回道 他不等成不争开口 颇为担忧地说道 上线 现在是下午十分 不知上线准备什么时候 出发在迟些时刻 天就黑了 只有等明天再去了 一个时辰后出发麻烦王县令 现在就安排一件禁食 成不争考虑到多一个夜晚 周围的村民就多一份危险 趁着天色上早 他也想尽快解决那头妖兽 完成任务 虽然夜间视线不好 但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成不争没有立刻去斩杀妖兽 主要因为状态不再巅峰 很快 王县令立刻安排了一件禁食 考虑对方是仙人 他是不敢有任何怠慢的 本来王县令想在自己的府邸中 准备一件禁食 但奈何对方拒绝了 只好安排了县里最好的客栈里 天水线虽小 但五脏俱全 该有的东西 一样也不少 犹如一个缩小版的周城一般 在黎补头的带领下 朝着县里的最豪华的客栈走去 上仙 你在这里休息片刻 那就麻烦了黎补头了 上仙 我先告退了 等会便来 我去和下属交代一下 不然那帮家伙 又无法无天了 黎补头抱拳告退 而后 成不争朝着客房走去 推开房门 只见打开房门 房内大约为二丈方圆大小 一张桌椅 一张床 床旁边有一扇窗户 四壁挂着几幅山水画 桌子上放着一盏琉璃灯 琉璃灯内部 放着一颗颇为圆润的银石 明亮而不刺眼 室内看去 颇为古色古香 随后成不争嘴里 射出一道水箭 关闭了房门 他盘坐在床上 双目半垂 运转星空绝 沿着小周天恢复法力 只见成不争周遭不断聚集着 肉眼可见的一缕缕的灵气 周身毛孔缓缓地吸收着灵气 不多时 一层灵气将它包裹住 如同身在云雾中一般 但法力恢复的速度 却比在门派内慢多了 主要是门派内有灵脉的存在 灵气自然不是 这里可比你的 一个时辰之后 随着他缓缓地收工 周身的灵气慢慢地消散开来 盘坐在床上的城部中 睁开双目 眼中金光一闪 他并没有立刻起身出去 右手拖着下巴 不断地回忆着 静静地思考着 这是他遇到的第二头妖兽 就怕拖家带口的 万一 皇家村那头是小的 后面还有老的 那他接这个任务就亏大了 虽然可能性很小 但凡事就怕万一 还是谨慎点好 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 他只能说对不起了 先溜为敬 少卿 程不征推开房门 朝着楼下走去 楼下大厅内 正中间的桌子上 李捕头面前放着几碟小菜 手里端着酒盏 半眯着眼 喝着酒 品着菜 突然听到楼梯处 传来脚步声 他眼睛不由地瞥了一眼 李捕头连忙起身 走向楼梯口处 等待着程不征下来 上仙 我们是现在出发吗 嗯 走吧 两人一前一后地 朝着客栈外面走去 李捕头颇为激动地 跟着程不征的步伐 早点结束更好 他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 毕竟捕快是有危险的 第一批对抗妖兽的 就是他们这些捕头 这些天来 他们这些捕快 夜夜不能寐 不能安稳地睡个好觉 等斩杀掉妖兽后 他就回去立即好好地捕一觉 程不征侧头看向李捕头 开口道 李捕头 不知你对此事 有别的看法吗 妖兽可不是凡俗之人 所能抵抗的 哪里 是我这个小小的捕头 所能知道的 李捕头在谈及妖兽时刻 却心有余悸地说道 而后 程不征又问了一些别的事情 李捕头基本都能对答如流 两人一边走着 一边聊着 走在县里的街道上 程不征看着人来人往的情景 不由地探到 王县令治理有方 县城内一片歌舞升平之景 身侧的李捕头一脸的笑容 连忙附和道 都是脱先门的庇佑 否则 哪里有如此繁华之貌 有了李捕头带路 两人很快出了县城 出了县城 再也没有那副热闹的场景 取而代之的是 万里无云 空旷无比的感觉 皇家村 距离县城并不是很遥远 这是他没有遁形 驾云的原因 也是为了保持法力 处于巅峰状态 李捕头 那些村民现在安排在哪里啊 程不征说话间 扭头看了一眼李捕头 天水县城外 一位俊秀的少年 与一位捕头打扮中年大汉 正一边走着 一边交谈着 文言 李捕头不假思索道 如今村里的村民 都就近安排在附近的村庄 县城内有亲戚的 都住在亲戚家了 周围的几个村子 也容纳不了那么多人 到目前为止 衙门内的捕快 轮流在巨石封锁的通道外守着 到现在还没有意外动静 县令大人 真是深谋远虑啊 不愧当了几十年的县令啊 不然 不知道有多少村民 遭受妖兽的威胁 在谈及王县令时 李捕头脸上 露出由衷的佩服神色 程不征点了一下头 对于李捕头说的话 好似颇为赞同 妖兽 对于村民来说 却实施不可抗衡的存在 王县令的应对方法 也颇为有效 能坚持到门派遣修饰过来 也是不容易 一个时辰后 两人一前一后走到了 一处峡谷处 上先 前面就是巨石封锁的地点了 李捕头指着前面的峡谷说道 程不征放眼望去 只见在两座大山之间 有一条洋长小道 弯弯曲曲的 只见几名捕快 手里紧紧握着坡刀 胆战心惊的 守卫在峡谷前 好似 妖兽随时能从里面扑出来一般 可见凡人 对妖兽的恐惧程度 两人一前一后地 朝着那边前进 脚底踩着碎石声 咔咔在峡谷内响起 那几位捕快猛然回头 看见两人身影 几位捕快脸 不由露出几分欢喜的神色 头 你终于来了 头 你不在 我们差点都跑路了 有没有 九肉过来啊 谈笑之间 几位捕快脸上的神色 放松了许多 不负刚才的胆战心惊之色 只见李捕头神色肃然 看着几位捕快 这位是仙门来的仙长 也是 专门来解决的妖兽的 快拜见上仙 仙门 那里面都是仙人啊 果不其然 几位捕快一正 随即脸色变得敬畏起来 恭恭敬敬地 朝着程不争一拜 我等 拜见上仙 尽管程不争面色 显得比较年轻 但他们丝毫不敢怠慢 在仙宇界 仙人的威名可见一斑 能出来执行任务的仙长 每一位都是一个强大的修士 到现在为止 有动静吗 程不争看着眼前的巨石 侧头看向一位捕快问道 闻言 那名捕快 连忙拘谨地说道 上仙 我们几人日夜不停地守在此处 到目前为止 那头妖兽没有出现 心中却是暗道 这就是上仙吗 刚才的一眼 如同猛兽一般 太吓人了 利捕头摆了摆手 此处的情况 现场已经知道了 你们回去跟县陵大人禀报下 然后就回家休息吧 这段时间 你们也辛苦了 多谢头 我等告退 几位捕快颇为欢喜的 躬身退下 不多时 拐过弯 见到几块巨石 与诸多大小不一的石头 堵在羊长小道中央 正是此村的进出口 巨石堆钱 只剩下他们两人 陈不征看了一眼 堵在峡谷中央的巨石 开口道 我先过去了 你待在这里 等我消息吧 陈不征侧头看了一眼离捕头 先长 我带你去村民遭遇荒兽的地方 能省不少时间 寻找妖兽吗 陈不征没有多说什么 脚下轻轻一跺 如同大鸟一般向上飞去 中途脚尖轻轻一点石堆 微调着方向 转眼间 到了巨石堆上 不多时 穿过羊长小道 走出峡谷 只见郁郁葱葱的草木 一条弯弯曲曲的泥丁路 不知通向何方 村民在哪里遇到妖兽的 陈不征看了一眼 满头大汗的李捕头 请大人跟我来 李捕头率先在前面走着 他在后面跟着 不一会儿 越过一大片田地 陈不征下意识地打亮了一眼 田地里的农作物 虽然长势喜人 但给人的感觉 好似荒野一般 丝毫没有人烟的气息 放眼望去 远处的村庄 稠密再聚一起的房屋 没有幼童的嬉闹声 也没有村民的家常嘴短 一片寂静无声 给人的感觉 好似缺少一股生机 陈不征默默地 看了一眼的远处的村庄 两人一前一后地越过田地 朝着远处走去 两刻钟后 李捕头望着不远处的山林 开口道 上先 村民就是在这片山林内 遭遇妖兽的 他指着山林跟陈不征介绍道 那头妖兽 估计就生活在这片山林内 某个地方 陈不征好似赞同一般 汗手点头 他朝着不远处的山林 细细地打量了一番 只见 整座山林草木繁盛 差不多二十公里方圆大小 山林内地势高低不平 偶尔还有野兽 虫鸟的鸣叫之声 从山林处传来 少青 李捕头 麻烦你继续带路吧 上先 谋赞了 这本身就是 我的职责 李捕头在前面引领着 成不征一步一咒地跟着 山林内树木繁茂 重重叠叠的树叶 只敢将阳光阻拦在外面 偶尔间 在地面上看见一米阳光 如同一条漏网之鱼 山林内 气候凉爽 丝毫不会感觉到燥热 成不征脚步 踩在层层叠叠的落叶上 走在小路上 那小路是村民上下山林 慢慢形成的 正如前世一句话 世上本来就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变成了路 一刻钟后 前面领路的李捕头 身形一顿 手指着一个方向 上先 这里便是村民遭遇夭兽的地方 成不征顺着指头的方向 朝着那边看去 不多时 两人一前一后 来到一丛林处 果不其然 只见 一棵看似 有几十年的大树 被撞成了两截 旁边还有巨大的妖兽脚印 这一幕场景 浮现在成不征的眼里 他心里盘算了片刻 根据脚印 以及妖兽的模样 差不多确定了 此妖兽的大致身形 与情报里有细微的差别 成不征看了一眼 身侧的李捕头 李捕头 接下的事情 无需你帮忙了 接着开口道 你到巨石堆 等我也行 或者你直接回去 与王县令禀报 说完便飘然而去 李捕头恭恭敬敬地 向成不征行了一礼后 开口道 上仙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等上仙的好消息 李捕头躬身 朝着山林外面走去 成不征看着李捕头 消失在山林里 他沿着兽印 不断地在山林里 寻找着妖兽的踪迹 在山林内 兜兜转转了许久 好在山林不大 没有了李捕头这个累赘 速度如同清风一般 在山林之间穿梭 半个时辰之后 在一排高大的树木前 成不征发现了兽脚印 沿着脚印寻找到了巢穴 由于树木杂草的遮挡 不仔细寻找 还真不容易发现洞口 洞口前面 又都是些郁郁葱葱的杂草 这头妖兽 真会找巢穴 他心念一动 一道黄色灵光闪现 原地的人影 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地底六丈处 一道黄色灵光 快速地往前盾去 半刻钟后 成不征顿到石洞地下六丈处 他感应了一番 见石窟内只有一个生命气息 此时 他才微微放下心来 顿到偏僻的角落处 心念一动 成不征双目 眼珠内各自浮现出一朵青莲 扫视着石窟内的一切事物 一个十丈方圆大小 高有两丈的石窟 石窟内空荡荡的一片 地上散落着白骨 石窟中央处 一块颇为平坦的巨石上 握着一头一丈大小的妖兽 只见此兽 头颅犹如狮子一般 长长的棕毛散着油光 身躯上的鳞片 犹如红色的宝石一般 看上去很是坚硬 此兽正在闭着眼 沉睡着 好似不知危险降临一般 一股威压 从此受伤散发开来 但对于成不征来说 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对于凡俗之人来说 却无法靠近一步 如果继续靠近 那只有一个结果 在庞大的威压下 昏迷过去 妖兽的威压 对于凡人来说 那也是不可抗衡的 据情报 得知此兽的实力 在一阶下品 现从狮灵兽的灵气波动看来 距离一阶中品妖兽 只差一个契机 便能晋升一阶中品妖兽了 不论是体型 其散发出的威压 时刻地提醒他 此妖兽 正是一阶下品巅峰的存在 成不征 扫视了一圈后 又细细探查了一遍后 他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他右手一番 紫金镯低溜溜地转动着 浮现在他手心上 心念一动 一股紫色的霞光 从地底冒出 以狮灵兽为中心散开 反应迟钝的狮灵兽 这时才感应到威胁的降临 狮灵兽瞬间惊醒 兽目变得通红 自他出生以来 还没有受到过如此大的屈辱 连躯体都站不起来 狮灵兽头颅下斧着 前两只腿微微弯曲 后只腿想要直立起来 身躯的鳞片上 闪烁着赤红色的灵光 砰 空气乍响 气浪伴随 石窟地面上出现一个大洞 一抹紫色的光运从地底射出 带着深寒的切割之意 向狮灵兽冲去 狮灵兽感受到了威胁 想要逃离 却没有办法动弹 眼睁睁地看着 兽声中最可悲的事情发生了 他留恋地看了最后一眼 自己的的巢穴 噢 狮灵兽的最后的怒吼 在石窟内不断地回荡 动 一颗兽手从狮灵兽上 滚落在地 狮灵兽的头颅飞开的刹那 一大股血液喷洒在石窟内 而后血液沿着断头边缘之处流淌下来 突然 成不征的耳朵 微微一动 他嘴角露出冷冷的笑意 喃喃自语道 其中 还有你一份啊 而后成不征 直接散开神石 如同一条弯弯曲曲的线条 朝着外面探去 他眼中寒光一闪 而后他身形一动 如同狂风席卷一般 朝着洞窟外面冲去 洞窟内 只剩下栽倒在地兽区 和一双没有明目的兽手 一戏之后 成不征见到本该离去的离捕头 正在洞外 侧身听着洞窟内的动静 突然 离捕头的眼角余光 见到一个身影 从洞窟内走出 他定眼一看 满脸的惊慌失色 恐惧地看着成不征 离捕头 没想到 其中还有一份功劳啊 成不征冰冷地说道 怎么怎么可能 你一点事都没有 离捕头不敢置信地惊呼道 他可是知道 妖兽的实力 是多么的可怕 但离捕头万万 没有想到的是 正常这种任务 一般都是练气初期修饰 来执行 却没有想到 出了成不征这么一个怪胎 来执行任务的白云门修饰 不是练气初期的小白 而是练气六层的高手 你呀 不该如此 成不征面色平静 缓步走到离捕头面前 离捕头站起身来 脸上布满了惊恐之色 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堵住了口腔一般 不由自主地跌坐在地上 直到现在 离捕头依旧不敢相信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 机关算尽 却落得如此下场 离捕头是知道 修饰是多么的强大 绝对不是凡夫俗子 所能抗衡的 在强大的求生的意志下 离捕头依旧渴望着能活下来 失了理智的他 选择了仓皇逃窜 成不征见此 只见弹射出一道灰蒙蒙的法力 弹射在离捕头的膝关节处 碰 一条小腿飞出 鲜血如同鲜花般 在空中散开 只见离捕头栽倒在地 躺在地上大口地呼吸着 胸膛微微起伏着 成不征走到离捕头面前 看着丝毫无力的离捕头 你何至于如此啊 讲讲吧 来到天水县 他明了许多事情 还有些事却无法理清 这也是他留离捕头一条命的原因 我若是说了 可否放我一条生落 离捕头粗着气 大腿断裂处 鲜血不停地往下流着 满脸露出对身环的渴望 成不征平静道 可 成不征依旧站在原地 倒在地上的离捕头 失手分离两地 远处还有一条飞离出去的小腿 他获取了想知道的消息 离捕头已经没有丝毫价值了 魂归幽明 才是离捕头最好去处 其实 早在天水县城的时候 说村民已经搬离了村子 成不征没有感觉到 有任何不妥 可是到了后面 他发现县城的气氛 才感觉到有问题 热闹 祥和 一点也不像 县城周围出现了一头妖兽的场景 县城内绝对不应该出现如此景象 此时 县城里应该是 人群满脸惶恐 接到一片萧条才对 但县城里 此时 依旧如此繁华 可见 消息绝对被封锁起来了 那此事 就与离捕头说的不符了 根据种种情况显示 天水县绝对不是 简简单单的妖兽问题 但他想不通 到底有什么目的 直到他从离捕头口中得知 他才真正明白 村里的人早就死光了 全部沦为失灵兽的血石 上报几人伤亡 就是为了吸引 白云门练器初期休士 门派内将失灵兽判定为一阶下品的妖兽 肯定不会奖励高额零食 毕竟白云门统治的范围太大了 时不时便有出现妖兽出没 这是很正常事情 根据妖兽的品阶来制定奖励 是应该的 正常凡人遇到妖兽 都是上报府衙 由知府通知坐镇休士 但此时 没有休士坐镇 府衙只能启用特殊传信法器 将消息上报门派 而后任务 经过筛选后 将任务发布在令副阁 区区一头 一阶下品的妖兽 肯定不会引起门派的重视 也不会有高额的奖励 而这种任务 恰好合适练气初期修士来执行 白云门上一批收录的门徒 至今不过八年 正常的多维练气初期 少数三菱根 大多维练气四层 实力绝对不会太强 即使练气四层修士 面对一阶下品巅峰的失灵兽 也逃不了好 很有可能被重伤而回 或者被化为血实 这就是李补头的目的 既想悄无声息地 培养出一阶中品妖兽 也想他重伤而归 不论是那种情况 都不会出乎他们的意料 正常一头一阶下品的妖兽 晋升一阶中品 需要吞噬的血肉 区区一个村子的血食 肯定是不够晋升的 到了那个时候 死的人多了 必然引起辅牙的注意 一旦辅牙禀报上去 来的不是小虾米了 而是练气强者 就怕到时候 失灵兽来不及晋升 就被门派的修士斩杀了 不得不说 他们的筹谋原本是毫无破绽的 一阶下品巅峰的失灵兽 绝对可以在练气初期横行霸道 甚至可以威胁部分练气中期修士 的确 练气初期的修士 遭遇一阶下品巅峰的妖兽 不是生死盗销 就是重伤而回 可是 老天却与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遇上了 一个不安常理出牌的修士 因此 他们的命运 已经注定有此一节 首先 虽然上报妖兽的任务 最终按照他们的设想 传递给了白云门 被发布在令福阁内 然而 陈不征虽然进入白云门才八年的时间 但实力堪比练气后期的存在 丝毫不差于 一些年长的师兄 甚至于 比一般的练气后期修士 实力还要来得强大 妻子金卓 经过推演后 吞噬诸多精华后 其威能达到了 目前极限威力 其威力更是比一般的上品法器 还要来得强大 同节层次的法术 法器 也万万不是对手 成不征所修炼的星空诀 品阶更是达到了 一阶上品极致的存在 修炼出来的多属性 混合型法力 也不是平常的法诀 所能比拟的 其法力的精纯度 与法力的强度 更是冠绝炼器中期 虽然 是晋升慢了一点 需要的资源多了许多 但也为长生大业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二阶的功法 可不是炼器器修士 所能修炼的 需要修士晋升助机器 方可修炼 不然 强行修炼的后果 如同烟花一般 砰的一声 化作漫天血肉末 因为肉身 根本无法承受 二阶法觉的运行 随即 成不征瞥了一眼 狸捕头的尸首 一锈一挥 一道火星 将其烧化成一堆骨灰 随风飘扬 小虫子解决了 不过是灵兽 还要处理一下 不多时 他再次走入石窟内 将妖兽的灵甲 也逐一取出 这些灵材 可以当作炼器材料 妖兽的血液 可以制成浮沙 这些都是零食 虽然不多 也是一笔镜像 同时也方便摆摊 遮掩有心人的关爱 妖兽肉 虽然也可以卖给酒楼 但非常不值钱 大多数 猎妖修士都不会选择 携带妖兽肉 因为 妖兽体型庞大 肉又多 非常占处无带的空间 除非 珍贵的妖兽肉 才会携带 但施灵兽明显不在 累 成不征 却将妖兽肉 都打包带走了 虽然这对于修士 没有什么作用 但对于凡人 可是灵丹妙药 宝剑养生的神品 但凡人 只能承受一阶下品妖兽肉 否则 不是灵丹妙药了 而是催命毒药 过之而不及 就是此般道理 成不征走出石窟 看了一眼石洞出入口后 他五指并拢弯曲 轻轻一握 轰轰轰 石窟的出入口 被堵得严严实实 夜间 县衙 内堂 内堂里灯火通明 王仙灵坐在椅子上 摇曳的灯火照射在脸庞上 显得有些恐怖 丝毫不见白天 祥和的模样 在他对面坐着一位黑衣老者 身形颇为轻瘦 留着山羊胡须 大哥 这边是不是 出了什么意外 王仙说话间 俯过山羊胡须 面色沉重 眼神中闪着寒芒 王黎目光 落在对方身上 没有 黎补头只是凡人 只要不露出马脚 一个修士也不会注意到 他这个凡人的 况且 我已经将修士的一些情报 我已经给告诉他了 以他谨慎的性格 应该不会出现意外的 而且 那位白云门的修士 是一个炼器四层修士 我用你给的侧灵符 确定过了 绝无意外 我叫你过来 就是为了等风火信号 若非 担心白云门派 潜实力强大的修士 我也无需谎报妖兽的实力 没有想到此任务 被这个炼器四层的修士 截取了任务 真不知道是他运到不好 还是被人幽呼了 说到最后 不由地感叹起来 本来他已经做好 迎接白云门炼器初期修士的准备 准备周全的情况下 竟然被一个炼器四层的修士 截取了 这种情况 让他先前的 一些谋划落空了 心里颇为郁闷 说完 王黎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 那位炼器四层的修士 万一 将施灵兽斩杀了怎么办 闻言 王人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施灵兽已经处于 一阶下品巅峰 绝不是一个刚刚踏入炼器四层的 小修士 所能斩杀的 况且 此人不过休闲八年 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 赚取零食 购买强大的法器与俘虏 拿什么斩杀施灵兽啊 而后 他脸上露出阴冷的笑意 开口道 即使能斩杀施灵兽 也必定身受重伤 我们进行第二套计划 听到这里 王黎下意识地眉头一皱 注意到他神情变化的王人 面色一沉 道 大哥 为了家族的心腹 势在必行 说完 房间那一片寂静 王黎却没有回话 他知道 夺赦 可是逆天之举 很容易失败的 少卿 面色缓和许多的亡人 大哥 如今我无后人 今世也没有希望了 家族传承到如今 后四只有你家一脉了 我现在身无后四 灵根资质也不好 武灵根 修炼大半辈子 现在不过是练气六层 卡在练气中期多年 卡在今生没有希望 晋升练气后期了 更何况是住击期 未经的寄望于祖地了 但现在祖地被门派把持 我资质不好 战力也不行 只有这一途可走了 夺赦后进入祖地 我才有希望 晋升助击期 为家族保驾护航 能为后人做媒 将有灵根的女修 作为后人伴侣 到时候 家族才有心腹的希望了 亡人的话 虽然有些心动 但亡黎还是想尝试一番 挽回弟弟的决心 亡黎看着亡人 眉头轻皱道 你再好好地考虑一下 夺赦是逆天之举 很容易失败的 一旦失败 魂飞魄散 再无二路 大哥 你无需再劝 即使生死盗销 我也心甘情愿 希望大哥你能配合我 亡人双目紧紧地盯着 对面的亡黎 见词 亡黎话头一转 开口道 如若那个修士 将狮灵兽斩杀了 没有了夺赦的祭品 怎么办 只要多舍弃一些村子 这些不是问题 我还有一头青燕蛇 虽然是一阶下品 只要吞噬一些村子 一切都不是问题 大哥 你看如何 亡人双眼闪烁着寒芒 阴冷地说道 镇崖内堂 灯火摇曰 青燕蛇吞噬几个村子 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如此一来 很容易被府衙关注到 时间上有点紧凑 很容易被人发现 哎 如果一阶下品妖兽就能用 你我又何至于如此冒险啊 而且到了那一步 我这个县令 也当到头了 亡黎叹了一口气 面色有些不甘心 亡人闻言 则是丝毫没有在意 就算一阶下品妖兽能用 就不会有东窗事发的可能了吗 而且 你不会真以为 门派修士在外面执行任务 死亡 门派会不闻不顾吧 这 在那个修士死亡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会有白云门修士 亲自来过问 你这个县令的位置 就当到头了 区区一个县令的位置 换取家族心腹的机会 值得冒险一试 这些年 积累的财富 足够家族全身而退 到时候 将家族转移到北苍门 或者青木宗统治范围内 改头换面一番 潜在的危险 便能拔除干净了 大哥 即使你以后也想修炼 弟弟我也会 尽力帮你完成夺舍 王仁安慰着他 随后 他话锋一转 再者说了 就是白云门派遣修士过来 一开始修为肯定也不是很高 我肯定能应付 你就将心按在肚子里 不会出问题的 到时候 我们直接搬走 你无需担心 王仁站起身来 走来窗前 看着如同玉盘一般的月亮 繁星点缀着漆黑的星空 只要我们提前撤离 就不会出现丝毫问题 在我的帮助下 重新让你当上县令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又能重新谋划了 只要成功一次 到时候 家族将成为先祖 家族新的篇章 就此展开新的一篇 现在我们等风火信号吧 也不知道 狮灵兽是否 已经晋升一阶中品了 王仁看着夜空 忽然转身过来 看向王黎 脸上的表情 突然变得诡异起来 或者说 我们干一把大的 增加一些成功几率 将权限的百姓 炼化为血精 以此支撑青燕蛇连续晋升 大哥也知道用妖兽作为祭品 品阶越高 夺射的成功率 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大哥 你一下如何 王黎 被王仁的话吓了一跳 炼化整个县城的百姓 这种想法 他丝毫不敢想过 也从未有过这个念头 几个村子的人口 还在他接受范围之内 那将整个县城的百姓 炼化为血精 已经完全出乎了 他的意料之外 要知道 天水县内 总计有十几万人口 自己大半辈子 都奉献给了这个县城 对于这个县的感情 没有一点 那是不可能的 将整个县城炼化为血精 他心里有些接受不了 大哥 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毕竟时间不多了 将整个县城炼化为血精 我们就必须要加快脚步了 血迹县城 帮助青燕蛇近升 毕竟 炼化血精 需要血灵阵 也要时间去购买 否则 时间拖得越久 越容易发生变故 任何一个地方 出现大规模的死伤 很快引起注意的 这是门派收取仙苗的基础 仙门不会有丝毫怠慢的 大哥既然 已经有了退路 为了增加夺舍的成功几率 为何 不再走之前 帮助弟弟一把呢 亡人用亲情 希望捆绑着亡犁 整个县城人口 对他的诱惑 实在太大了 到时候 青燕蛇近升一阶上品 作为夺舍的祭品 成功率大大的增加不少 他有很大的可能 夺舍成功 至于施灵兽 不过是一个野妖兽 也是他准备的一个祭品 而且他早已做好了 反制施灵兽的手段 所以 他特别希望 将整个县城都化为血实 亡人见惯了 修士之间的耳于我诈手段 也见识到了修仙界中的丛林法则 他早已将自己与凡人区分开来 区区凡俗 在他眼里如同楼一般 生死存活 他心里丝毫不会有波动 亡黎皱着眉沉思着 脸上接连不断的变化 同时心里不断的挣扎着 他在考虑着亡人的话 作为一个凡俗界的凡人 一个县令 心里仅有的一点 良知告诉他 不能将权限化为血精 可是 皇家村已经化为了妖兽的血实 再将权限人口 化为家族心腹的希望 似乎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死的人太多 他心里有些难以接受 然而 他很明白 家族才是他的根本 靠山 山会倒 靠人 人会离 家族才是自己最大的根本 少卿 王黎不断变化的脸色 终于平静了下来 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抬起头来 王黎脸上往日里的祥和 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的只是让人感到心寒的冷意 还是二帝考虑的周全 我既然选择了心腹家族的道路 不应该如此犹豫不决 让情感左右了理智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哈哈 看着想通的大哥 王人不由地放声大笑 就在这时 一股紫色的霞光 自地底透出 以王人为中心 散开 阁下 到底是谁 袭击于我 王人眉头一皱 阴冷地说道 感应到自身动弹不得 就连法力难以鼓动 如泥四千 心念一动 法力翻涌 吐出一口溺血 一头青色的灵蛇 挡在他面前 哄 那堂地面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洞口 一抹紫色的光韵 击视而出 带着深寒的切割之意 冲向了青燕蛇 青燕蛇没有任何的反抗余地 就被切割成两截 威势丝毫不减 冲向了王人 空气乍响 空气犹如实质般 在紫色的光韵 周身散开一圈圈一连 气浪向四周散开 房屋四周的墙壁 被气浪冲击而倒 轰 轰 县崖内堂倒塌 四周尘土飞扬 王人不断地想往后退去 但此时尤为艰难 更是难以弹跳退开 处于坍塌肺堆中的王人 不但要面对紫色霞光的压制 就连往后退 也没有下脚之地 王人面色一狠 刹那间 脸上苍白如雪 毫无血丝之色 一道血光将它包裹 消失在原地 四 紫色的光圈 散着紫色的光韵 冲出倒塌的房屋之中 散发着一圈圈气浪 冲向不远处的 毫无血色王人 那紫色的光韵在黑夜中 将周遭照应成紫浓浓的一片 在黑夜中尤为明显 县崖中 巨大的声响 彻底将捕快们惊动 捕快们惊怒不已地 看着后院的紫色的光韵 以及坍塌的房屋 他们知道 这是仙人在斗法 紧了紧手里的刀柄 青筋引线 却没有一个捕快上前去查探 再说了 就是所有的捕快加在一起 也绝对不是仙人 一手之敌 那可是仙人 让他们上去对抗 只有死路一条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只能静静地观望着 等待着仙人斗法结束 王人知道 如果自己一走 大哥这一脉 必定被斩草除根 传承幽远的家族就此消失 而到现在 他还不知道对手是谁 如果是难以应对的修士 只能暂时撤退 以后再为大哥一家报仇血恨 王人眨眼间 心里闪过这么多念头 他一拍腰间黑色的储物袋 一个玉珠模样的法器 出现在面前 而后散发出一道玉光 将它包裹起来 那一抹紫色的光圈 散发着紫茫茫的光芒 周身划过一圈圈一连 冲向那道玉色的光照 王人刚刚记出了防御法器了 完全没有时间 再进行下一步动作 那一抹紫色的光圈 已经飞射到了面前 没有任何意外 玉色光幕 与一抹紫色的光圈 碰撞在一起 碰 那一层薄薄的玉光 被一切两节 溃散开来 化作漫天光点 就此消散 玉珠跌落余地 而王人 被那一抹紫色的光轮 齐腰而斩 他至死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如此轻而易举地被人 一击斩杀 也万万没有想到 此人也是一位 练其六层修士 而且战力极其强横 千算万算 其差一招 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鲜血喷洒 内脏流露在地 五色光彩的光团 刚从尸体上升起 就被那磨紫色的光圈 一切而散 消散在世间 一道黄光闪现 出现在王人尸体处 将其搜刮一空 而后指尖一旦 一道火苗 在两节尸体上燃烧起来 眨眼间 原地尸体消失不见了 却多了一盆骨灰 陈不争衣袖一挥 一股无名怪风 在后院升腾而起 将那堆骨灰 带向了浩瀚的星空之中 错骨扬飞 落在了县衙前院 那些惊慌不已的捕快身上 陈不争缓步上前 那些捕快后退几步 眼神紧紧地盯住他们 声音清冷道 王李火同李捕头 勾结邪修 将皇家村化为妖兽血石 眼下李捕头已经伏法 二等不可让王家走脱一人 否则不要怪我心狠手辣 闻言 那些捕快脸色一变 王李火同李捕头 勾结邪修 将皇家村化为妖兽血石 陈不争的话音刚落 这些捕头本能地不幸 不过 在眼前的少年是位仙人 尽管心中有所疑问 但没有一个捕快敢质疑仙人 同时 心中的信念又开始动摇了 看着那些捕快们将信将疑的样子 他却没有解释什么 说完 陈不争转身 向那堆废墟走去 县衙前院 场面顿时一片寂静 捕快有的面色复杂 有沉默不语的 一位年纪偏大一点 捕快开口道 大伙走吧 将县令的家人请人来吧 唉 事情怎么会发生到 如此地面呢 走吧 仙人可不是糊弄的 一个搞不好 小命就没了 希望 仙人大发慈悲吧 陈不争来到废墟前 衣袖一挥 一道灰蒙蒙的法力罩 包裹着一个人影 自废墟里缓缓飞出 里面正是王县令 他看着面前的王县令 脸上毫无表情 清冷道 王黎你伙同黎补头 勾结邪修王人 将皇家村化为妖兽血石 你可知罪 王黎见此人全身而退 代表着计划失败了 施灵兽有很大的可能 被其斩杀了 此刻 王黎知道 绝技不能承认 一旦承认后果 是不他不能接受的 尽管现在情况 也好不到哪里去 顿时 他看着面前的修士 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仙长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本县令在天水县 兢兢业业几十年 你如何能诬陷于我 你说本县令 伙同黎补头勾结邪修 将皇家村化为妖兽血石 你可有证据 证据 诚不争面无表情 还不上钱 我的话就是证据 你以为 你与你二弟亡人的筹划 我没有听到吗 文言 既然仙长听到了 我一个老头子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知我二弟如今 已经被我斩杀了 诚不争一脸淡漠地看着他 冷冷地说道 你心可不是一般 狠村子 也在你的管辖内 都毫不犹豫地 将其化为血石 要知道 你可是他们的父母官啊 他没有立即斩杀王黎 因为没有那个必要 王黎不同于亡人 他是一个凡人 在他面前 没有丝毫反水 逃顿的可能 他还有一些问题 准备通过王黎 想要搞清楚 见词 王黎面色平静地说道 为了家族的心腹 哪怕前面是万丈深约 我都会去博一下 诚不争仿佛看到他 为了家族的心腹 放下了所有的感情 只剩下冰冷的理智 如果他没有灵根 只是一个凡人 为了踏上先途 会不会如同王黎般 这个答案 恐怕只有 他自己知道 诚不争淡漠地看着他 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一般的凡夫俗子 可没有你这么狠呀 王黎冷冷说道 成王败寇 自古如此 既然做了 那就将事情做绝 大丈夫做事 岂可优柔寡断 成不争看着眼前的老者 枭雄性格的人物 可惜没有灵根 不然 以此人的性情 或许晋国修仙界 又多了几番风云变化 说到底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自身的力量 才是安身立命的依靠 说得好 成不争鼓掌赞许 玄机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道 不愧当了多年的县令 说得道理蛮深刻的 恐怕不止如此吧 你是要将 县城都化为人间炼狱吧 几十年的感情 也不值一提吧 你已经毫无底线可言 在你眼里那些人命 只不过是你家族心腹的基石而已 这些道理 只不过是你遮掩的借口 皇家村百姓 在地下致死 也不会瞑目 你罪无可赦 成不争一字一句的低沉说道 每说一句 亡里脸色僵硬一分 最后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成不争早就顿到了 县衙内堂地下 只是他一直没有动作而已 为的就是从两人口中 听到一些有价值的消息 等确定已经没有价值的消息后 他没有丝毫耽搁 直接突袭 因此 两人的对话 丝毫没有落下 都被他听到 包括亡人的家族捆绑 到亡里的沦陷 所以 任凭他说的再有道理 天花乱坠 也丝毫不为所动 尽管 有些话颇为有道理 但一些底线绝对不能触碰 不然与魔头又有何区别 只要他不干出天怒人怨的事来 他也不会多管闲事 但他触碰到他的底线 算计到他身上 那就不要怪他了 只要不阻挡他的道徒 他可以静静地远观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但 道徒中的绊脚石 必定将其踏碎 阻我道徒折死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王黎呆坐在地上 脸色有些苍白 而后双目一闭 脑海中闪过一幅幅画面 心中有些后悔 上仙所有的罪责 由我一人来扛 跟其他无关 希望上仙 能留他们一条生路 说话间 他双眼紧紧地盯着陈不征 眼神中充满了稀奇 陈不征依旧一副清冷的表情 丝毫没有所动 那你们兄弟俩 算计到我头上 这个因果怎么了解 天水县衙 后院偏房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后院中传开 成王败寇 自古如此 王黎眉头一皱 脸色苍白 开口说道 若是大人留我王家上下几十人口 一条生路 我以祖地的秘密 换取我全家上下一条生路 况且 他们也根本不知道 这里面的事情 只要先常同意 以此秘密了结 如何 说完 他紧紧地盯着陈不征 这也是他最后的底牌 他相信面前的先常 绝对不会拒绝 否则 他也不会如此镇定 文言 程不征脸上 依旧那副清冷的表情 他丝毫没有看出 神色有任何变化 见此 王黎心里开始 忐忑不安起来 二弟已经死了 他也可以死 这些都也不要紧 早在谋划之前 他就考虑到了 暴露的那一天了 心里早有准备 但是 自己可以死 家里上下 几十人口 却不能跟着一起死 眼下王家几十人口的 唯一生路 就看眼前的先人 给不给了 只要对方答应 到此为止 家里上下几十人口 就有一条生路了 陈不征心中一动 什么秘密 如果确实有价值 放你全家一条生路又如何 如果没有 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了 王黎轻忽了一口气 能谈就是最好的结果 祖帝 陈不征陈阴片刻 心中盘算了片刻 可以 但你必须回答我一些问题 王黎心里一松 最大的担忧已经化解 他在无一丝压力 颇为轻松道 你想知道什么 他现在已经放下了一切 对于陈不征的提问 自然是毫无保留 毕竟 这是他的家族 最后一条生路的掌握者 他现在 想早点死 也早点解脱 陈不征面色平静地 坐在王黎对面 清冷的声音在室内传开 你口中的祖地 是不是 三大仙门把持的那个秘境 希望你不要隐瞒 不然 后果你是知道的 文言 王黎沉吟了一会 他知道 必须将此事交代得清清楚楚 不然 那些苦果 就落在了自家的族人身上 他也不会安心的 不错 王黎抬起头来 看着诚不征 正是那个秘境 开创秘境的大能 便是我王家先祖 家族衰败了太久 直到我这一代 才出了一个武林根 此人 正是我二弟王人 原本我们兄弟 也没有在意祖地 直到一天 二弟 回到告诉我 祖地在那里 并告诉我 祖地的巨大价值 我们这才开始谋划 在二弟的帮助下 我坐上了县令这个位置 而他不断地苦修 修为越高 夺射成功的几率越大 直到二弟晋升炼器六层 卡在瓶颈 再也无法突破 才开始实施计划起来 为了家族的心腹 我也答应了下来 王黎平静地说着 但说到家族心腹时 诚不争能感觉到 他那心腹家族的使命感 对于王黎来说 心腹家族 成为修仙家族 已经 不顾一切后果了 不然 他也不会 答应王人血迹权限 成不争没有接话 默默地听着 他接下来话 据二弟所言 祖地内原本还有一个传送阵 但现在已经不能用了 传送阵 成不争眉头一皱 他在王黎与王人交谈 也未曾听闻过 嗯 祖地内的传送阵 可以通往无尽之海的传送阵 那是逃生传送阵 可惜 现在已经不能用 但在一个隐秘的地点 还有一个传送阵 可以进入祖地秘境 却不能出祖地秘境内的传送密室 更不用说到灵药员采取灵药了 否则 一旦出了传送密室 便会遭到祖地秘境内的攻击 除非在仙门 把持的出入口 才不会遭到攻击 据二弟所言 印记阵法被破坏了 通过传送阵进入的阻地 却无法凝聚阻地印记 从而使得 在传送室之外 就会遭到攻击的原因 而后 先被又实验了诸多后手 都无法进入传送室范围之外 据二弟所言 正是那个可恶的阵法大师 联合诸多高阶修士 将家族的后手全破坏了 这也是祖地秘境 阵法运行了 太久了 大阵才有了一丝破绽 给那个阵法师一个机会 否则 那个阵法师 绝无可能破坏先祖的后手 现在只有一个出入口 还有存有印记阵法 能安全地进出祖地 便是仙门所把持的出入口 这也是 夺势的缘由 也是二弟想混入仙门的原因 成不征在心中 默念了一句 祖地 传颂阵 无尽之海 看来这个家族 远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啊 那块记载祖地的御简 在哪里 在二弟那里 王黎不可否知道 难道你没有看见 那块古朴异常的御简吗 有 难道先尝 没有查看吗 王黎说话间 有些试探的意思 对此 成不征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道 是吗 他从王仁的储物袋内 取出一个古朴异常的御简出来 他的目光 落在手心上的御简上 现在还有机会说 不然 不要怪我 不给你家族生路 闻言 王黎一正 尴尬的一笑 脸上浮现出 漠然回想起的神色 此御简 是用特殊方法炼制的 虚敌血后 方可查看 否则 强行查看 自动碎裂 化为灰烬 陈不征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刚才王黎心跳异常 血液流动 微微加速了一些 王黎停顿了一下 缓缓开口道 需要的血液 必须是老祖的后人血液 对于这些问题 王黎一一做了充分的回答 陈不征对他回答得很有诚意 陈不征沉吟了一会 清冷道 最后一个问题 这些都是你二帝王人 告诉你的吗 王黎眼中闪过一丝回忆之色 黯然地点了点头 御简里面记载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毕竟我不是修士 没有灵根 我只是一个凡人而已 所以也无法查看御简 密室内 还有一些祖上 传下来的御简 就在府衙内的密室内 说着 王黎便将具体地点 告诉了陈不征 片刻之后 陈不征看了一眼 眼前的老者 指尖弹射出一道灰蒙蒙的法力 在气景泊上一转 一颗苍老的人头 掉落在地上 我要食言了 见词 他伸手虚握 一股无形之力 将尸体内的所有血液 化为一条细流 朝着一个玉瓶内飞去 眨眼间 地上的尸体 化为一个干尸 毫无水分 异常浇干 陈不征一灰一袖 一道火苗 在其干燥异常的尸体上 燃烧了起来 不多时 化为一盆骨灰 被他扬了出去 他看了一眼后 往前院走去 那里还有后尾 等待着他处理 斩草不除根 将来 必定后患无穷 来到前院 陈不征见到眼前大大小小 二十几口王家族人 他挥手叫不快退下后 王家大大小小的二十几口人 恐惧地看着眼前的仙人 陈不征静静静地看了许久 将心底那一丝柔暖 彻底地镇压 而后弹射出一道灰蒙蒙的法力 分化为二十余丝 向眼前的王家族人冲去 陈不征背手转身 微抬着头颅 仰望浩瀚无穷的星空 眨眼间 二十几口 彻底死透 将王家后人血液逐一收取 少青 一道火苗 瞬间笼罩在所有的尸体上 将其化为一堆骨灰 陈不征衣袖一挥 一堆骨灰 被他抛洒在星空 他没有大意 亲自查看了一下 是否有幸存的火口 侥幸逃脱了捕快们的抓捕 否则 那个走脱的王家后人 未来 可能就是他心头大患的源头 霍根 是有多么麻烦的一件事 毕竟 未来的事情 谁能说得清 天道轮转 命运无常 陈不征仔细确认后 无疑不差 他才彻底地放下心来 诸事完毕 陈不征丝毫没有耽搁 来到倒塌那堂右侧的房屋内 沿着走廊 走向了书房 书房有两丈方圆大小 里面布局非常的精致 房内充斥着淡淡的墨香 颇为古色古香 陈不征没有细细打量 静止走向书架 取出书架第二排 第三格里面的那几本厚厚的书籍 他伸手 轻轻地往里一压 而后往右一推 里面又有一个头颅大小的空间 托盘上放着一颗价值万金的夜明珠 陈不征看了一眼 却没有丝毫心动 轻轻地将圆形托盘 往左转动了三圈 咔咔咔 只见书架自动往两边一去 只见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他没有犹豫 静止走了进去 通道不长 大约为六丈长短 走到尽头 陈不征推开石门 密室内 只有三丈方圆大小 里面只有一个长条供桌 上面供奉着祖先牌位 一侧放着一个木箱 陈不征大手一挥 木箱打开 里面放着些金银珠宝 地器之类的贵重物品 他看了一眼 心中一动 将金银珠宝等物品 收了起来 陈不征有细细地打量了一番 眼前的长条供桌 见内侧有一桌角 短矮一点 用一块黑乎乎的砖块垫着 他伸手一招 那块黑乎乎的砖块 静止飞到他手心里 而长条桌因四腿不齐 斜歪着 上面的牌位 因此倒在了桌子上 陈不征将那块黑乎乎的砖块 握在手里 法力一阵 将上面的尾桩彻底撕裂 只见那黑乎乎的兽皮破裂 三块玉箱 叠在一起 他取出了一块玉箱 将四块玉箱排列 放在了桌子上 取出那玉瓶 倒出四滴血液 分别滴在四块玉箱上 桌上的四块玉箱 忽然泛起了一层血光 然后消失不见 陈不征捏住 那块古朴异常的玉箱 查看起来 一刻钟后 他仔细地阅读后 发现与王李所讲并无不同 只不过详细许多 玉箱内还刻入了一份插图 正是传送真位置所在 第二块玉箱内记载的是 那位王家大能的生平事迹 从一个放牛娃的 到大能的成长故事 虽然有些美化 但还是很有价值 玉箱里面记载了 那位大能的生平足迹 以及所见所问 虽然没有功法与法术 但也能增长一番见识 玉箱里面还有无尽之海的记载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也可以参考一番 第三块玉箱内记载的是 王家传承的祖谱 始祖就是那位王家大能 从中可以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家的衰退历史 第四块玉箱内记载着 从王家大能时期 到六百年前的修仙界的变故 从开始的苍羽界的大事 到附近几国修仙界 直至晋国修仙界发生的大事 探查消息的范围 一直都在缩小 也代表了王家的的实力 一直在倒退 成不争将四块玉箱收起后 在密室内用神石 而后他成绩也轻点了王人的储物袋 法器有四件 一件中品防御法器白玉珠 中品法器李火箭 以及下品飞行法器神风舟 下品法器收纳玉瓶 以及灵兽袋内 装着两节的青雁蛇与狮灵兽 下品法器收纳玉瓶 正是收取血液的玉瓶 也是王人自己准备的 丹药都是一瓶屁股丹 疗伤灵丹 一瓶纳气丹 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杂物 玉箱有三块 一块玉箱内记载着青雏绝 应该是王人的修炼功法 此功法并没有特殊之处 也是烂大戒的一种平常功法 十块零十一册 第二块玉箱内 记载的一些五行法术 火球术 青参术 缠绕术 第三块玉箱内 记载着一门邪术 血迹夺舍大法 以生灵为祭 以生为瘾 施展逆天邪术 进行夺射 生灵的实力越高 夺射的成功率也越高 夺射后 甚至还能将修为提升一节 可见 这门邪术的逆天之处 最后就是一块兽皮地图 里面刻画着一幅 弯弯曲曲的地图 查看完毕后 将私人杂物都处理掉 整理一番后 成不争带着轻松愉悦的步伐 出了实事 回到书房 坐在平日里 王黎坐的位置上 抽出一张白纸 平摊在书桌上 研磨 取笔 书写事情发生的经过 都记录下来 虽然来到天水县 没有一天 但事情 却发生了不少 当然 并不是完完全全地记录下来 其中肯定要修改一部分 毕竟死了一个县令 肯定要给府衙那边说一下 虽然也没有什么大案 但还是要将首尾处理好 成不争 避重就轻地书写着 比如说 王黎勾结协修王人 企图将全县人口 为炼化为血精 以助妖兽晋升 但皇家村 已经化为妖兽口粮 妖兽被他斩杀 最终将协修 连同县令及其家人 都被让处死 没办法 不怎么写 肯定会牵扯出 他想隐瞒的事情 毕竟这可是一个机缘 虽然目前不知道 这个机缘到底有多大 为了避免麻烦 该含糊的 全部含糊过去 花费了一刻钟 他才将该写的东西 全部书写完 指尖略微散出一丝法力 将磨迹轰肝 简单地对折两下 取出一个信封 将其封住 此时 已经是半夜了 程不征走出后院 来到前院看着漆黑星空 立刻找到了守卫 在门口处的捕快 县衙是重地 每日都有人轮流指手 县衙内有值班房 专门给值班的捕快休息的 何况 今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他们一个个都没有睡意 坐在那里 大眼瞪小眼 默默无声地看着 程不征走进来 看了他们一眼 捕快们恐惧地低下头 上先不知有何吩咐 年长的捕快 稍微镇定点 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来 程不征看了这些捕头一眼 虽然不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但脸上害怕的表情 却不由自主地露了出来 你叫什么名字 禀告 上先卑职名为高志鹏 现在县衙内 还有比你资格更老得不快了吗 回上先 在县衙内除了李捕头之外 就数卑职当差的时间最久 程不征漫不经心地 瞥了他一眼 那你现在带李捕头 直到府衙任命过来 现在县衙内的收拾干净 接下来有几件事情交代于你 是 上先 你轻讲 高志明微微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脸上露出欢喜的神色 果不其然 紧接着城不征开口道 第一件事便是王黎的事情 就到此为止 城不征想了一下 接着说道 你带人将县衙内收拾一下 希望你们能好好地记住 我说的话 说到最后 他语气不由地严厉起来 是 先尝 高志明心中一紧 慌忙点头道 我一定会叮嘱好他们的 我等 多谢先掌人词 在班房休息的捕快门 脸上露出轻松神色 连忙回应道 如此最好了 第二件事 你现在派人 将此信函转成给知府 我已经将此事的经过 书写在上面 说完之后 城不征 直接飘然而去 礼貌三求 求收藏 求推荐 求点赞 城不征走在寂静的街道上 抬头看着浩瀚的星空 心神不由地平静了许多 任务已经结束 他是该回去了 出了县城 黄光一闪 城不征消失在原地 一个月后 青山镇 城家村 城不征背着一个布包 走到城家村的村口 见到一群顽童 一个个地被包成小团子 村里乡间小路上 追逐嬉闹 光阴荏苒 一转眼 八年多过去了 不多时 城不征脚步停留在一个庭院前 忽然 看到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 动作鬼鬼祟祟的 小心翼翼地朝着大门一去 探出小脑袋 乌溜溜的大眼 小心地探望着周遭 好似要偷溜出去一般 这时 小家伙注意到了城不征 颇有胆思问道 叔叔 你停在我家门前干嘛 城不征微笑看着小家伙 我停在这里休息一下 你想出去吗 叔叔 带你出去玩 好不好 闻言 小家伙连忙跑向庭院内 边跑边大声喊道 爹爹 有坏人在我家门前 城不征见小家伙 已经跑进庭院内 便不再停留 推开大门 跨进庭院内 他低声难语道 虎头虎脑的 简直和哥哥是两个性子 看来性子随大嫂 小家伙看到城不征跟着走近后 连忙跑到大哥身后 同时 小手一指城不征 连忙对大哥说道 爹爹 就是他 他想骗我出去 还好我聪明 不然 爹爹 你就看不见我了 说着小脸露出 一副怕怕的神色 大哥看着眼前的少年 看着有些熟悉的面容 小哥你是 大哥 城不征微笑地 看着眼前有些憨厚的大哥 开口道 我是不征 我回来了 闻言 城大狗激动地上前两步 紧紧地抓住城不征的双手 道 不征 真的是你吗 嗯 父母 可安好 一切都好 小妹已经嫁人 可惜 你没有看见那一天 兄弟聊了许久 而后 大哥拍了一下小家伙 笑道 这是你二叔 你不是一直 想见二叔吗 还不快 见过你二叔 小家伙从大哥身后 探出小脑袋 怯声声 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你真是我二叔 小家伙丝毫没有 初见城不征时 那副胆色 嗯 城不征含笑地看着小家伙 开口道 我就是你二叔 小家伙终于从大哥身后 走到城不征面前 大大方方地对城不征喊道 见过 二叔 二叔 你有没有带好吃的东西 给小念啊 看着小家伙 城不征心中也是颇为欢喜 将小家伙抱在怀里 一边逗弄着小家伙 小弟 大哥看着眼前 如同城里贵公子的小弟 开口问道 八年多了 你怎么不回来一趟啊 你可知 父母多想你啊 哥 城不征看了一眼大哥 有些无奈地说道 现在我修为还低 还有时间回来 以后 我回来的时间会更少 等修为更高 往往一闭关就是几年 一个任务 可能也需要几年 下次回来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有空回来 哦 大哥点了点头 面色复杂地 看了眼前的弟弟一眼 而后有些无奈道 不征 那你这次多待些时日 小家伙也想留下二叔 陪一起玩耍 乌溜溜的大眼睛 看着城不征 用颇有些撒娇味道的语气 清脆道 二叔 留下来好不好 我想和你一起玩呢 闻言 城不征沉思了片刻 微笑地点了一下 道 好 二叔 就多待时日 与你玩耍 二叔 你真好 什么时候带我出去玩耍 我好久没有出去了 明天 二叔带你出去 你想去哪里就到哪里 好不好 夜晚 后院 一家人在后院内 吃着烤制的妖兽肉 真好吃 城江市吃着妖兽肉 看着城不征说道 小二 这是什么肉啊 怎么吃了 有一股热乎乎的气流 在体内乱窜 娘 这是能延年益寿的好东西 那你也要多吃点 不要不舍不得吃 我和你爹 少吃一点没关系 你们多吃点 娘 这东西对我没有用 这妖兽肉多的事 你们不用担心 城不征含笑地说着 五天后 正在与侄子承念玩耍的城不征 忽然 见到天空飘落鹅毛大雪 寒风潇涩 他轻叹一声 时光如流水啊 原来 今天正是除夕 小院里隐隐的 多了一股浓郁的喜气 在修仙界中 也有过除夕的习惯 毕竟修士 也是从凡夫俗子眼辫来 二叔 小家伙说着 看了一眼面前的雪花 心里有些蠢蠢欲动 清脆道 外面已经下雪了 我们出去看看吧 好 城不征微笑 道 二叔 带你出去看看 崭新的陶服 已经挂在各家各户的大门上 村里来往的村民 脸上也多了一份喜气 在边角处 已经形成一层薄薄的白雪 一幅完美的乡村除夕图 浮现在城不征的眼帘中 这时 小家伙眼神中 浮现期盼的神色 看着城不征 脆脆声声地喊道 二叔 等会我们堆雪人 好不好 爹爹 娘亲都不跟我 一起堆雪人 好好 城不征点了一下 道 二叔 与你一起堆雪人 看着不由自主高兴起来的小家伙 城不征心情也变得开朗了许多 小家伙咬着指头 乌溜溜的眼睛发出 灼热的光芒 盯着城不征 缓缓道 二叔 叫爹爹 娘亲一起出来 堆雪人好不好 我怕他们在家 无聊 小家伙经过几天的熟悉后 开始暴露出贪玩的本性 小家伙哪里是怕父母无聊 分明是一个人玩的不尽兴 多拉几人一起玩耍 自己喊不动父母 拉起了自己心靠山 小算盘打的霹里啪啦响 城不征没有放在心上 随口应付道 嗯 侄子的大眼睛转了一圈 伸出粉嫩的小爪子 清脆道 二叔 我们打勾勾 不许耍赖 城不征无奈地伸出手 一大一小的手 在乡村田野上 打起了勾勾 小东西 边打着勾勾 一边喊道 一百年不许变 小东西 在哪里学会的 这一刻 城不征陷入了 深深的思考之中 正值心结 村民们相互串门时 城不征这般哄孩子的举动 吸引了 来往兼村民的注视 同时 村民露出淳朴 而又戏谑的笑意 城不征没有在意 伸手摸了摸大侄子的小脑袋 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二叔 带你到县城玩 好不好 真的 二叔 还会骗你不成 二叔 那我们快走吧 小家伙说着 小手边拉着城不征往前走 夕阳西下 城不征带着大侄子 回到了家里 回来了 正在 前院干活的大哥 见到他们回来后 颇为好奇问道 小念 今天与二叔玩得开心吗 小家伙手里拿着零食 正在往嘴里送 三两口 快速咀嚼着嘴里的零食 一口咽下 嗯 小脑袋连忙点头道 和二叔 玩得可开心了 二叔 还带我吃了 许多好吃的 小叔 这时 身穿白衫的大嫂 从后院走来 开口道 饭菜一做好 今天带小念受累了 走 大哥随手关上了大门 兴奋道 吃饭去 今年除夕一家人团圆 二弟也回来了 是值得高兴的日子 月如玉盘 繁星点缀 一家六口人 围在餐桌旁 桌上摆着几道 妖兽肉所做成的菜肴 以及一些家常菜 城不征微笑着 与家人谈论着 以往早早入睡的成念 此时 精神十足 小东西 今天吃的零食比较多 有一口没一口的 同时 乌溜溜的眼睛 时不时地盯着城不征 城不征见此 没有在意小东西的目光 依旧与父母 大哥 大嫂谈论着 不多时 小东西依旧不见 二叔叫父母 明天一起去堆雪人的事 小东西开始坐立不安 时不时地 看着城不征 时不时地 拉一下城不征的衣衫 城不征见此 不再逗他了 爹娘 大哥 大嫂 明天我们一起 陪小念出去玩吧 二叔 不要太惯着他 大嫂微笑道 是啊 大哥瞪了眼成念 开口道 二弟 你别太惯着这小子 小二 这么多年 才回来一次 你们就听小二的吧 城将是拍板道 二弟 大嫂犹豫不决地 看着城不征 吞吞吐吐吐 道 小念 能跟你修仙吗 场面顿时 寂静无声 一家人都在看着他 对此 城不征并不吃惊 知道家人迟早要问的 大嫂 城不征摸了摸小念的小脑袋 叹了一口 道 我回来的第一天 就查看过了 爹娘 大哥 大嫂 你们都没有修仙资质 没有灵根 随后 城不征将修仙的门槛 细细地讲解了一遍 清晨 朝阳出生 将最后一丝鱼暗扫荡 盘坐在床上的城不征 缓缓地收工 周身聚集的灵气 快速散去 他感应到门外有人 神是下意识地 朝外面探去 只见一个裹得跟包子似的成念 身穿白色皮奥 小脸上通红 两只大眼睛 东张西望 城不征一挥衣袖 房门无风自动 朝着外面推开 进来吧 城念一见房门打开 连蹦带跳地 朝着城不征扑去 开口道 二叔 你怎么起得那么晚啊 我 好早就起来了 是吗 城不征笑眯眯地 摸着城不征的小脑袋 道 你是念念不忘 今天要出去玩 才这么早起来的吧 前些天可没见你 这么早就起床了 小东西好似被人抓住了小尾巴 脸色有些窘迫 支支吾吾的 半天也说不出有力的反驳 而后小东西 不管不顾地 撒起胶来 二叔 时间不早了 我们出发吧 小东西紧紧地 拉住城不征的手 颇为期待地看着城不征 是吗 城不征动弄着侄子 道 我看时间还早 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 二叔 小东西的声音 又长又焦 他一听 不由得有些头皮发麻 这熊孩子 在哪里学到的 还是无师自通 好好 城不征拜下阵来 道 我们马上出发好不好 接着 他笑着道 你去喊你爷爷 奶奶 你爹爹 娘亲 文言 小东西 小脚踢了踢地面 低头小声 道 他们 不理我 怪不得小家伙 这么早就守在他门外 原来在这里 等着我呢 我们一起去 叫他们准备出发 好不好 好 二叔快走 小东西连忙拉着城不征 朝着门外走去 小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神色 城不征驾驭着灰蒙的凌云 怀里抱着江念 小家伙看着灵妻照外面的风景 极为兴奋 大呼小叫着 哥哥牵着媳妇的手 站在凌云上 好奇地看着不断后退的雪景 爹爹虽然没有说话 但满脸激动的表情 已经彻底地出卖了他 娘亲更是不断地向城不争问着 各种问题 一道灵光在天空中平行划过 整个大地白雪挨挨 山川峻岭高低不平 进入眼帘 一副动态美景图 油然而生 少青 一道灵光 宛如流星滑落大地 降临于一处山谷内 二弟 大嫂看着风景道 这山谷真漂亮 你是怎么找到的 这处山谷 城不争还没有说完 就被怀里不安分的小家伙 一脸兴奋地打岔了 他可不管 景色美不美 二叔 我们一起对雪人 打雪仗 娘亲 小东西的声音悠长而交瘁 开口道 大嫂似乎完全免疫一般 依旧望向远处的风景 城不争头皮发麻 看了一眼大哥 小声道 这是 你教的 不是 大哥一脸憨厚地摇着头 憨憨地笑道 可能 是你大嫂教的吧 城电踩着厚厚的白雪 跑向大嫂 在雪白的大地上 留下深深的一路小脚印 小东西紧紧抱住 大嫂的小腿 仰着头 目光稀迹地看着娘亲 片刻之后 小东西 娘亲 没有丝毫在乎 于是 跑向了爹爹 拉住大哥的衣衫 开口道 爹爹 娘亲大 大嫂 城不争微笑地说道 大嫂风景以后看 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 不要将小念弄得不高兴 嗯 大嫂好笑地看着儿子 今天 就给你二叔一个面子 成年见娘亲点头后 便开始兴奋地公布 堆雪人的规则 声音脆脆地说道 我们比谁 堆得雪人大 开始 说完之后 不带几人反应 小东西立马 蹲在地面 将白雪慢慢地合拢起来 一步步地压实 旁若无人的小东西 全心全意 一心将自己的雪人 堆积变大 一家人早就穿好了 成不争准备皮袄 都是上等货 钱财对于他来说 除了给家人用之外 没有任何用处 父母 笑眯眯地 站着法律罩内 看着孙子欢乐地堆雪人 而成不争 大哥 大嫂 都陪着小东西堆雪人 一副动态的全家福 映入眼帘 日月交转 时光荏苒 转眼间 已经大半年过去了 在这半年内 成不争所携带的 妖兽肉 与繁俗所能服用的丹药 都消耗殆尽 家人都已安排妥当 可以安稳无忧地 过上小日子 当然 繁俗赢钱 全部留给了家人 为了不被心怀叵测的 有心人所害 特意做了几刀后手 在前往县城时 成不争路过青山镇时 进入白人堂 拜访了大夫 顺便将前折的大恩 还抱了一番 苦灰飞扬 半天后 成不争以白云门的修饰身份 先是拜访了青山镇 镇长 而后 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拜访了此间的县令 连番做出了各种保证晕晕 诸事处理完毕 成不争也彻底地放下心来 下次再回来却不知道 是何年何月 成不争悠悠一叹 抬头眺望着天边的晚霞 心里却是说不清 道不明的滋味 涌上心头 站立了许久 成不争缓缓地 平复着心神 黄光一闪 成不争顿入地下六丈处 经过长久的考验 现在他对于地下 出现奇奇怪怪的东西 并没有感到意外 反而 是对于如何更加轻松的顿行 有了更深的体验 站立顿行 趴着顿行 侧身顿行 以及最为舒服的姿态 躺着顿行 都非常有心得体验 土顿术的经验 那也是更加的丰富 如紧急转弯 横向飘移 突然跳跃 侧身闪避 等等一系列 极限操作 无遗不惊 半月后 成不争正在地底遨游 心里盘算着 还有几日达到门派 忽然 他感应到右上方 也有一道黄色的灵光 这是他第一次 遇见有人在他上面 他向右上方看去 心念一动 成不争双眼珠内 各自浮现出一朵青莲 闪耀着青色的灵光 看起来极为神异 他定眼一看 右上方的黄色灵光内 包裹着一位猥琐异常的老道 他嘴角露出蜜枝般的笑容 正如乌龟探头的模样 他目光紧紧地盯着 地面上那娇艳异常的少妇 猥琐老道散出的灵压 恰好也是炼气六层 此时 他正紧跟着 正在低空飞行的两位修士 那两人都是炼气中妻 一位炼气六层 一位炼气五层 这一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喜出望外 被人跟踪的两人 其中炼气五层的修士 是卫生披白色青莎的少妇 那白莎薄如禅翼 将郊躯展现了淋漓尽致 那一脸妩媚的样子 正依靠在身侧的黑衣大汗怀中 见此 成不争也认出这两位修士 黄师兄的小命 就是折在这两人手里 当时心想 有机会 有能力 不介意顺手斩杀这两人 为其报仇 他想不到短短的八年后 再次遇见了 妖艳的少妇与黑衣大汗 难道这是黄师兄在有灵 希望他能为其报仇血恨 想到这里 成不争决定稳了一手 顿时 又往地下顿行了三丈 距离猥琐老道 足有六丈距离 同时 他又施展隐秘术 将灵气波动 气息 灵压 彻底地隐藏起来 做好诸多准备后 他不紧不慢地跟着 又上方正在顿行的 猥琐老道 成不争虽然不知道 猥琐老道具体是 打得什么心思 但 只要紧紧跟着 总会有结果 或许能渔翁得利 成不争美滋滋地想着 半个时辰后 成不争见上方的老道 突然停止了动作 拉到黄光停顿在地下三丈处 他知道这肯定是 上面的两人有了动作 见词 土顿经验异常丰富的成不争 当场来了一个飘移回转 距离 位置 都是拿捏得死死的 没有一个四灵器波动散出 完成停顿后 成不争心念一动 双目中再次闪现出两朵青莲 悄眯眯地观察着两方的情况 猥琐老道的目光 依旧在盯在 少傅若隐若现的郊区上 注意力完全集中在 那弧度异常的位置 时不时地 目光上下打亮着 而上方的两人 分别开始做着准备 黑衣大汉 一拍储物带 取出一个眼睛模样的法器 走到前面入口处 将这个奇怪的法器隐藏起来 而后返回原地 接着那黑衣大汉 取出了一个 鬼头大刀模样的法器 那鬼头大刀法器 造型颇为奇特 刀背上有九个骷髅头 好似镶嵌在刀背上 他握着鬼头大刀 向峡谷后面的拐角处躲去 来到隐藏位置后 又取出了一个 玉璧模样的法器 打出一个法觉 入口处的场景 映在黑衣大汉面前 玉璧模样的法器上 静静等待着猎物 而身披白色薄纱的 妩媚少傅 正拿出一个 镜子打扮着 时不时地露出右肩 或者左肩 又或者是拉下一点白纱 展现出一抹白皙的春光 各种妖娆动作 妩媚眼神 不停地秀着 好似要将自己的 最为美丽的身段 展现出来 时而露出楚楚可怜 渲然欲气的模样 外加傲人的身材 对着面前的镜子 照来照去 而底下三丈处的老道 宛如石雕般 一动不动盯着少傅 成不正见到这两人 一番不止 他知道这是围剿猎物前准备 或许黄师兄 就在那一抹春光中 迷失了自己 最终化为了一缕亡魂 却不知道 下个迷失在少傅群下的是谁 成不正心里 暗暗地猜测到 但 他绝不会现在 就出手斩杀这两人 此时 绝不是最佳时机 他也不会打搅 或者提醒 即将来临的肥羊 没有绝对的把握 将其全部斩杀 成不正绝对是不会出手的 况且 现在他也不知道 老道是单独的一人 还是与上面的某一人 是一伙的 又或者 这是他们团伙 新加入的成员 虽然这个可能性最低 但也不无可能 成不正知道 不管今天有没有等到肥羊 可能有一场大戏 展现在他面前 不知是红杏出墙 还是刀掌红杏的大戏 观察完毕后 成不正没有再继续探查 而是静静地等待着 现在他只要关注着 猥琐老道行动 便能掌握大局 猥琐老道不可能闲来无事 当一个尾随痴汉 见词 成不正右手一番 紫金镯低溜溜地 在右手上空旋转 准备随时发出雷霆一击 此时 这一幕平静的画面 宛如暴风雨来临的前奏 无名峡谷 一阵微风 沿着宛如长蛇状的小道 呼啸而过 这股峡谷风不但强烈 还带有怪笑声 让人不寒而栗 此时 在峡谷内有一位身穿白色沙衣 娇媚异常的少妇 正对着一面镜子 骚姿无首 不多时 这位娇媚的少妇 忽然眉头一皱 好似听到了什么 只见 少妇原本淡定无比的模样 突然 转变成一副惊慌失色的表情 不经意间 将那薄如蝉翼的白色沙衣 往下拉了一截 一抹春光乍现 地下三丈处 那道黄色灵光 微微移动着 而地下 九丈处的陈不征 见那猥琐的老道 有一栋的迹象 心念一栋 他双眼珠内各自浮现出 一朵青莲 朝着上面望去 陈不征见到 那妩媚的少妇 竟有如此精湛的演技 心中不由地感叹道 这演技 不拿小惊人 都有些可惜了 那副惊慌失色的神情 将心底那抹慌乱 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不经意地一拉 春光乍现 不但巧妙到巅峰 更是宛如神来一笔 不愧是修仙界中的老戏骨 陈不征没有权利施展童树 也知道戏剧的主角已经来了 他静静地 看着这场即将开始的精彩戏剧 此时 地面上 那身披白沙的少妇 驾驭着一柄飞剑 慌慌张张地 向远处的一道灵光飞去 在少妇后面二十丈处 一位黑衣大汉 驾驭着一道赤色的灵光 向少妇追去 同时御使着 一柄鬼头大刀 向少妇斩去 远处 那一道灵光内青年修士 见到此幕场景 准备绕过这片是非之地 身披白沙的少妇 见对面的青年修士 有了绕道而行的打算 惊慌失措地喊道 道友 奴家乃是傅家修士 傅秀 道友救我一命 傅家必有大报 文言 青年修士见后面的黑衣大汉 其修为与他一样 都是练齐六层 但他练齐六层巅峰 他心中微动 他却知道傅家 是有助基期修士坐镇的 修仙家族 青年修士 尽管心中有所异动 但他没有丝毫大意 防御护照不知不觉已经升起 他没有立即答应 反而问道 那位道友 为何追逐于你 是为了 少妇还没有说完 就被黑衣大汉打断了 这时 黑衣大汉紧随而至 他皱着眉 看向青年修士 立声道 道友 还请你不要插手为好 现在阁下离开 在下绝不阻拦 娇媚的少妇 楚楚可怜地 用西记的眼神看着 眼前的青年修士 好似丝毫没有察觉到 身披的白纱 不知不觉地落下了一截 青年修士眉头一皱 看着不远处的黑衣大汉 淡然道 道友 可否给再下一个面子 那要看你的面皮 是不是 说着黑衣大汉将手里的 鬼头大刀往前一扬 向青年修士积射而去 同时 黑衣大汉双手打出一道法诀 只见那鬼头大刀 散发着有黑色灵光 带着呼啸声 斩向青年修士 黑衣大汉 低喝道 斩 剑慈 早就做好准备的青年修士 右手一扬 赤火色小锥模样的法器 射了出去 小锥迎发掌 冲向了鬼头大刀 而身披白纱的少妇 一拍储物带 一个袖球模样的法器 散发火红的灵光 向黑衣大汉砸去 最先与鬼头大刀遭遇的 便是青年修士的小锥的法器 此时已经叫小锥 却有些不合适了 那小锥现在足足半张大小 哄 犹如两团光源 碰撞在一起 呼吸间 火红色绣球模样的法器 带着一道红色的流光 冲击而来 只见黑衣大汉 手中的法器一扬 一个盾牌闪现在他身前 瞬间变大 足足有一张大小 而后更是散发出一道灵光 将黑衣大汉包裹起来 二面夹击下 黑衣大汉 不由地往下落去 原本已经占据上风的青年修士 可以安然撤离了 但修仙界的常识 却不是如此 一旦交手 必是生死之战 绝不会那么地闻名和谐 除非双方都有底牌 相互忌惮 才会和平收手 但该下黑手时 快 哼 毒 绝对不含糊的 落在峡谷内黑衣大汉 双手不断地打出一道道法绝 鬼头大刀 刀背上的九个骷髅头闪烁着幽光 黑衣大汉低喝道 分 九个骷髅头自刀背上脱落下来 盘旋在空中 而后射出九道幽光 缠绕在鬼头大刀 幽光大肾 威力大掌 鬼头大刀带着惊人刀器 将大锥劈飞 而后黑衣大汉 右手成剑指 在空中一滑 低喝道 转 六个散发着幽光的骷髅头 射出六道幽光 缠绕在鬼头大刀 带着强烈的杀鸡 向青年修士斩去 另外三个骷髅头 向少妇射去 面对鬼头大刀 携带着惊人的杀鸡 青年修士没有丝毫的慌张之色 他将手里的小塔 往上一抛 双手打出一道法绝 青铜色的小塔 稳稳停在他头顶上空 而后那青铜色的小塔 落下一个青铜色光照 将它包裹起来 碰 鬼头大刀的锋芒 与那一层青铜色的光幕 发生激烈的碰撞 那一层青铜色的光幕 如同水面般荡起了 一圈圈一连 见词 青年修士 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心中也是后怕不已 而妩媚少妇 见到三个骷髅头 宛如流星般滑落 面色紧张不已 右手一抛 一个令牌模样的法器 稳稳当当地悬浮在他的面前 而后落下一层防御护照 这一层防御护照 却安安稳稳地 将三个骷髅头 荡下了来 妩媚少妇 见青年修士的那一层防御护照 差点被击破 面色露出着急之色 道妖 你我合在一起 两层防御护照 足以与他的法器抗衡 你看如何 少妇却没有立即上前 与青年修士回合在一起 他在等待着青年修士的回应 但脸上的着急 担忧的之色 却展现得微笑微妙 地下观看的群众之一 成不争 他知道 这场精彩的大戏 即将到达了高潮部分 见词 他依旧没有任何动作 津津有味地 观看着大戏的精彩部分 无名峡谷内 在这峡谷内 弯弯曲曲的小道中 此时 正有三名修士在斗法 黑衣大汉 站立在峡谷内的小道上 面前顶着一面的大盾 大盾散出的一道灵光 将其包裹住 那大盾散发出的防御护照 稳稳当当地承受着 绣球与大锥的攻击 但黑衣大汉 也并没有留守 鬼头大刀 拖着六个骷髅头 斩向对面的青年修士 另外三个骷髅头 攻击着妩媚的少妇 而黑衣大汉 对面的是一位青年修士 头顶一尊青铜色小塔 小塔落下一层青铜色的护照 将其笼罩住 那一层青铜色的防御护照 面对携带着 惊人威力的鬼头大刀 隐隐有不知之感 青铜色的防御护照上 荡起了一层层一连 青年修士面露着急之色 疯狂地御使着大锥 轰击着对面的黑衣大汉 而在青年修士的左上方 有一位妩媚的少妇 正驾驭飞剑 停顿在空中 一块令牌悬浮在她面前 散出一道灵光 将其包裹住 三个散发幽光的骷顱头 吐出三道幽光 俯视着少妇的防御护照 此时 少妇面露惊恐的神色 预使着绣球般的法器 从不同方位 砸向下方的黑衣大汉 青年修士 听闻到少妇的应援声后 那青年修士脸上的着急之色 立即平缓了许多 随即眼珠一转 开口道 可 不过 你得听我安排 妩媚少妇 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回道 当然 道有你是旧妾身材 与她斗法的 否则 妾身早已化为一缕亡魂了 你到右侧 呈脊脚之势进行防御 一息之间 两人便达成了战略合作 话音刚落 妩媚的少妇 好似心 大定 玉面上的惊慌质之色 随即平缓了不少 脚下的飞剑 化为一道灵光 向下飞去 剑慈 黑衣大汉 好似急了一般 迪鹤道 休想 黑衣大汉 双手不停地打着法绝 只见 原本向少妇的攻击的三个骷髅头 方向微转 向下冲去 宛如灵火一般 沿途留下长长的流光 合 瞬间 三个骷髅头 与另外六个骷髅头回合在一起 而后九个骷髅头 幽光大肾 化为九道流光与鬼头大刀 化为一柄巨大的鬼头大刀 黑衣大汉 右手成剑指状 往前一滑 迪鹤道 斩 巨大的鬼头大刀 吞吐着幽芒 刀影上携带着极其锋利寒芒 展向青年修士 见此 青年修士疯狂地往青铜内注入灵气 那青铜色的光幕越来越盛 泛着金属光泽 宛如青铜打造般的护照 碰 一声巨响 在峡谷内传开 引起诸多连锁反应 山壁上的岩石 不断地往峡谷内滚去 轰 轰 轰鸣之声 连绵不绝 鬼头巨刀 与青铜般的护照 发生激烈的碰撞 犹如两个光源在争相交辉 那一层金属般的护照 泛起的衣脸 却是层层跌宕 欠此 道兄 切身助你 妩媚的少妇惊呼道 妩媚的少妇 双手打出一道法绝 绣球模样的法器 散发着红色耀眼的灵光 而后她伸出鲜鲜玉纸 在空中一画 散发着红蒙蒙灵光的绣球 向鬼头巨刀砸去 就在靠近鬼头巨刀时 却擦身而过 心中惊骇不已 惊慌失措道 你们是一伙的 哄 就在青铜护照即将破碎时 刚想有所动作的青年修士 一根细小绣针模样的法器 无声无息地穿透了 身后的青铜护照 来不及防备的青年修士 被细针穿透后脑勺 自眉心处飞出 而后落在妩媚的少妇手里 宛如青铜打造的光幕 如瓷屏般地碎裂了 化作光点 消失在天地间 当 上空悬浮着青铜小塔 也瞬间掉落在岩石地上 黑衣大汉上前 将青年修士身上的灵雾 搜刮一空 而后一道火球 将其烧得干干净净 火焰熄灭 一堆骨灰出现在原地 一阵窜山风吹过 带走了青年修士 最后一点痕迹 收拾完毕的黑衣大汉 上前两步 搂住了妩媚少妇的郊躯 看着怀里身披青纱的游雾 心中忍不住的星园一马 黑衣大汉黑黑地笑道 老规矩 收获 六四分 让让切身吗 黑衣大汉 嘴里黑黑地笑道 下次一定让 老规矩 我们去庆祝一番 如何 焦滴滴的少妇 在黑衣大汉怀中 转身 玉璧搭在黑衣大汉的肩膀上 趴在他怀中 风情万种地看着他 娇声道 死样 你还有力气吗 文言 黑衣大汉腰一挺 却是搂得更紧 嬉笑道 有没有力气 你试试 不就知道了 好了 先回去恢复法力 说着 妩媚少妇的玉璧 轻轻一推 脱离黑衣大汉的怀抱 转身向前走去 黑衣大汉见此 连忙跟了上去 地底下的观众之一 程不征见第一场 精彩的大戏落幕后 知道第二场即将开始 就是不知道 这猥琐的老道 在这场大戏里 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 对此 程不征也颇为好奇 他见猥琐老道 又开始移动了 程不征也悄咪咪地跟随着 第二场大戏换场地了 却不知道这场大戏 又是什么剧情 程不征没有关注 上面的两位演员 而是紧紧地关注着 即将上场的三号演员 一个时辰后 老道再次停了下来 程不征也跟随着 即将上场的演员 停了下来 等待着好戏开眼 心念一动 程不征双眼珠内 各自浮现出一朵青莲 向上看去 他发现 这里地理环境 确实很优美 一山傍水 周围三面环山 迎面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 洞府处于 环山中央底部 呈现幽形 打开石洞的大门 便能看见迎面小河 洞府内 呈现品自行 两间密室 一间大厅 每间密室内 都有床铺 衣柜 桌椅 一阴俱全 家具都是用名贵的木材所打造 地面上还铺着汉白玉地板 洞府 宛如世俗的皇宫一般 异常的精致与豪华 云霞应落日 天边沮红如醉 两道灵光自远处积逝而来 滑落到一山傍水的一处峡谷内 黑衣大汉 搂着身披白色青纱的少傅 向不远处的洞府走去 身披白色青纱的少傅 靠在黑衣大汉怀中 手搭在黑衣大汉的胸口 娇滴滴地说道 王哥 你能将那门法术 传点号吗 好害怕哪一天 突然 就失去他的消失 说话间 少傅的眼泪不由地掉落了下来 他泪眼朦胧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闻言 黑衣大汉面色一沉 眉头紧皱 看着怀中的 缓缓地开口道 等几年后 浩尔心智成熟后 在传他 现在传他是或非福啊 浩尔 不也喊我干爹吗 我能不传他吗 况且 我们不都是 为了他吗 黑衣大汉看着怀里少傅 心里悠悠一叹 而面色毫无变化 依旧温柔地看着他 这个女人 看来是不能留了 虽然有些舍不得 但不得不要下狠手了 谁让你盯上了 我的独门秘书呢 想到这里 黑衣大汉下意识地 轻轻地抚摸着 少傅异常顺滑的秀法 闻言 妩媚的少傅 心里彻底地失望了 他知道 这是黑衣大汉的托词 多年的合作 对于枕边人的心思 差不多都能猜透 想到这里 少傅心中意狠 索性他已经做了一番准备 随即 少傅面色露出惊喜神情 看着黑衣大汉 温柔地说道 多谢 王哥 妾身今天 要好好地报答你 黑衣大汉 哈哈一笑道 那你 怎么报答啊 少傅媚眼如丝 看了一眼黑衣大汉 妩媚道 当然你最喜欢的那种 你先去恢复法力 我去炖一碗汤 黑衣大汉 有些疑惑地看着少傅 问道 什么汤啊 傻子 少傅风情万种地 看了黑衣大汉一眼 道 当然是大补汤 两人一边调笑着 一边向洞府内走去 不多时 黑衣大汉进入了一个密室 少傅在大厅内 正在炖着一碗大补汤 里面有各种奇怪的灵肉 他看了一眼密室的方向后 随即 他倾抬三寸金莲微微一跺 一股细微的震荡 往地下传去 此时 成不征见到这幕场景 直到三号演员 是属于哪方的了 虽然 他心里有所猜测 但亲眼见证 还是有股不一样的感觉 果不其然 那猥琐的老道 感应到 这一股轻微的震荡后 立即动了起来 一息之后 老道就来到了少傅的脚底下 伸出枯瘦的右手 向少傅的小腿摸去 少傅没有阻止 取出一个预警 蹲下身子 拍打了一下 那不老实的手 将玉剑放在了 那枯瘦的手心里 交接之时 白嫩的玉手 在其手心里 轻轻地划了一下 而后 妩媚的少傅 若无其事地站起身来 继续顿起了补药 身为最后一位观众 成不征亲眼目睹了 这一幕场景 而后 他见老道在少傅脚底下 停顿了一下 继续下潜到三丈处 向黑衣大汉闭关的密室顿去 身为观众的成不征 知道精彩的部分 就快开眼了 他也不知道 剧情会不会 像他想的那样展开 毕竟黑衣大汉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真是让他有些期待 一刻钟后 大补药已经顿好 少傅摇摆着迷人的身姿 向密室内走去 他伸出鲜鲜玉指 如同往常般 敲了敲房门 然后推门进入 少傅看了一眼 盘坐在床上的黑衣大汉 正缓缓地收工 王哥 法力恢复了吗 要不 等你恢复完法力 再喝汤 款款地向黑衣大汉走去 娇笑道 成不正见到这一幕 脑海浮现出一幕场景 大郎 来喝药了 突如其来的既视感 让他大呼过瘾 他知道 这碗汤 肯定做了手脚 不知道能不能瞒过黑衣大汉 这不由得让期待起来 盘坐在床上的黑衣大汉 忽然睁开双眼 周身聚集的灵气 快速地消散开来 黑衣大汉看着身段迷人的少傅 心里真是有些舍不得 他知道 少傅都是为了儿子 他所有的收获 很大一部分资源 都用在了他儿子身上 以至于修为落下很多 黑衣大汉 心中不由地想到 如果我是一个老汉的话 或许会将 这门秘书传给他儿子 但谁叫他 此时正处于壮年呢 或许 这就叫做 有缘无分吧 眨眼间 黑衣大汉心里闪过诸多念头 黑衣大汉 看了诱人的少傅一眼 道 先喝汤吧 看你手艺有没有进步 妩媚的少傅 缓步来到床边 随意地坐着 将玉碗递了过去 黑衣大汉 伸手接过了玉碗 而后少傅 靠在黑衣大汉的怀里 好似拉家长班 少傅张开樱桃小口 叹气道 浩尔 资质不好 只是武林根 未来不知如何是好啊 大门派 他进不去 奴家又不想浩 踏上我们这条不归路 修炼他也不努力 在白云城中 与一帮狐朋狗友私混 唉 少傅此时愁眉苦脸 宛如是一个为了儿子 操碎了心的母亲 闻言 黑衣大汉 好似很心疼眼前的可人 将少傅搂在怀里 安慰道 儿孙 自有儿孙福 你别操心了 这些年 操的心还不够吗 话是这么说 但哪个母亲不是如此 少傅在黑衣大汉怀里 扭转了一下 趴在他身上道 奴家 是为了浩尔的未来担忧啊 略微停顿了一下 接着道 要是学会一门先义 不管是炼丹 炼器 制服 阵法 哪一门 哪怕是一阶下品 奴家也就心满意足了 黑衣大汉 好似也颇为担忧一般 开口道 谁说不是啊 你也不是没有试过 浩尔确实没有那个天赋 我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至于 我的独门法术 乾坤顿 我现在是有心想传 但你也知道浩尔的性子 心性不定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暴露出去了 你也知道修仙界 是遵从肉弱强食的丛林法则 此时 将法术传给他 是或非福 等浩尔 心性成熟 我一定传他 闻言 妩媚的少傅 好似非常感动 媚眼如丝地看着黑衣大汉 脚滴滴倒 有你真好 黑衣大汉见怀里的可人 这副撩人模样 心头蠢蠢欲动 而后他吹了一下 那碗热气腾腾的大补汤 随即一口将其喝得干干净净 一滴不剩 密室内 身披白沙的少傅 躺在黑衣大汉怀里 看着他将大补汤全部喝下 少傅眼底的寒光一闪而逝 而后他站起身来 好似不经意间 将黑衣大汉腰间的储物袋扯下 而后三寸金莲清点地面 胶躯直往后射去 黑衣大汉见情况不对劲 立即想鼓动法力 却发现丹田内的法力 如泥四千难以动弹 而后 黑衣大汉双目瞪圆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枕边人 为什么 黑衣大汉心里清楚 此时储物袋都被毒妇拿走了 他再无反抗能力 唯一的生路 就在眼前的毒妇手里 围经之计 只能打感情牌了 梅儿 他脸上露出了一副痴情错付的神情 见词 原本一脸妩媚的少傅 却露出了冰冷的神色 毫无感情地说道 王哥 从你拒绝传授给浩儿 我们的情分就结束了 你不是 不知道浩儿 是奴家的唯一 说着 少傅将黑衣大汉的储物袋 查看了一遍 黑衣大汉文言 脸上露出着急的神色 好似你误会我的神情 道 梅儿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浩儿 现在心性不稳 不然 一旦暴露修仙界中的豺狼之多 你不是不知道 你怎么 不相信我了 少傅冷冷地看了黑衣大汉一眼 缓缓地开口道 王哥 你就不要哄骗奴家了 奴家在你身边多年 你的心思 奴家也能猜到几分 在奴家开口 请求你将那门顿法传授号 只有两结果 可惜这个结果 却不是奴家想要的那个结果 王哥 你不要想拖延时间了 一个时辰内 你是没有办法动用法力的 文言 黑衣大汉眉头一皱 也停止了表演 他知道既然画到这里 今天他很有可能 就要折整别人手里 但他手里还有一个底牌 妹儿 既然你想要那门顿法 也知道 那门顿法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绝无副本 那你想如何 少傅文言并有立即回答 伸出仙仙玉手 一拍细腰上的储物袋 一张赤红色符禄取了出来 夹在两根细长的玉纸之间 注入一道法力后 玉纸往前一扬 化为一道赤红色的灵光 射向床上的黑衣大汉 见词 黑衣大汉连忙闪躲 但此刻 他的法力却无法动用 只有一个超凡脱俗的肉体 刚刚有所动作的黑衣大汉 就被那道赤红色的灵光射中 黑衣大汉 眼睛睁得滚圆 看着眼前的毒妇 你 少傅见到黑衣大汉 被吓了坏了的模样 玉手捂着樱桃小嘴 嚼笑道 王哥 奴家还是第一次 见你这副模样 奴家可不是你的对手 为了以防万一 奴家只好多做了一道准备 这是一张风灵符 王哥你要是有所动作的话 不要怪奴家心狠了 奴家也不想如此 希望王哥不要枉费 奴家的一番苦心 程不征看到这里 大概也猜测到了 少傅的计划 看来老道是他的后手 就为了防止意外 同时也为了不刺激黑衣大汉 套出了那门盾法 看来那门盾法 一定有独特之处 否则 少傅也至于如此费尽周折 想要获得那门盾法 对于这个少傅 程不征也不想评价 或许是一位很好的母亲 却也是一位心狠手辣的修士 世间万事 都有两面性 有黑便有白 或许人性也是如此 程不征心里暗自思索着 这时 密室内再次传出了 黑衣大汉的声音 见此 程不征继续敲咪咪的 看起大戏来 妈 我可以将那门盾法告诉你 但你如何确保 不对我动手 黑衣大汉心里衡量了一下 自身的安危 比那门盾法 却是重要多了 以至于 他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闻言 王哥 你还不信独家吗 神情转变极快的少妇 脸上露出一副 惹人疼爱的神情 哎 现在 你叫我如何再相信你 说着黑衣大汉脸上 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那你要如何 你才能相信奴家 黑衣大汉早已恢复冷静 他心里知道 现在叫少妇姐 封禁服 是不可能的事 他心里早就做了打算 他一脸镇定道 用号 来发誓 以你对号的爱护 我相信 你不会食言的 在苍羽界 不管是凡人还是修士 对于誓言极为重视 嫌少有人 拿誓言开玩笑 少妇闻言 好似衡量了片刻 而后缓缓地开口道 可以 奴家本有就没有那个想法 但你也要发誓 必须将那门法术 完整地告诉奴家 黑衣大汉 没有犹豫 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不多时 两人都各自发完了 狠毒的誓言 少妇媚眼如私地 看了黑衣大汉眼 娇滴滴道 王哥 现在你放心了吧 欠慈 黑衣知道此刻 想要活命 只能相信那份互毒之情 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 他心里暗暗地发誓 只要今天逃过这一劫 必定叫这件人好看 尽管黑衣大汉 心里恨得要死 但神情却丝毫不嫌 我当然相信妈 毕竟你是用号 黑衣大汉特意 点出了他是用号来发誓的 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份生还几率 他没有说全 就是怕刺激到 眼前的毒妇 少妇当然知道 黑衣大汉点出号的意思 那请 王哥将这门顿术 细细地讲解给奴家听一遍吧 好 希望你言而有信 黑衣大汉深深地 看了少妇一眼道 听到这里 身为观众之一的程不争 心里一乐 立即取出一块预解 准备随时记录 他也发现 那猥琐的老道 也拿出了一块预解 也想趁机记录那门顿法 对此 程不争看了一眼后 没有理会 他知道 距离老道出场的时间 应该也快了 不出所料的话 应该是黑衣大汉 将这门法术 全篇讲述出来之后 这时 程不争听到黑衣大汉 他立即记录起来 密室内 坐在床上的黑衣大汉 开始缓缓地讲述了起来 顿之道 乾坤为行 以灵御体 周而复天 穷疾四海 密室内 连绵不断地传出背诵声 随着黑衣大汉不断地口述着 乾坤顿的法门傲义 片刻功夫之后 黑衣大汉便将这三千余字的法门 讲述完毕 在黑衣大汉讲述完毕后 地下观众之一的程不争 也完成了记录 一字不差 程不征看了一眼 猥琐的老道 发现他也停止了记录 看来也完成了记录 他心里暗暗地想到 而后 程不征细细细地 再次将预检查看一遍后 发现这门法术 有几处不协调之处 如果不是他 对法术与法诀 还有点理解 甚至还察觉不到 这里面细微破绽 程不征知道 黑衣大汉肯定在 这门法术上 做了一点手脚 这门法术的几处错漏之处 只有两个可能 这门法术的文字顺序 被黑衣大汉颠倒了 但也是全篇一字不差 并没有触犯誓言 另外一个可能 黑衣大汉并不看重誓言 那这门法术内 就很有可能 少一段或者多一段 一门法术 少一字 多一字 或者顺序颠倒 绝对不可能 练成这门法术 而每一门法术 法诀 每一个字 都蕴含着威严大义 少一个 或者多一个字 阅读理解起来 完全是两种意境 想到这里 程不征有些担忧 不知道小蝶能不能推演 有错漏之处的法术 毕竟他也没有实验过 而后 程不征又细细地 查看了几遍后 觉得第一个可能性最大 不知道 少父与老道 能不能察觉到 这门法术的错漏之处 想到这里 程不征下意识地 打量了两人一眼 见两人正细细检查着 这门法术 他知道 少父绝对不是一个 好糊弄的修士 何况 这门法术是 给他儿子用来逃命的 以他的观察 少父即使没有察觉到 不对劲之处 也会试探一番 至于 老道是否能察觉到 不对劲之处 他就不得而知了 实在是程不征对于老道 没有实际的了解 只是见到老道表面的性情 现在老道表现出性情 是否 是他真实的性情 程不征也不能确定 何况 这也是性情而已 也不能否定 此人是否 是一个见识广闻的修士 修仙界中 奇奇怪怪的人 并不少见 绝对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修士 尤其是在刀口上填写的邪修 眨眼间 程不征脑海闪过诸多念头 就在此刻 密室上再次有了动静 身披白沙的少父 那诱人的娇躯 若隐若现 但 此刻他的脸上 却是不满寒霜 冷冷地看着坐在床上的黑衣大汗 王哥 既然不愿意相告 何必欺瞒奴家呢 闻言 黑衣大汗一正 眉头一皱 恼怒道 妹儿 既然你想违背誓言 何必找借口 少父双目闪着寒芒 紧紧地盯着黑衣大汗 他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他知道 如果这门法术是假的话 黑衣大汗 是不会那么容易露出破绽的 欠词 少父心念一转 韩生道 那不要怪 奴家心狠了 说着 少父伸出玉手 朝着腰间的储物带一派 一个绣球般的法器 悬浮在少父的鲜鲜玉手上 绣球散发着红色的光韵 而后玉手一扬 宛如火球般 朝着黑衣大汗砸去 就在绣球 即将砸到黑衣大汗的脑袋时 距离黑衣大汗 只有一尺距离 只见黑衣大汗脸色惨白 急忙喊道 麦儿 我说 闻言 刹那间 散发着红色灵光的绣球 瞬间停顿下来 悬浮在黑衣大汗面前 王哥 希望你不要再做手脚 不然 为了号 奴家也不得不 下次拉手了 黑衣大汗 面色苍白 连忙点头道 不会了 肯定不会了 身段诱人的少父 此刻脸上冰冷 韩生道 那就麻烦王哥 再次点拨一番 黑衣大汗 连忙将几处颠倒处 讲了出来 此刻 弟弟观众之一成不争 比对了一番 发现有一处 黑衣大汗并没有讲 这处错漏之处 几乎很难发现 如果不是 他将诸多法门 法觉领悟到圆满之境 他也发现不了 毕竟他的悟性 已经不差于那些悟性天才了 只是这一处错误之处 很难察觉 足以可见 黑衣大汗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肯定已经细心琢磨过了 否则 断然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这处错漏之处 隐藏得这么深 足以可见 先前 黑衣大汗的表情都是伪装 就是为掩饰这处错漏 为了让少傅彻底放下心来 黑衣大汗冒的风险 也是蛮大的 一个弄不好 黑衣大汗就会死于非命 成不争估侧着 黑衣大汗肯定也对少傅 有所了解 正如少傅了解他一般 此中的心理博弈 可见两位都是修仙中的老鸟 能看出这门法术 最后一处 错漏之处 或者再次试探一番 他也希望 得到这门完整正确的盾法 毕竟 现在他也不知道 有错漏 残缺的法术 小蝶能不能推演 凡事得稳一手 见此 诚不争不由地看似看向 密室内少傅 此时 少傅玉手里 捏着一块玉剪 正细细地查看 推演着 少傅 少傅眼中立芒一闪 王哥 竟然不愿意交出正确的盾法 修怪奴家了 宏光大圣 好似即将要将黑衣大汉打杀 见此 黑衣大汉 心里咯噔一下 他知道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少傅绝无可能 将隐藏很深的错误之处找出 先前的几处错误之处 就是摆在明面上的 为了消除的毒妇的疑心 看来今天终归 逃不过这一劫 想到这里 黑衣大汉不由地闭上了双眼 见此 少傅看到黑衣大汉 这副模样 却没有瞎落手 衣袖一灰 散发着红色的灵光的绣球 飞尸而回 落入少傅的手里 王哥 奴家说话算数 谁叫你 威胁奴家用号来发誓呢 闻言 黑衣大汉立即睁开了双眼 眼中闪过惊喜之色 紧紧地盯住毒妇道 当真 少傅一灰衣袖 摇摆了一下诱人的身段 一脸妩媚道 奴家 何时说过假话 哄骗于王哥 不过 别人下毒手 可不要怪奴家哦 毕竟 奴家可没有动手 违背誓言 绝无生路 他知道毒妇如此说话 肯定有后手 看到这里 程不征知道 少傅既也没有发现 也没有炸出 这门顿法内 隐藏着最后一处错落 否则 少傅也断然不会 说出如此话来 程不征心里估摸着 黑衣大汉也想到了这点 忽然 程不征听见 上面再次有了动静 老七 出来吧 少傅娇媚地说道 和王哥见个面 说话间 三寸金莲 轻垮地面 果不其然 程不征见那老道 再次有了动作 只见老道 直接向上盾去 三号演员出场了 这场大戏即将落幕 程不征下意识地 往密室内看去 密室内 一道黄光闪现 老道出现在少傅旁 见词 身披白纱的少傅 来到老道身旁 抱住老道的手臂 那弧度被挤压得 微微变形 老七 接下来交给你吧 吴家可不能违背誓言 少傅看了一眼 黑衣大汗道 老道一脸享受的模样 猥琐地笑道 宝贝 你放心 坐在床上的黑衣大汉 见词 他知道 今天他绝无翻身的余地 原本 他打算将这门顿法为诱饵 迫使两人反目成仇 但见到老到现在这副模样 他知道此季 没有成功的希望 何况 以那毒妇的性子 肯定拿捏好了人选 绝无可能被他三言两语所打动 黑衣大汉也知道 即使以这门顿法为妖邪 也绝无生还的希望 反而 有很大的可能 被他们言行逼供 想到这里 黑衣大汉不由地闭上双眼 不甘地心塌 最后还是说了一句 小心我的今天 便是你的明天 闻言 老到充耳不闻 也没有多余的话 一拍腰间的储物袋 一柄小剑悬浮在手心里 散发着青色的灵光 而后老到左手一扬 轻蒙蒙的剑光 带着破空声 斩向黑衣大汉 动 黑衣大汉的头颅 跌落在地面上 沿途洒下了鲜艳血花 倒在床上的尸体 流淌着大量的血液 沿着床檐低落余地 少傅心里暗骂了一声 临死也要给我添堵 老齐 他就是不甘心而已 奴家能理解 如果不是为了号 说着少傅的双眸 泛着泪光 眼泪不由地落了下来 见此 老到一脸心疼的模样 连忙安慰道 好了 我还不信你吗 少傅泪眼朦胧地 盯着老到 轻气道 嗯 奴家信你 老到将右手抽出 环抱着身段诱人的少傅 心圆一马地看着怀里的可人 缓缓开口道 老到 我也无后人 最多也只有几十年 大县就到了 道徒早就止步于练气中期 这辈子也不可能突破到练气后期了 现在也无需灵时 灵物 用于修炼 老到 我也是一阶下品制服师 足够我们在白云城 正常的生活所需 就是哈尔想学制服 老到一定也会倾囊相授 老到深情款款地 看着怀里的少傅说道 闻言 少傅趴在老到干瘪的胸膛上 低气道 嗯 我家听你的 老到哈哈一笑 看着怀里的少傅 嘴角露出难以言表的微笑道 到你房间 让老到休息一会 少傅昧眼如丝的 白了老到一眼 我将这里收拾一下 少卿 少傅便将黑衣大汗搜刮一空 而后一个火球 将其烧得得干干净净 原地只剩下一堆骨灰 而后少傅一挥衣袖 将其骨灰扫落到洞府外 随风飘扬 老到搂着身段诱人的少傅 向另一个密室内走去 歉词 地下唯一观众 陈不征 亲眼目睹了这场大戏 现在对于老到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这个老到 混迹修仙界多年 不愧是老狐狸 他先是表明了 自身的寿命无多 又给了少傅安稳的生活 更是拿捏住了少傅的心头肉 将一切危险的苗头扑灭 或许这也是少傅 选择老到的原因吧 陈不征心里琢磨着这里面的学问 同时他并没有 鲁莽出手 他在等待着一个绝佳的时机 为这场精彩的大戏 红门之情 如果没有把握 他也不会出手 这种顺手的事情 他不介意将这份情谊还上 尽管有很大的把握 他还是决定稳一手 不多时 防止和谐大神 和谐调 就不细讲了 懂得自然懂 两人处于巅峰时 身处地下九丈深处的陈不征 悄咪咪地往上顿去 距离地面三丈处 停止了顿行 陈不征右手一翻 紫金镯滴溜溜地 在他右手上空旋转着 一股紫色的霞光 自地抵透出 笼罩在密室内的大床上 突如其来的惊变 光溜溜地两人惊慌不已 两人瞬间凭震心神 而后 两人额头不断地有细寒冒出 全力鼓动着 宛如死水般的法力 阁下 到底是何人 少傅娇嘀嘀地说道 请道友出来一见 老道低沉地喝道 但密室内 依旧寂静一片 两人并没有因为说话 就停止鼓动法力 碰 地面上的汗白玉块纷飞 一股灰尘 笼罩在密室内 一抹紫光 从地面的洞口内飞出 空气乍响 一圈圈气浪 自紫色光圈周身散开 拍打在密室内的墙壁上 引起微微震动 老道不愧是练其六层修士 在这关键的时刻 不复所望 法力终于挣脱那股镇压之力 因为玩得太嗨 导致储物袋不在身侧 只能撑起一个土黄色的防御护罩 将两人包裹起来 就在这时 紫金灼散发紫色的光运 宛如一个疯狂转动的紫色齿轮 带着深寒的切割之光 冲向土黄色的光照 沿途留下两排气浪 宛如游艇滑破海面时 留下的两条水浪 啪 黄色光照瞬间粉碎 化作光点 消失在密室内 紫金灼如同紫色的光圈般 携带着大圣之势 向光照内光溜溜的两人 冲去 没有丝毫意外 动 几乎同时 两颗头颅滚落在床上 见两人化为一对亡魂后 程不征才从地底顿出 黄光一闪 他出现在密室内 他伸手一招 紫金灼化为一道流光 飞入他手心里 而后 程不征右手一翻 紫金灼化为一道印记 没入右手的手背内 一片颇为狼藉的密室内 程不征下意识地环顾四周 见到床上颇为辣眼睛的场面 但他脸色没有丝毫波动 虽然 他在地下观看的时候 有点热血沸腾 但心里很快地平缓下来 虽然有点刺激 有点不道德 谁叫这里是肉弱强势的修仙剑呢 他心里安慰着自己 这颗受到道德谴责的心 暗暗地告诫着自己 这方面还要加强抵抗能力 一番自我安慰后 程不征也没有客气 将两人的财物搜刮一空 这一幕场景 也见证了 言无耻之徒的自我攻略 不多时 搜刮完毕 程不征一挥一袖 两道火苗将其尸身 烧得干干净净净 原地有多了凉盆骨灰 那刺激的画面 也消失不见了 密室内搜刮完毕 他并没有立即离开 本着一切资源可利用的心态 将整个洞府刮下一层皮来 无论是珍贵的家具 还是汗白玉地板等等 没有一处一落 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超家的好苗子 好在储物袋多 否则 还真是装不下 原本 程不征想将储物袋挂在腰间 但五个储物袋都挂在腰间 实在是太耀眼了 走在人群中 一看就知道 他是人群中最为耀眼的亮仔 不符合他为人低调的性子 各藏着两个储物袋 腰间挂着自己的储物袋 怀里揣着一个零售袋 每个储物袋 内都蕴含着一个小空间 空间相互之间 却不能相互叠加 以至于 他不能使用无限套娃的模式 此时 却只能如此了 搜刮完毕 程不征又用神识 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确定没有遗落后 黄光一闪 程不征直接在密室内 消失了 杀人 放火 抄家 溜之大吉 一气呵成 浑然自成 地底下三丈处 一道黄色的灵光 飞快地遁形 一天后 地下六丈处 一间密室内 密室内 城不征盘坐余地 睫毛微动 忽然他睁开了 那黑白分明的双眼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周身的一层灵气 快速地消散在密室内 他感应到此时 法力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 没有犹豫 美滋滋地将五个储物袋 排列在面前 当时着急赶时间 没有细细查看 确认洞府内 没有遗留后 就逃之夭夭了 他可没有心大道 在别人的洞府内 查看收获 尽管洞府的主人已经没了 但也说不定 有亲朋好友来访 虽然几率很小 但城不征 还是决定要稳一手 不多时 城不征将装饰洞府的桌椅 汉白玉 家具 山水画 等等整理好 足足将三个储物袋装满 还有一个储物袋 也装了大半 自身的储物袋里 装满了修饰用的灵物 经过整理后 功法预检有五块 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功法 很是稀松平常 没有特别之处 八块法术预检内 记载的都是些五行法术 只有两种特殊法术 一块预检内记载的是 血迹夺射大法 另外三块预检是重复的 里面都是记载着 乾坤盾 以及 从老道的储物袋内 找到的土盾术 城不征将学过的 以及重复的预检 纷纷报废 实在是看着有些暗眼 还有一些资料预检 也有重要的预检 如记载着王家祖地资料预检 以及地图预检 随即 城不征从装饰洞府的储物袋中 取出一个书架 放到自己的储物袋内 将整理好的预检 以及一块预检 分门别类地放在 书架里最上面一层 预检内 正式放置一块兽皮地图 疑似前人洞府 他准备 做好几道后手后 再去一探 毕竟前人洞府 有坑 也有机缘 实在是说不准 没有几道后手 他不准备动身前往 修仙界中的这样血淋淋的例子 实在是太多了 整理好了预检之后 城不征随即开始整理丹药 一共八瓶灵丹 有精进修为 疗伤的 恢复法力的分门别类的 放到了书架第二层 至于 那些不合用的丹药 他准备处理掉 处理好了丹药后 城不征又开始整理七法器来 飞行类法器三件 下瓶法器神风舟 中瓶法器灵光舰 中瓶法器清光舟 这两件中瓶飞行法器 分别来自少妇与老道 攻击类的法器 基本都是中瓶法器 有离火箭 绣球 鬼头大刀 小锥 轻木箭 以及门面下瓶法器飞行箭 飞针 防御法器也都是中瓶法器 白玉珠 青铜塔 小盾 令牌 灵木盾 辅助法器 纳玉瓶 灵兽袋 监视眼 投影玉璧 炼丹炉 城不征逐一释手后 剑鬼头大刀的威力最强 拿来当门面 不是很合适 最终 他还是决定 飞行法器留一剑 在安全的地方使用 如在门派内就架玲云 这件灵光剑 当作备胎使用 攻击类法器 他也准备留三剑 飞行剑 离火剑 小锥 当作门面与备用 与紫金灼相比 这些法器的威力 实在是相差得太远了 防御类法器 他准备全部留下 安全五小时 多一层保险 多一份心安 辅助法器 只有五剑 都是非卖品 程不征整理一番后 将法器分门别类地 放在书架第三层上 剩下的灵药与灵矿 以及炼器材料 一些俘虏等等 都分门别类地 放在书架下面 这些不合用的灵物 也要处理掉 至于灵石 此时足足有两千余块 全部堆积在角落里 闪闪发光 煞是好看至极 这可是他多年的积蓄 整理完毕后 储物袋内 看起来异常清爽 想到这里 程不征又取出了两个书架 准备放置灵药与成品丹药 随即他又整理了一番 将合用的灵丹与灵药分别 放在另外两个书架上 处理完毕后 程不征站起身来 心念一动 一道黄光将他包裹 向白云城的方向顿去 一个月后 白云城 十里外 一道黄色灵光 突然闪现 黄光消散 一位面观如玉的青年 出现在原地 程不征下意识地环顾四周 见附近没有人影踪迹后 心念一动 程不征脚下 升起了一朵灰色的凌云 他不紧不慢地 向十里开外的白云城飞去 距离白云城不到一里时 程不征感应到 凌云不由地往下一沉 他知道这是白云城的近空大阵 所笼罩的范围 程不征很从心地降落下来 不紧不慢地向白云城走去 白云城 程不征漫步在白云城主街道上 不紧不慢地向地摊区域内走去 见到异常熟悉的街道 却有种好久不见的感觉 或许在混迹在繁俗的时间有些久了 程不征来到地摊区域 向北面的尽头 一处阁楼走去 来到阁楼前 他见到敞开的大门上方 牌匾上露刻着 金光闪闪的五个大字 地摊管理阁 看着进进出出地修饰 程不征没有耽搁 直接大步走了进去 再出来时 他手里却多了一个玉牌 玉牌正面中心扬刻着一座城池 这座城池正是白云城的俯瞰图 仔细瞧去 还能见到城门上 三个微小的字体白云城 城池的下方刻着成片的白云 好似这座城池俯瞰着世间万物 玉牌反面中心处 英克炳87号在这四个字下方 还有一排微小的字体 地摊管理阁置 这块玉牌可不是免费领取的 而是需要花费两块零食的 一块玉牌可以在地摊区域摆摊七天 其上还有玉府摆摊令 令牌摆摊令 那价格却是更高 但摆摊的实现 也相应地延长了 相对来说 令牌摆摊令 还是最为划算的 城不征手里捏着玉牌 向炳87号走去 不多时 便看见一位面貌老成的中年修士 正在摆摊 摊位上都是一些夏品服录 如火球服 流沙服 金刚护体服 看来炳87号的摊主 很有可能 便是一位夏品制服师 此时 还不是他的时间 需要等到五时 这位面貌老成的中年修士 他的摆摊时间才彻底结束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才是城不征的摆摊时间 见词 城不征看了一眼后 便转身离去 他也需要 为接下来的摆摊 做一番准备 五时 一刻 一个身穿连帽斗篷的修士 那硕大的连帽 遮掩住大半脸颊 隐隐约约可见 那暗黄色的脸庞 此时 他来到地摊区域 禀87号摊位 见摊位上空空如也 他取出一块兽皮 铺在摊位上 随后 他又取出了一块玉牌 挂着在摊位左前方的小柱子上 这块玉牌 正是白云城的摆摊令 没有此摆摊令 是无法摆摊的 否则 那些巡逻的修士 可不是 放在哪里装门面的 程不征此时的面庞 经过了物理与法术的 双重伪装的处理 自身的灵压 也降到了炼器三层 而后 他从储物袋内取出了 要准备处理掉的法器 丹药 灵药 灵物等等 但程不征并没有一次性 全部取出 而是每一样 取出一件或者两件 每件物品 都标注着价格 价格却比市场的价格 稍微便宜 那么一丢丢 这样的流程 他熟悉异常 毕竟他也是一位 经验丰富的老摊主 如果处理给各大商铺 那价格还会压下许多 这也是他摆摊的一个原因 整摆好摊位后 程不征直接盘坐在摊位内 闭目养神 等待着顾客上门 二个时辰后 程不征也做成几笔交易 摊位上 又摆上了新的物品 不多时 一位中年修士 来到程不征的摊位前 他仔细地在摊位上 打量了一圈后 见到那柄鬼头大刀法器 眼睛一亮 道友 这件法器能不能 便宜一点啊 闻言 程不征睁开双眼 打量了眼前的大汉一眼 平淡道 这件法器 就是这个价 如果想要便宜一点 这件法器 只要一百五十五块零食 说着 他伸出菜黄色的右手 指向摊位上的轻木剑 中年大汉下意识地朝着 程不征的手指的方向看去 而后摇了摇道 道友 我就是喜欢这件法器 一百七十块零食 能不能卖啊 闻言 程不征淡淡地说道 这件中品法器 是精品法器 一百八十块零食 少一块不卖 说完之后 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闭目养神 好似一点也不担心 卖不出去一般 中年大汉见程不征闭上了双眼 直到摊主吃了秤驼 铁了心 而后他没有过多犹豫 精品法器难得一见 尤其还是中品法器中的精品 更是难得 中年大汉知道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而后他咬了咬 道 道友 你这里能否用物品底价 可 程不征睁开双眼 看了他一眼 缓缓道 闻言 中年大汉取出一块预检 将一部分内容 刻录在预检内 递给了程不征 程不征接过预检后 查看了起来 随后他心中一动 但面色毫无变化 依旧是那副清冷的表情 是完整的吗 残缺的可不值零食啊 中年大汉点了点 道 嗯 没有一丝缺露 阁下 准备抵换 多少零食 两百块零食 一块不能少 中年大汉坚定道 听闻后 程不征心里盘算了一下 预检内的内容 确实值这个价 随后清冷地说道 可 但用傀儡术做抵换 必须是原本预检 刻录预检 无法抵换 中年大汉一正 随即皱眉 道 道友的顾虑 在下能理解 但原本预检 是在下祖传之物 可否 将原本预检交给你 亲自刻录 而后 再将原本预检 还给在下 也可 程不征点头硬道 但这傀儡术 可就不值这个价了 道友 你可考虑好 中年大汉虽然也知道 此间的门道 但轮到他时 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他心里挣扎了片刻 面色纠结不已 道 道友 那你说个价吧 价格合适的话的 我就用傀儡术 做抵换 程不征见到 中年大汉的模样 他心里清楚 这门傀儡术的特殊之处 虽然品级比较低 只是一接下品 但对于他的作用非常大 如果不是 为了减少意外 保持一个小贩该有的矜持 他早就答应了 况且 门派内也没有傀儡传承 市面上更是难得一见 或许藏金塔三层也有 但也不是 他现在所能接触到了 程不征也清楚 中年大汉心里大致的想法 同时也该收网了 他看了一眼 面露南色的中年大汉 开口道 复刻的傀儡术 作价150块零食 你想买这件法器 再添30块零食 如何 闻言 中年大汉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这个价格超出了他心理预期 而后 中年大汉取出了原本预检 交给程不征 亲自刻录 两人完成了交易 中年大汉兴高采烈地与他 交谈了一番 不多时 他便离开了 程不征看着中年大汉的背影 而后闭目仰神起来 等待着下一个光顾的道友 二日后 白云城 地摊区域 禀87号摊位 盘坐在摊位内的程不征 剑法器都贩卖完毕了 只剩下一些冒险与日常所用的丹药 以及一些砸碎灵矿 与不合用的灵药 见此 他伸手一挥 挂在小柱子上的玉牌 飞入了他手心里 而后将摊位上的物品 分门别类地放在了储物袋内的书架上 虽然还有一些时间 才到交接摊位的时刻 但剩余的灵物 都是一些大众化的灵物 没有了丹药与法器的加持 在短时间内 很难卖出去 索性不如提早收摊 程不征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直接向地摊管理阁走去 毕竟还有二块零食 压在了那里 从地摊管理阁出来后 程不征便 开始寻找日食花与百露草 这两种灵药 虽然经过这几年的收集 也收购到了一些 但这些收集的灵药 肯定不够他修炼所用 毕竟 他的法力 已经打磨了许久 此时 处于随时能突破的状态 或许 在下一次修炼中 便能突破到炼器七层 所以 收集灵药的任务 时刻都不能停 如若俸禄阁内 有这两种灵药 他也不至于 如此奔波劳碌 可惜啊 门派内就是没有 这两种灵药的储备 或许以后 偶尔品尝一下了 大多数时间 可能还是用 普通版的聚气单修炼了 陈不征有些灰暗地想着 随后 陈不征按照以前的流程 多次 分批 少量地购买聚气单的灵药 以及将没有处理出去的灵物 以低于市场价 抵换给了店铺 同时 他也收购到了 几株百露草 现在只能炼制七炉 极致版 聚气单 目前 储物袋内 以日食花的数量最少 如若日食花 与百露草的数量七拼的话 能炼制出十二炉丹药 见词 陈不征没有放弃 收集这两种灵药 随即向各家店铺 逛去 时不时地 变换一下身形 化妆一番 老修士 青年 少年等等 粉末登场 一天后 经过一天的闲逛 陈不征也获得了 一株日食草 与三株百露草 其中一株日食草 这是他以前 请相熟的掌柜 代为收购的 当然出面交谈时 他都是用的伪装面目 这可关系到他自身的安危 由不得他有一丝大意 收购而来的日食草 与百露草 还是以百露草居多 此时 能炼制八炉 极致板 聚气丹 对此 陈不征也颇为满足了 等晋升到炼气后期 极致板 聚气丹服用完 且有足够的保命本事 他才会到晋国另外两大城池 青木城与北苍城 收购日食草 与百露草 至于出晋国 暂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除非 晋国内收集不到足够多的灵药 或许他才会考虑 聚气丹与 极致板 聚气丹之间 有很大的差距 极致板 聚气丹 不但比聚气丹 多出了一半的药力 而且耐药性与排毒的时间 也相应地减少了一半 否则 陈不征也不会 如此费尽周折地 去收集 极致板 聚气丹 所缺少的两味辅药 朱氏处理完毕后 程不征没有停留 除了白云城一里之外 心念一动 一道黄光将他包裹 瞬间没入地下 消失不见了 地底下 六丈处 一道黄色的灵光 飞快地向白云山脉内遁去 白云门 程不征回到门派内 先去了一趟凤禄阁 将任务交接完毕后 获得了两块零食奖励 从中可以看出 这种类似的任务 基本没有修士会接 同时 这类似的任务 也极为少见 除非做首辅城的修士 遇到了特殊情况 府衙处于空窗期 才有可能出现类似的任务 但大多数同门 接取坐镇俯城任务 都是在俯城内 完成了坐手任务的交接 交接完之后 程不征又去了一趟令福阁 接取了炼制氧气单的任务 将今年的任务领取到手 回到峡谷内 来到木屋前 程不征打开房门 走进屋内 衣袖一挥 木屋内的尘埃 便被清扫了出去 而后将挂在木门上的木牌 翻转过来 便成了闭关两字 盘坐在床上的程不征 思考了片刻 准备验证一番 凝神静气 溢入石海 将关于乾坤顿 所有记忆抽出 凝炼成一颗种子 伴随着小蝶的推演 小蝶表面上的纹路闪烁 不多时 一颗黑白两色的珠子 出现在小蝶的凹槽处 程不征直接吞服了下去 一道悬枝又悬的道运 传入了他的心底 无数的黑白两色的文字 彻底将他包裹 不多时 他睁开了双眼 嘴角露出了一丝明显的笑意 果不其然 小蝶还真有逆天之能 彻底地将这门法术补全了 甚至还优化了一些 此术不但可以遁空 如同凌云术一般 甚至也能遁地 如同土遁术一般 是一门极其强大的保命法术 经过一番验证后 他的思维彻底散发开来 是否 也能将一门法术中的精妙之处 与一些理念想法 融合在一起 推演出一门崭新的法术 想到这里 成不争迫不及待地 想要验证一番 随即 他将刚刚推演而出的 乾坤盾 以及土盾术 关于隐秘气息的精妙部分 与灵云术的节省法力精妙 三者的全部记忆 以及气流阻力理念记忆 统统复制了一遍 将这四份记忆 捏成一颗种子 扔到小蝶中央凹槽处 刹那间 面板上的灵力值 出现了变化 同时 小蝶表面上的纹路上 也闪烁着白光 欠词 成不争却知道 这是小蝶开始推演的象征 他的验证成功了 未来的路也更宽了 不再局限于 完整的法术与法诀了 少卿 随着 小蝶表面纹路上的白光熄灭 凹槽内险露出一颗 黑白相间的珠子 与之前相比 并没什么区别 成不争没有耽搁 伸手一招 直接将此珠 吞服了下去 此时 他急切想要知道 这门法术有没有 完美地传承他的理念 木屋内 成不争盘坐在床上 双目微闭 溢入石海 躯体均匀有力地呼吸着 此时 石海深处 灵魂所画的三彩小人 盘坐于石海虚空 坐下有五个灰蒙蒙的 圆形三维立体图案 组了成一个大圈 环绕在三彩小人下方 两大三小的 圆形三维立体图案 正中心上方 虚空盘坐的三彩小人 此刻正被无数 黑白相间的文字所包裹 少卿 黑白相间的文字 彻底地消失 他也领悟了 乾坤盾 新推演出的盾法 基本达到了他的预期 但关于气流阻力理念 这方面的表现 却是一点没有 看来只有想法 没有具体的内容 是无法进行推演的 或许 创造出了这部分内容 才可以 以此基础来进行推演 他相信 那天并不会太远了 经过小蝶多次 将一门门法术的道运 传输到他灵魂里 他的悟性 也在持续增长中 想到这里 他打亮了一眼 眼前的小蝶与面板的变化 但实际上 面前却是空无一物 对此 陈不征没有感到任何惊讶 小蝶好似虚实胶硬之物 只有他能看见 而面板是小蝶的衍生物 也同样如此 诸天御蝶之主 陈不征 境界 炼气六层 一阶上品功法 星空诀 一阶上品法术 隐匿术 连铜术 一阶中品法术 紫金镯 土盾术 灵气罩 灵云术 一阶下品法术 乾坤盾 绝品 一阶单方 碧鼓丹 精品 氧气丹 纳气丹 聚气丹 回灵丹 精血丹 助击丹 破掌丹 灵力值 657 陈不征见到还有如此多的灵力值后 便不再继续冲灵时 他见部分内容的推演 灵力值的消耗比正常的法术推演 只是多了一丢丢 但也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 对此 陈不征颇为满足 以后也不会为 圆满之境的法术不够用 而发愁了 大道之下 每个修仙者的十海内 最多只能有九个 统结圆满之境的法术 否则 十海必定崩溃 身死盗销 当然 如果只是领悟 不在十海内凝聚法术的灵文倒映 那也没事 见词 陈不征没有犹豫 再次将这门遁术的记忆 复制了一般 准备推演到现阶段的极限 随着灵力值的变化 这门法术 在小蝶的推演下 不断地晋升着品级 少卿 白光消散 一颗黑白相间的珠子显露出来 三彩小手一招 那黑白相间的珠子飞入他手心里 一口被三彩小人吞下 少卿 黑白相间的文字逐渐消失 陈不征彻底的掌握了 新推演而出的乾坤盾 见词 盘坐在虚空的三彩小人 小手一挥 下方两个稍微小一点的 圆形三维立体 灵文倒映 便消散在十海空间内 心念一动 十海空间内 那灰蒙蒙的薄物 瞬间动 化作无数丝薄物 来到三彩小人面前 在他的操控下 无数丝灰蒙蒙的薄物 化作灵文 而后相互勾勒成 圆形三维立体 灵文倒映 不多时 诸多的灵文 上下交叉 左右连动 而后彻底的 化成一个圆形三维立体 灵文倒映映 见词 三彩小人一挥 一个圆形的三维立体 灵文倒映 挤入了缓缓转动的 三个圆形 三维立体 灵文倒映 所组成的圆圈中 而后 他又将收集到的法术域 剪取了出来 原本没有打算掌握 这些威力平常的法术 但他此刻意识到 小蝶可以融合 法觉 法术部分精妙的新作用后 他也不会在意 那几点灵力之消耗 随即 他逐一地将火球术 火胶术 土墙术 御风术 变形术 等等 所有的记忆复制一遍后 都推演了一次 将其彻底领悟 但这些法术 他虽然领悟到了圆满之境 但并没有在诗海空间内 凝聚成灵文倒映 诗海空间内 依旧只有四个灵文倒映 也代表着 他能瞬间 施展这四门法术 至于紫金镯 属于特殊法术 无需在诗海空间内 凝聚成灵文倒映 这也代表了 他能多掌握一门 瞬息而动的法术 或许 这就是天道四九 其中的顿一吧 程不争心里暗暗地想到 随即 程不争想到 紫金镯这一门法术 还是需要修改一番 想到这里 他立即动了起来 他将关于紫金镯的记忆 将里面关于防御部分的内容删减掉 增加了部分攻击精妙内容 复制一遍后 将其捏成一颗种子 随着小蝶表面的纹络闪烁 小蝶再次推演起来 不多时 一颗紫色的珠子 躺在小蝶中央凹槽处 他没有耽搁 抬手 张嘴 咽下 一气呵成 彻底领悟后 他见紫金镯这门法术的品级 并没有掉落 依旧是一阶中品极致 令他欣喜的是 消耗的零力值只有九点 经过两次实验后 陈不征现在可以确定 增加的部分原本没有的精妙后 确实可以大大减少零力值的消耗 但学习诸多法术 下品法术还好只有两点 但中品 上品法术也是一笔消耗 相比较而言 消耗却是大大减了不少 而且 他还可以增加部分精妙 获得他想要的法术 将自身的优势彻底地开发出来 毕竟 炼器阶段 他只能掌握 九门圆满致境的法术 而领悟到圆满致境的法术 没有在石海内 凝聚成灵魂倒映 依旧需要掐手绝 配合着灵气律动 方能施展出来 如若晋升到助击期 最多也只能掌握九门二阶宝术 否则 石海必定崩塌 如果在炼器期 掌握了一门或者多门圆满致境的一阶法术 不将其抹除掉 晋升助击期后 就只能掌握八门宝术 当然 不信邪的修士 大有人在 如五百年前 本门的头铁的修士 虽然灵根不出众 只是四灵根 但悟性妖孽至极 他在石海内 凝聚第十门法术 火鸟术 结果石海崩塌 身死盗销 而且还是魂飞魄散 结局是相当惨烈 这是成不征 在藏经塔内 一本笑谈杂技内 所见到的本门的例子 当然 在修仙界中 这样血淋淋的例子也不少 所以大多数修士 都不会在法术上 下多大的功夫 一旦境界晋升了 以前所掌握的 圆满之境的法术 就变成了鸡肋 除非你悟性逆天之急 无需多少时间 就能将一门法术 修至圆满之境 以至于 现在大多数修士 都习惯性用法器 而不再去精神法术的阴游 木屋内 成不征盘坐在床上 丹田内的法力涌动 一念牵引 一个灰蒙蒙的小镯 渐渐形成 他鼓动法力 小镯越变越大 足足有两丈大小 这已经是这门法术 现阶段的极限 小镯大体已经形成 呈现内圈圆 外圈圆 而后 他又在小镯的外圈上 进行塑形 宛如背棋般的刀片 在外圆圈上 布满九圈 足足八十亿枚刀片 神石微动 无数丝神石 如游蛇一般 在灰蒙蒙 有些虚幻的小镯内游走 交叉 不多时 里面的灵纹安定下来 小镯微微绽放着灵光 见此 成不睁右手一番 原先的紫金镯 浮现在他手心上 心念一动 两者绽放着微光 好似遥香呼应般 悬浮在手里的紫金镯 飞入了 有些虚幻的紫金镯内 不多时 崭新现实的紫金镯 悬浮在他面前 成不睁探查了一番 见此时的紫金镯 还是处于一阶中品 极限状态 无需再进行吸纳精华 但此时的紫金镯 已经没有了防御能力 只有镇压 攻击的能力 原本的防御能力 都增加到了攻击能力上去了 原先成不睁也想添加 镇压法术的精妙之处 但他手里也没有这类法术 就连藏金塔内一层与二层 都没有此类法术的踪迹 而后 他右手一番 将紫金镯收了起来 原本成不睁 准备继续调整法术时 他却停下了动作 好似想到了什么 向外走去 一天后 成不睁再次回到了木屋内 关上了大门 盘坐在床上 他一抹腰间的橱袋 将一小堆玉碱倒在了床上 这是他一天 在白云城的收获 里面都是记载着常见的法术 与一些炼器基础法术 这些欲解内记载的法术 都是他所没有的法术 而且脑海内 还有一些市面上 没有的法术与法术 这是他在藏金塔内购买的 现在 他需要将所有的法术 都逐一掌握 截取其中的精华 将自身的法术短板补齐 但他收罗一圈 依旧没有找到灵魂类的法术 以及幻术 好在 他在藏金塔内买到了 魂刺 这门一接下平法术 虽有些不完美 但他还是颇为满意 成不征没有单个 逐一将其收录到的法术 法镜 推演一次后 彻底掌握 而后 以火球术为主体 加入了火胶术 火鸟术 火蛇术 等等一系列法术 以不同的精协之处 推演而出到了一门 崭新的一阶中品法术 金巫术 而且推演到了中品极致 毕竟大多数法术 里面的部分精卯 还是有些雷同的 否则 推演而出的法术 品级还会更高 金巫术 是单体攻击法术 威力非常惊人 虽说不能主山焚合 但也不可小觑 这是成不征 作为紫金镯的补充 而准备的 变化术 以变形术 改面术 增高术 化小术 等等一系列法术的精妙部分 推演出了一门法术 且融合诸多法术的精华 变化术 品级只是一阶中品 耗费了不少零力值 才推演到一阶上品极致 这也是大多数奥义 有些雷同 只有核心部分不同 否则 零力值的消耗更低 这门术法的伪装效果 练器器修饰 难以察觉到其中的异样 就是筑基器修饰 如果不仔细观察 也难以发觉 剑气术 以剑光术为主体 加入了分光术 慢心术 叶剑术 等等 五门法术的精妙 推演而出的一门法术 而且 此术融合诸多法术的奥妙 已经推演而出 品级就达到了一阶中品极致 无需再耗费零力值 进行再次推演了 此术 是一门群体攻击法术 也是将自身的短板补上 最后一门法术 名为 魂剑 以 魂刺 法术为主体 推演而出的一门中品极致法术 这门法术耗费的零力值比较多 成不争手里 只有这一门灵魂类的法术 没有同类的法术作为补充 以至于 只能靠零力值硬生生的推演 魂剑 是一门灵魂攻击法术 虽然威力极大 但后患比较大 一旦对方抵挡住了灵魂攻击 自身的神石 便会受到损伤 这一门法术 对待同阶修士 突出了出其不意的能力 对于低于自身修为的修士 可是一门杀敌力术 最后 成不争将得到的灵魂魂蕾术 推演至一阶上品 灵力值几乎被消耗殆尽了 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灵魂魂蕾术的特殊之处 在于修士的神石 而书籍里记载的魂蕾大多是 以妖兽的魂魄为载体 虽然能听主人的话 但攻击能力 反应能力 与同阶修士相比 实在是拉胯至极 只能欺负低阶修士 两种傀儡术之间构造 并不是简单的 将妖兽的魂魄 换成自身的神石 便能成功的 两门不同之处的傀儡术传承 基本的低层的基础法径都不同 整体构造也不同 两者之间的价值 也有很大的差距 虽然 只是低阶的灵魂傀儡术 但你基本都买不到 这类传承 只有先义传承家族 或许才有类似的灵魂傀儡传承 从中 足以看出 此类灵魂傀儡术的牺手 此时 虽然它现在也能炼制 一阶上品灵魂傀儡 但它即使炼制出来了 驱动不了 也没有足够的神石 来驱动一阶上品灵魂傀儡 虽然威力很强大 相当于 正常炼弃后期的战力 现阶段 它只能同时 驱动三个一阶中品灵魂傀儡 多一个都无法操控 每个一阶中品的灵魂傀儡 其实力相当于炼弃中期修饰 修饰每进一步 都是一个蜕变 不可以道理计 炼弃期期还好点 但到了后面阶段 每一步都有巨大的鸿沟 所谓的越级杀敌 根本难以实现 炼制上品灵魂傀儡 现阶段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 就是一阶中品灵魂傀儡 它也不准备炼制 等晋升炼弃后期 才会炼制灵魂傀儡 毕竟 现在它距离炼弃期后期 只有一步之遥了 原本 成不征打算晋升炼弃期后期 将指人术当作报名秘术 但意外地 得到了灵魂傀儡数 随即它也改变了注意 虽然控制指人数量多了一点 但灵魂傀儡实力 可不是指人所能比拟的 何况 它还有一个想法 在酝酿中 木屋内 法术整合完毕 盘坐在床上的成不征 宁神静气 溢入石海 成不征见灵力值 已经消耗殆尽了 它没有心疼 一抹腰间的储物袋 一千块零食堆在它面前 它没有耽搁 神石包裹着这一堆零食 一直勾连着小碟 一股无形的波动扫过 眼前的一堆零食 变成了完食 灵力值再次突破了一千之数 灰蒙蒙的石海中央处 三彩小人虚空盘坐 下方八个 圆形三维立体 灵魂倒映 组成一个巨大圆圈 缓缓地转动着 三彩灵魂所化的小人 点了一下面前 虚实交印的面板 成不征见面板上 这长长的一节的文字 眉头不由的一皱 心念一动 面板发生了 微小的变化 朱天御蝶之主 成不征 境界 练气六层 一阶上品功法 星空诀 一阶上品法术 隐匿术 连铜术 变形术 一阶中品法术 金屋术 剑气术 乾坤盾 灵气照 魂剑 紫金镯 一阶炼丹术 八 一阶法镜 二百九十八 灵力值 一千零七 见到异常清爽的面板 顿时 他感觉顺眼了不少 炼丹术与法镜 都收缩了起来 需要查看时 一点变形 其余的诸多法术 都被他隐藏了起来 又不是主修士法术 无需如此细致 否则 全部铺展下来 实在太过杂乱 异常的碍眼 而后 他将面前的丸石收起 准备出去石处理掉 此时 储物袋内经过购买灵药 购买预检 又到藏金卡消费一番 只剩下八百多块零石了 对此 他并没有心疼 随即 陈不征又想将 小蝶推演而出的法术圆珠 在妖兽身上实验一番 看妖兽是否也能掌握法术 但他考虑到 妖兽是有生命意志的 有极为微小的几率 暴露出自身的秘密 以至于 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并暗暗地告诫自己 绝不能对任何一个生灵 做此实验 凡是多稳一手 才会更好地活下去 而后 陈不征甩开分杂的念头 修炼起来 此时最大的任务 就是修炼之炼气后期 距离十二年一次的种子试炼 只有五年多了 一个月后 木屋内 灵气涌动 疯狂地往陈不征体内涌去 不 他周身的灵压疯狂上涨 直至炼气七层才停止下来 但陈不征依旧一动不动地 盘坐在床上 继续巩固着基础 二日后 彻底巩固好基础后 陈不征又将法术推演了一番 加入了诸多法术的精妙之处后 九门法术 只花了三百多点灵力值 就彻底推演到了一阶上品 极致 少青 盘坐在床上的陈不征 漠然地睁开了双眼 金光一闪 下意识地环视了屋内一圈后 心念一动 周身的灵压 疯狂地下降 直至掉落了炼气四层 才堪堪止住 而后 陈不征直接向门外走去 随即 他双手打出一道法诀 一道灰蒙蒙的凌云 自他脚下升起 一道灰蒙蒙的灵光 向凤禄阁飞去 不多时 诚不征就不知不觉地 就到了凤禄阁 他看了一眼 近处都面带喜色的同门 他也没有耽搁 直接向凤禄阁大厅内走去 一刻钟后 又匆匆而去 脚下的凌云 化作一道流光 向地火势飞去 与正在看书的老师兄 招呼了一声 直接挑选了 一间炼气室 因时常来此炼丹 他与这个看似正经的老头 相处久了 也知道这是一个 颇为有趣的老头 关系也颇为熟悉 只是对于他看的书 也是颇为好奇 每次问他 老头都轻描淡写岔开 这也使他的越发好奇 但诚不征也没有追着问 毕竟每个修士 都有自己的爱好 或许 这就是老年的生活吧 诚不征心里暗暗地想着 不知不觉地 他已经来到了炼气室 打开炼气室大门 走进炼气室内一看 这炼气室内的布置 与炼丹是颇为相似 只不过 地火的出口大了许多 他颇为熟练地来到蒲团前 盘坐下来 将刚刚在凤露阁兑换的灵财 取了出来 乌金木 浑石 木羊铁 黄可金 灵青粉 胡灵芝 灵灵总总 三十六种灵财 诚不征轻忽了一口气 这些灵财与炼可不便宜 几乎花了他大半身家 虽然已经彻底掌握这门盔垒数 但到了此时 他心里还是有些紧张 他一拍储物袋 将一个下品炼气炉拿了出来 衣袖一挥 炼气炉银风变长 三只炉脚落在三个石吨上 陈不征没有立即开始炼制 先熟悉了一番地火 他打出一道法诀 三道灰蒙蒙的灵光 射在三个龙手上 龙手泛着红光 吐出大腿粗细的地火 而后 他操控着地火 进行一系列的细致操作 他一挥衣袖 将诸多灵财逐一 进行淬炼 在他的掌控下 火候拿捏的恰到好处 无意失败 而后 按照比例逐一融合 诸多灵财的精华 十八团精华 在成不争细致的雕琢下 小巧的一个人体形状呈现出来 而后刻画出吸灵法镜 回灵法镜 协同法镜 控制法镜 防御法镜 认竹法镜 足足36道法镜 每一道法镜 在他的细心刻画下 都一一刻画成功了 只要一道法镜出错 整炉材料报废 由不得他有一丝大意 他总共就买了四份材料 许久之后 灵魂傀儡便彻底炼制成功了 他将炉盖打开 一个小巧的人偶出现在他手里 他喜滋滋地看着手里的人偶 打量了许久 他才将其收入除无待内 而后 成不争盘坐在蒲团上 闭目养神 等待着炼气炉的温度降下来 同样的步骤 材料 火候 比例 时机 在刻画最后一道认竹法镜时 因心神松弛了一刹那 导致这件傀儡 四分五裂的人形玩偶 从炼气炉内飞出 落在他面前 他看了一眼后 没有在意 而后将其收入到除无待内 虽然这个傀儡报废了 但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紫金镯还没有购买升级材料 这个报废的傀儡 可以物尽其用 也省了他一笔零食 随后 成不争双目微臂 恢复其法力来 等待着炼气炉温度降下来 宁神静气 全神贯注 再次炼制了起来 三天后 弹坐在蒲团上的成不争 轻轻地摆了一下衣袍 右手并拢虚握 对着炼气炉一抓 炼气炉瞬间动了起来 越飞越小 到了他手里时 只有巴掌大小 成不争看了一眼炼气炉 将其收入到了除无待内 随即 他便出了炼气室 向大厅方向走去 地火室 大厅内 柜台内 一本正经的老头 半躺在摇椅上 手里拿着一本现装古籍 津津有味地看着 时不时地 嘴角露出蜜之般的微笑 好似心神已经陷入其中 不能自拔 忽然 听到重重地脚步走 老头就知道 肯定是那个小子 只有那个臭小子 才会如此尊爱我这个老师兄 果不其然 老头抬起头一看 剑成不争 不紧不慢地向这边走来 老手随手将现装古籍 放在柜台内 封面上书写着八个大字 师妹居然要强占我 成小子 怎么学起练起来了 成不争见老头一本正经地问道 他微笑着回道 男老头 怎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 是准备将你侄孙女介绍给我吗 老头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道 就你 你不配 老夫的侄孙女 是助击的苗子 你少打主意 对于老头的凶狠的表情 成不争并没有在意 反而笑道 老头 咱们关心那么好 肥水不留外人田 便宜外人 不如便宜我 是吗 老头不屑地 瞥了他了一眼 道 你不怕打死的话 你就去试了看看 不要怪老夫 不给你机会 闻言 成不争不由地一愣 虽然他听老头提过一嘴 孙子与侄孙女 都在门派里修炼 但他一直不知道 姓甚名谁 修为几何 他颇为好奇地问道 男老头 你孙子与侄孙女 到底是哪二位啊 想知道啊 老头嘿嘿一笑道 到风云楼 买一壶龙泉酒 我就告诉你 如何 成不争没有回应 上前两步 来到柜台内 将一壶零酒 两个酒盏取出了出来 放在柜台内的小桌上 又取了一个木凳 坐了下来 早就备好了 咱俩有些时日 没有在一起喝酒了 这壶酒 你老来品尝一下 说着 成不争捏住了玉壶的把手 将白玉酒盏倒满七分 而后又给自己 倒了一盏零酒 一股浓郁的酒香 在大厅内散开 他伸手虚影 做了一个请的姿态来 你老请 老头没有客气 直接捏住酒盏的把手 用鼻子轻轻地嗅着 而后轻饮了一口 双眼不由地眯了起来 好酒 是不是白云城 勤家先酿 但老头的语气 却是异常肯定 老头 你的鼻子真灵 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之孙女是谁了吧 老头奇怪地 看了一眼成不争 道 我有说过吗 酒还没有喝多少 你怎么说胡话了呢 成不争看着 耍无赖而脸色 一本正经的老头 心里不由地乐了 打去道 老头 下次 可不带玩来的呀 他把玩着酒盏笑着 我是怕你被打死 没人陪我喝酒了 才不跟你说的 老头一副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子 老夫是为你好 行行 男老头 我问你一件正经事 老头饮了一口酒 眯起了眼 半躺在摇椅上 开口道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我在藏经塔内 转了一圈 怎么没有发现 灵魂类的法术啊 只有一门 魂刺 法术 这里面 有什么说到吗 老头不以为然 道 我以为是什么正经事呢 门派内的灵魂类法术 都在藏经塔三层 原本是 放在藏经塔二层的 但门派内练气息修饰 贪图此类法术 斗法时 具有出其不意的能力 争相学习 但此类法术 修炼都是比较危险的 大多数弟子 独自修炼此术 被法术反噬 神识受了重伤 先徒难以为继 见此 门派将此类的法术 都移到了藏经塔三层 现在 只有驻基七师叔作家的弟子 才能学习此类法术 有驻基七修饰护持 这些危险就可以排除在外 至于那门魂刺法术 是所有的法术中 品级最低的一门 就是反噬 也不过头痛一阵子 过一阵子就好了 所以就留在了藏经塔二层 小子 你不过是炼器四层 可不要有什么歪心思啊 文言 成不征又给老头添了一盏酒 点头道 你老教训的是 不过 我已经将那门 魂刺 修炼成功了 所以 就想再学一门灵魂类的防御法术 老师兄接过了酒斩 打去道 小子 没有想到 你还有点法术天赋 不过这类法术 没有住机器修饰护持 还是不要修炼为好 嗯 知道了 谢你老的关心 成不征点头应付道 这时 人还没有到 红厚的声音 就从门外传来 爷爷 你的大孙子 来看你了 你看我给你带了 什么好东西 正在与男老头的喝酒的成不征 听到这么俏皮的话 心里暗乐 不由地朝着老头看了一眼 只见老头 老脸露出灿烂的笑容 嘴角不由地一脸 道 大孙子 给爷爷带啥好东西来啊 大门外 人还没有进来 便先看见一个大肚子 只见一个胖子走了进来 胖子身穿门派灰袍 将宽大衣袍绷得紧紧的 肉嘟嘟的脸庞 将眼睛挤得 便小了不少 此人 正是他刚刚加入门派那会 在风云楼前的小伞机 摆摊卖屁股单的那位胖子 对于此人 陈不征还有一些印象 同时对于老头的侄孙女是谁 他也有了一些猜测 但表面上依旧不动声色 走进大厅的胖子打亮了一眼 陈不征 疑惑地看着老头 问道 爷爷 这位是 这是我的酒友 也是你师弟 陈不征站起身来 抱拳微笑道 见过师兄 在下陈不征 不知师兄怎么称呼 我叫江福贵 称师弟 你叫我江胖子就行了 爷爷 这是我给你带的好酒 说着 江福贵将一坛酒放在了桌上 随手拉过一个凳子 坐了下来 江师兄 你来得正好 请 陈不征并没有直接称呼为江胖子 这点人情世故 他还是懂得 说着 他又取出一个白玉酒盏 将其满上 递给江胖子 陈师弟 不用如此客气 小子 他是老夫的孙子 用不着如此俗套 那我见外了 在下自罚三倍 你小子 就是想多喝酒 占便宜是吧 酒管够 江胖子豪爽到 随后 三人随意地 聊着门派内的去世 两人也慢慢地熟悉了起来 落日时分 伦兰山脉的外围地区 一道黑白相间的灵光突然闪现 灵光消散 一道身影出现在原地 伦兰山脉位于晋国 西北方向 整座伦兰山脉放眼望去 群山不绝 树木繁忙 绿荫成群 不时地传来原体鹤立 陈不征查找了许多资料 才确定了藏宝图的位置 位于伦兰山脉内部 而这份藏宝图 正是陈不征 从亡人那里得到的 如今他已经晋升到了 炼气后期 来此也做足了准备 陈不征看了一眼远处的山脉 随即取出灵魂傀儡 人偶落地 瞬间变成正常人大小 而他本体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道人影 快速地在地面上奔跑着 人偶面前的悬浮离火箭 随着不断地奔跑 在傀儡面前上下起伏着 好似随时准备 发出雷霆一击 身旁的树木 不断地倒退着 一点点地靠近藏宝图地点 忽然 一只皮毛雪白的老虎 带着腥风 从灌木中扑出来 灵虎张开了那 血盆大口 朝着人影咬来 见此 陈不征却一点也慌 反而感到好笑 没有想到 一只刚刚踏入 一阶下品的妖兽 敢如此生猛 对他呲牙 一阶下品妖兽 对应炼器一到三层 实力起伏不定 悬浮在身前的离火箭 顿时灵光闪耀 空气乍响 带着呼啸声 斩向那头雪白的老虎 只见那头灵虎感觉到 迎面飞来的飞剑 散发着强大的威势 对他有致命的威胁 连忙身躯一转 朝着灌木出月去 只见 离火箭微微变转方向 斩向了雪白色的老虎 一声悲嚎的虎啸声 在森林中回荡 只见那头老虎 被斩成二截 雪白的皮毛变成血红色 虎血沿着一根根油润虎毛 低落余地 而后城不征 对于一阶下品妖兽 遇到了能躲就躲 躲不开直接快速的击杀 以防突然冒出 一只一阶上品妖兽 二个时尚后 夜色降临 城不征顿入地下六丈处 开辟出 方圆一丈大小的空间 他直接盘坐于地 运转星空诀 沿着小周天 恢复法力 次日清晨 再次从地底顿出 沿着地图所标注的位置 再次前进 他可不敢再有妖兽的地区 欲空 明晃晃的靶子 万一 遇到托家带口的妖兽家族 那就有点麻烦了 他最不最欢的 就是麻烦了 所以还是 小心谨慎为妙 城不征在不断地 深入轮廉山脉 同时神石全力散开 以防妖兽打他的措手不及 傀儡面前 依旧悬浮着离火箭 保持着随时攻击的状态 一路上翻山越岭 拔山涉水 好似万里长征一般 突然 城不征脚步一停 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山岳 只见两座山岳合拢起来 呈现八字形 在最前方 有一块三丈高的光滑巨头 将最前方堵得严严实实 这一道难关 对于凡俗之人来讲 自然是千难万险 对于修士却不值一提 只见人形傀儡 在脚下轻轻一跺 如同大鸟一般 窜向上空 随后在巨石轻轻一踏 上升速度急增 而后一跃进入游峡谷之中 站立在峡谷中 城不征才发现 此峡谷原本就是一个整体 堵在谷口的巨石 也是自然形成 山谷内草木茂盛 在一条小河旁边 还有为数不多的水果树 可惜果树上街的果实 这眼前的一幕风景 让前世的旅友们看见 不得嗷嗷地前来旅游啊 他心里喃喃自语道 见此 城不征也不得不佩服 大自然的神奇 真是鬼斧神功 让人叹为观止 随后 他不再感叹此地的风景 朝着地图 所标记的位置走去 踏着青草越过果树 小河朝着东西夹角 那一片阴影走去 走到夹角处 城不征才发现 离地两丈高处 夹角之处 却不是岩石壁 而是静一丈高的黑洞 形状如同拱门一般 一道黑白相间的灵光闪现 城不征出现在此处 城不征并没有直接进去 心面一动 一层灰蒙蒙的灵光 将他笼罩 而后 一抹腰间的储物袋 直接寄出玉珠法器 又落下一层防御护照 将他包裹起来 随即傀儡率先 非事进那个大洞 见此 城不征脚下重重一跺 朝着如同拱门一般的石洞射去 站立在洞口处 他望着向下延伸的通道 心神一动 城不征再次消失 只见傀儡朝着下面走去 沉重的脚步声 在漆黑的通道内回荡 漆黑的通道 对于修饰来说 没有丝毫影响 更何况城不征还练就了铜树 不多时 走到了通道的尽头 城不征放眼望去 只见石窟内十丈方圆大小 地面颇为平整 在西南角处 有个半丈大小的水潭 突然 他眼睛一缩 在水潭不远处 有一条灰甲额 灵片呈现灰色 与周遭的岩石颜色差不多 以至于他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那条灰甲额 大约两丈长 浑身布满了灰色灵片 趴在角落里一声不发 犹如一块岩石一般 他根据灵气波动判断 这是一阶上品妖兽 灰甲额 他看着那条灰甲额 心中不由地嘀咕道 亡人得到藏宝图没有动手 或许 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条灰甲额 以至于 他迟迟没有动手 也有可能 他已经试探过一番了 不过 可能不是灰甲额的对手 只能狼狈而逃 待修为大镜后 再来查看 正好试试 灵魂傀儡各方面的实力 如何 成不争不再迟疑 取出另外两个灵魂傀儡 二个人呕自地底射出 随即化作正常人大小 向灰甲额冲去 石窟内 三个傀儡周身闪耀着灵光 如同炮弹般的弹射出去 空中划过一道倒气浪 向石壁上拍去 石壁微微抖动 灰甲额感受到强大的灵力波动 睁开两眼 原本恼怒不已的他 感受到三个强大的灵气波动 很从心地向水潭方向闪去 但此时 三个方向已经被傀儡包围了 水潭方向的三号傀儡 微调着方向 直接与灰甲额发生了遭遇 砰 三号傀儡闪躲不及 被灰甲额的尾巴末端扫到 倒飞出去 但一号与二号傀儡 已经赶来 将其紧紧地纠缠住 一号与二号 拳头上闪烁着灵光 抡起巨大的拳头 如雨点般 砸在灰甲额的身躯上 灰甲额时不时地侧身游走 尾巴横扫 水箭射出 两个傀儡周身的灵光闪烁 但还是没有能完全躲避过去 少青 被扫飞的三号傀儡 却没有继续 加入围攻灰甲额兽中 而是双手打出了一道法诀 一息之后 三十六道剑影 散发着锋利的气息 悬浮在面前 缓缓转动 瞬间之后 一道黑白流转的灵光内 城部争神十分成三分 心力拉满 操作着傀儡 对灰甲额兽的进退路线 进攻方向 闪避路线进行封锁 攻击 乌灰甲额发出一声凄惨的嚎叫 动作瞬间停止 只见灰甲额的身躯 出现叨叨伤口 拳头印记 白骨清晰可见 青色的鲜血 朝着周遭蔓延开来 一道黑白相见的灵光闪现 城部争出现在石窟内 他上前两步 他将其身躯完好的灵片 一片片剥了下来 而后用飞行剑 沿着血肉 将皮膜削了下 城部争将血液 皮膜 疗牙 尾巴 逐一处理完毕 收入除袋内 随后法力威震 将收取灵财时沾染的血液 震飞出去 随即 他双手打出了一道法绝 一个赤红色的火球 悬浮在他面前 火球朝着灰甲 恶残区射去 片刻之后 原地只有一堆灰烬 石窟内 城部争上前两步 将三个傀儡体内的灵石取出 他看了一眼后 发现里面所有的灵石 灵气都已经耗费了大半 剑瓷 他并没有意外 将里面的灵石取出 再次装满了崭新的灵石 而后 他朝着洞府的入口处走去 心念一动 他只射出一道剑气 划开犹如实质的空气 冲向眼前的石壁 只见石壁上泛出 一层白色的光幕 随即 城部争心念一动 一道剑影散发着惊人的剑气 斩在面前的白色光幕上 白色光幕 隐隐有着灵光闪烁 见此 他没有再继续试探 心念一动 三十六道剑影 瞬间闪现 散发着惊人剑气 缓缓地转动着 如迎风破浪般 从空中划过 斩击在白色的光幕上 碰 白色光幕 泛起了一层层涟漪 城部争知道 眼前的静止 坚持不了多久了 果然 不出他所料 半课钟后 哇 那一层白色光幕 化为灵光 彻底地消散了 随即 灵魂傀儡走进了洞府内 而本体身上笼罩着 一层黑白相间的灵光 瞬间消失不见了 进入内洞府内 入眼望去 整个洞府大约有 三十丈方圆大小 由三个大小不一的石室组成 大厅内 石桌石椅 残缺不全地 已经倒在地上 看来是时间太久了 连石头都风化掉了 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 而后 走向左手边的一间石室 推开石门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程不争带着低落的心情 走向对面的石室 推开石门 发现里面有一个炼丹炉 微弱的地火 依旧在丹炉的下方燃烧着 欠慈 他心中万分惊讶 这分明是 微氧灵丹的模样 程不争心中一喜 至少还是有收获的 随即 他退出石室 朝着最后一间石室走去 推开石门 发现只有一个 铺满灰尘的大床 而后 便没有一丝一毫的发现 这应该是一位 高阶修士的别府 应该外出后 再也没有回来 不然 也不至于炼丹炉 放在这里没有收回 见到没有任何危险后 黑白相见的灵光一闪 程不争跨进了洞府内 越过一片狼藉的大厅 直接朝着炼丹炉那间石室走去 程不争走进炼丹室内 望着微弱的地火 好似在温养着灵丹 随即 他只见射出一道法力 分化成三股 射向炼丹下面 三个石墩上 三道灵光分别缠绕在 石墩镶嵌着鸟嘴上 他满心欢喜地将炼丹炉打开 里面正是两粒 被温养了不知多年的丹药 这两粒丹药如同角月般 散发着白萌萌的灵光 程不争放在手心里 细细地打量着 程不争知道 这丹药一定非比寻常 或许就是传说中的逆天灵药 能直接注击的灵丹 但经过许久比对 反复地测试 验证 他面带苦涩地 看着手心里的丹药 哎 怎么是定炎丹呢 虽然 大多数女修都会为了你疯狂 但对它实在是没什么作用啊 算了 好歹也是高阶灵丹 不知道有多少女修 求知而不得的灵丹 定炎丹的大名 他也是听说过的 就连辅药都是千年以上的灵药 可以想象到 定炎丹的价值是多么的惊人 此丹的功效 如同它的名字一般 能将岁月年华 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直至生死的那刻 依旧是服用定炎丹的那刻 虽然市面上没有定炎丹 但类似的丹药 还是有踪迹的 如注炎丹 但此类的丹药 都是有一个期限 最多能保证百年的熔炎 而后每百年 都需要服用一粒注炎丹 注炎丹 虽然没有定炎丹那么神奇 但也是高阶丹药 而且是非常稀缺的 这些资料 都是他在藏经塔内 修行建文 这块预解内了解到的 此时 他很想迈出去 但考虑到其中的巨大风险 他默默地打消了 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一夜报复的梦想 也就此破碎了 他怕有命拿 没命花 欠此 他心意狠 诚不征打出一道硬诀 一点灵光射在丹药上 只见灵丹光滑大肾 毫无一丝杂色 确定了此丹 无毒无害 品质绝佳 随即 他没有再犹豫 抬手 张嘴 咽下 一气呵成 定炎丹入口即化 瞬间 变化为一道微凉的气息 游走在四肢百骸 而后彻底消失不见了 卖是不敢卖 只能自己用了 而后 他将剩余的一粒定炎丹 珍而种植的收入玉霞内 随即将其封镜上 收入储物袋内 随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 那尊炼丹炉上 经过他仔细观察 这尊不知品级的炼丹炉 此事能完好无损 主要得益于地火的温养 否则 早就变成了沸铜烂铁 成不征大手一挥 将炼丹炉收入储物袋内 便不再停留 直接退出石室 向最后一间石室走去 走入石室内 成不征大手一挥 将床上的灰尘凝聚一团 扔在一边 他望着面前 泛着盈盈欲光的灵欲大床 虽然他不知道 此玉霞有什么材质炼制的 但他能确定 这一定是高阶灵才打造的玉霞 虽然不知道 此玉霞的具体作用 但他还是可以试一试的 向到这里 成不征直接上前两步 盘坐在玉霞上 修炼起来 顿时 他脑海一片空明 处于心弱冰青的状态 连运转周天速度 也提升了许多 周遭聚集的灵气 也比以前多了许多 一番实验下来 他发现 此玉霞有 聚灵 静心 斧灵的效果 至于有没有另外的效果 他就不得而知了 见词 成不征没有耽搁 大手一挥 将玉霞收入储物袋内 对此 他心里美滋滋地想到 或许 那位高阶修士 真是着急出门 连这么值钱的玉霞 都没有带走 可惜了 他再也没有回来了 估计 随后 成不征仔细地 将整座洞府搜索了几遍 确定没有丝毫遗漏 便出了洞府 峡谷之中 成不征回头深深地望了一眼 那如同拱门一般的洞口 出了伦兰山脉后 一道黑白相间的灵光 将它包裹了起来 瞬间 成不征的身影 便消失不见了 半年后 白云门 木屋内 咚 咚 轻重缓急地敲门声传来 成不征打开房门 见到长相喜人的江福贵 笑道 江师兄 经过他长时间的观察 江福贵虽然做生意 有点奸诈 经常拿他堂妹的名头 做招牌 以至于 现在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但为人 还算是性情中人 江福贵眯起那双小眼睛 亲切地说道 我这不是刚刚听说 成师弟恋丹有成了吗 师兄特地过来 给你道喜的 说着 江福贵便从储物袋内 取出了十块零食 对此成不征并不惊讶 他也猜测到了 传出消息的几个源头 但他并没有点破 这是他故意如此做的 毕竟 他炼制氧气丹多年 差不多 记忆也该稍微提升一点了 江师兄 你过奖了 成不征摇头 苦笑道 如今 我炼制氧气丹 成功几率才稳定到三成 勉强饱本而已 炼丹有成 师兄 你可别说笑了 江师兄 你的心意我领了 你现在做生意赚零食也不容易 拿回去吧 说着 成不征罢了罢手 见词 成不征眼里闪过一丝异色 没想到这胖子真大气 最终 他还是没有收取 这十块零食 随后他将江富贵请进屋内 师兄 有事直说 成不征一边倒酒 一边说道 毕竟 我们也不是 相交一天 两天了 师弟 那你可就说错了 将胖子接过接过成 不征递过来的酒盏 开口道 诸多仙意 哪一门不需要天赋啊 你看看诸多的炼气气同门 有几个会一门仙意 这已经不是 单凭的努力 就行的 没有那一点天赋 基本上不可能学会一门仙意的 何况 师弟现在已经能回本了 可以说是炼丹有成了 师弟你不必自谦 江富贵摇头晃脑地说道 见词 好吧 成不征好似无可奈何地 看了一眼长相颇为有福的江富贵 随意地应付 道 师兄 再不说 我可没有兴趣听了 他熟悉江富贵的性情 虽然做生意有点奸诈 但他并有在意 哪一个商人 不是老奸巨滑的油条 在摸爬滚打中崛起的 但那少之又少 只要不将注意打到他头上 他也不会在意 那一份人情事故 嘿嘿 师兄现在急需你的帮助 江富贵脸上 露出了蜜枝般的微笑 缓缓开口 道 我醉 在门派内 整合了一些资源 方便同门资源共享 也可以发布 接取任务 我再顺便 也赚点零食 否则 光凭做任务的那一点资源 只能勉强够用 但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便是丹药甚至短缺 这不是求道师弟 你这里了吗 闻言 可 是可以 程不征看着一脸嬉笑的江富贵 调侃道 我相信江师兄 不会让师弟 吃亏吧 说完这句话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江富贵 当然 江富贵放下手里的酒盏 拍了拍肥状的胸膛 一晃一晃的 语气极其高昂地说道 谁不知道 我江富贵 是个一泊云天的人 程师弟你放心 单药的收购价格 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以后你有何需求 可以跟我说 师兄尽力帮你办了 那师弟 在此 多谢江师兄了 程不征拱手道 而后 他略微一沉吟 江师兄 程不征面色露出迟疑之色 缓缓地开口道 听说 师兄在门派内渠道众多 能买到诸多稀缺的灵物 不知 可否帮小弟一个忙 师弟 过奖了 江富贵笑眯眯地开口 道 有何事 需要为兄帮忙啊 嗯 程不征略作陈吟 道 无尽之海 有一种特殊灵物 深海灵棒里 蕴含着一种灵珠 据闻此灵珠 效用诸多 不但可以用灵珠粉 作为炼丹灵才 而且还可以炼气 我最近在尝试着 用此灵珠粉炼丹 不知道 能否入手 深海灵珠 将富贵皱眉 稍微撕亮了片刻 缓缓开口 道 此灵珠 乃是无尽之海的 特产灵物 就是供奉格 也很少有低品的灵珠 市面上更是难得一见 怕是不易获得 不行 程不征心中一沉 深海灵珠 此灵珠的材质 是他发现最为契合 作为灵魂傀儡的 核心能量源之一 另一个契合的灵物 则是妖兽内丹 但妖兽内丹 只有三阶 及三阶以上的妖兽 才有内丹 一阶 二阶妖兽 根本没有内丹 而三阶妖兽 其实力相当于金丹七 那至少也是三阶灵才 可不是他 现在所能妄想的 价值更是匪夷所思 超乎他的想象 经过许久的研究 他已经彻底地 将新的能量 回路法境研究出来 取代了原先 以灵石为驱动员的 能量回路 不仅如此 原先的灵魂傀儡 外形以金木为主体 变化成人形 面部毫无表情 如同木桩一般 十分地僵硬 毫无血肉质感 经过了他许久的研究 外形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当然目前因材料不足 以至于迟迟没有面试 眨眼间 诸多念头 在他心间闪过 这关系到傀儡进一步的完善 原先的灵魂傀儡术 在加入自己的研究 删减掉原先的灵力回路法境 与防御法境后 增加回源法境 以及一部分 已经研究出来了 心灵法境的部分 经过 小蝶的重新推演后 崭新的灵魂傀儡术 已经成型了 并且品阶推演到 一阶上品极致 陈不争心里有些忐忑 这关系到他的保命傀儡的面试 但表面上 他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师弟 江富贵随即开口道 你要什么品贴的灵珠啊 一阶上品灵珠 陈不争拱手道 可以的话 最好六颗灵珠 三颗也行 这个 江富贵迟疑了一下 缓缓开口道 恐怕不易啊 但具体能不能成 我现在也不知道 过几天才能有答复 没关系 陈不争面色淡然 好似不是很在意 随即开口道 师兄你放心 无论成不成 师弟以后炼制的氧气丹 都交给你处理 当然 灵珠我也不会白要 可以用临时购买 价格方面好说 行 我试试吧 江富贵点头应道 那就 劳烦师兄 随后 两人再次畅饮了起来 谈论着门派内的趣事 以及一些小道消息 临走时 陈不争将储物袋内 剩余的氧气丹 与壁谷丹 交给了江富贵售卖 次日 白云门 踏先锋 一个颇为精致的庭院 被一层丝滑薄润大阵锁笼罩 一道身影出现在大阵前 仔细瞧去 却是一个长相颇为喜人的胖子 那身形圆润的胖子 看着眼前的庭院 手一扬 一道鸿芒 射入大阵内 少卿 挺着大肚子的胖子 面前出现了一道 如拱形大门般的缺口 见此 江富贵没有丝毫惊讶 直接向内走去 熟门熟路的他 直接向正厅行去 进入大厅内 只见一道身形轻瘦 身披门派 致是黑袍的老者 坐在太师椅上 笑盈盈地看着眼前 颇为圆润胖子 小胖子 老者用调侃的语气说道 怎么有时间 看你二爷爷来了 是不是 有事求老夫啊 平时可不见你的踪影啊 说到最后 老者语气却是低沉了 对此 江富贵并没有在意 他了解二爷爷的脾气 如果真是生气 肯定一句不说 冷冷地看着他 最多说一个字 滚 二爷爷 江富贵嬉笑地说道 哪有 平时你老 都不在门派内 都跟随顿天舟 到无尽之海执行任务了吗 你这一休闲 你孝顺的大孙子 这不就过来 给你请安来了吗 对此 老者好似并不相信一般 是吗 老者尾声拖得长长地 缓缓地开口 道 请安也请过 现在你也该滚了 二爷爷 看你说的 江富贵走到老者背后 给老者捏起肩膀来 嬉皮笑脸道 给你请安 又不是走一下流程 是孙儿 真心实意地孝敬 二爷爷 你怎么能让孙儿寒心呢 此时画面 不由得让人感到温馨 但前提将胖子踢除出去 实在是那副狗腿子的模样 有些碍眼 对于老者来说 他感到颇为舒适 并眯上了 那双炯炯有神的双眼 少青 说吧 老者眯着眼 缓缓地开口道 再不说 就不用说了 见词 江富贵 嘿嘿一笑 也不是什么大事 江富贵用羡眉的语气 道 就是一丁点的小事 二爷爷 你手里有上品灵珠吗 说着 江富贵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 随即用那肥胖的双手 在老者的后背敲起来 此时 这一幅画面 着实有些违和 灵珠 老者沉思了会 随即开口道 是无尽之海 深海灵磅所生产的灵珠吗 你要什么品级的灵珠啊 嘿嘿 一接上品 江富贵讨好的说道 要求也不要 只要三颗上品灵珠 多的话 六颗也行 不白拿 可以用灵十满 文言 不是你 要用吗 老者缓缓地开口 但语气却异常地坚定 缓缓道 是谁 要用 你老 真是神机妙算 江富贵不要脸的拍马屁 道 是我一个小师弟 比较要好的兄弟 而且他 还是为下品练丹师 二爷爷 你要有的话 就帮帮我吧 反正 你也用不到 毕竟 这只是一阶灵才 老者并没有理会 这个孝敬的孙子 上品深海灵珠 是非常珍贵与稀缺的 堪比二阶灵才 少卿 老者思考了片刻 好似想到了什么 缓缓地开口道 让你的小师弟过来 老夫这里正好有一件事 需要有人办 办好了 送他六颗上品灵珠 又如何 什么事啊 将富贵动作一停 随即开口 道 二爷爷 要不要我给你帮忙啊 老者眼皮也没翻 好似充耳不闻 默不作声 静静享受着孝敬孙子的按摩 三日后 木屋内 盘坐在玉床的程不争 双目微闭 周身灵气流转 此时 他正在打坐 突然 他睫毛微动 睁开了双目 金光一闪 周遭的灵气快速地消散 程不争站起身来 将玉床收入除袋内 而后又取了一张木质大床 而后 他上前两步 坐到摇椅上 伸手捏住桌上的白玉酒壶把手 倒了一杯灵酒 半躺在摇椅上 手里把玩着酒盏 时不时地轻盈了一口 不一会儿 思绪就飞到了深海灵珠上 不知道 江师兄那边怎么样了 就在 程不争难得清闲的片刻 忽然 躺在摇椅上程不争 来回摇晃的时候 察觉到了预警阵法 发生了轻微的波动 预警阵法的存在 正是他吸取了 少傅与黑衣大汉的例子 才购买了一套 虽然 在门派内基本 不会遇到危险 但必要的隐私空间 还是需要的 程不争大手一挥 那一层预警光幕 眨眼间 消失不见了 他起身 打开木门 见到日思夜想的大胖子 心中欢喜不已 但表面神情 依旧毫无起伏 江师兄 程不争脸上 挂着温和的微笑 开口道 可是 有消息了 随即 程不争身手虚影 做出一个姿态来 两人一前一后 进入木屋内 左右分座 嗯 江富贵面色复杂 看了程不争一眼 缓缓开口道 上品灵珠 只有我二爷爷那里有 但他需要见你一面相谈 要不 就算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麻烦 二爷爷肯定有事要你做 虽然 现在俸禄阁里 也没有下品灵珠的存货 但给我几天时间 为兄 还是能帮你收购到的 说完 江富贵面色尴尬地 看着程不争 但说到最后 语气却不由地坚定了许多 正在给江富贵 斟酒的程不争 动作一顿 面色毫无变化 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笑意 随即若无其事地 继续斟酒 江师兄 请 程不争将酒盏 递给了江富贵 而后开口道 不知 江师叔需要 师弟做什么啊 文言 哎 江富贵接过酒盏 开口道 我也不知道 当时二爷爷也没有说 程不争件没有问出来 心里不由地纠结了起来 这一趟可不是那么好去的 一旦去了 必须答应 他可没有资本 能扫住机器师叔的颜面 江师兄 程不争面色认真道 此事 我需要吸气斟酌一番 感谢师兄跑了这一趟了 我这杯酒 先干为敬 话音刚落 程不争端起酒盏 一口气喝得干干净净 干了 江富贵豪爽地端起酒杯道 此事 有富城师弟所托 我也敬你一杯 一番畅饮后 江富贵从储物袋内 取出一堆零食 放在桌上 江师弟 江富贵指着零食堆比划道 这是上次售卖丹药的零食 你点下 见词 程不争并有客气 神识一扫而过 没有错落后 将其收入储物袋 两人对作痛引起来 你一杯 我一杯 喝得红光满面 酒气环绕 室内飘荡着一股浓郁的酒香 金屋饮汤谷 玉兔细心河 白云门 木屋内 夜风拂过 那躺在摇椅上的青年 肩厚墨浴般的长发 被吹得极许散乱 此时 那剑梅下的心眸里 硬着两轮脚跃 躺在摇椅上的成步争 此刻 却陷入了沉思 他一个炼气期修士 有什么值得 助激气师叔算解 论修为 他在外显露 不过是炼气五层 属于大众修士中的一名 助激气师叔 如果要想要炼气期修士帮忙 只要不是太危险 没有一个炼气期 同门会拒绝 即使不要奖励 相信也会有大把的修士 相互争夺着 也要帮忙 只要卖师叔一个好 这相当于在门派内 有了一个靠山 即使有人想打他主意 也要考虑到 得罪一个助激气师叔 是否值得 门派内 也相当于一个小社会 利益驱使 使得门派内 也是人情复杂 并不是如凡人想象般 每一位仙人 都是一心修炼 逍遥天地间 如果是危险的任务 他一个炼气期四层的修士 也不能帮上什么忙 门派内炼气后期的修士 多的是 即使炼气巅峰 也有不少 而且 他也可以确定 他绝对没有与江师叔照过面 所以 江师叔也绝对不可能知道 他真实的修为 何况 即便是助激气修士 不仔细探查 也不会察觉到他的伪装 而炼丹术 他现在不过是一阶下品炼丹师 这样低阶的炼丹师 门派内也有不少 何况 江师叔肯定也认识炼丹师 甚至连二阶炼丹师也熟悉 就连的他孙女 也是一位一阶上品炼丹师 也是白云门 三朵鲜花中的江仙子 江思琳 也是江富贵的堂妹 男老头的侄孙女 成不争躺在摇椅上许久 一动不动 突然 他脑海里浮现了两个字 法丹 法丹 属于一种特殊的炼丹方式 只要是个修士 就能炼制 但有很大几率 造成神识毁灭性的重伤 仙徒止步于当下 除非有恢复神识的灵丹 而此类灵丹起步都是二阶 治疗神识伤识的二阶灵丹 是何其珍贵 甚至大多数住基其师叔 都没有一粒此类灵丹 如果 是炼丹师来炼制法丹 成功率就会有了大大的提升 但几乎没有一个炼丹师 愿意去炼制此类法丹 法丹是 类似于一次性法器 将一团及其不稳定的精华 按照特定炼制方式 炼成一团压缩性的丹药模样东西 或许 这就是江师叔 没有让其孙女炼制的原因 这也许 就是江师叔找他的原因 不但能提高炼制法丹的成功率 也无需 随便找一个人 来炼制法丹 浪费来之不易的灵财 成不征相信江师叔 也找过了许多炼丹师 肯定没有一个炼丹师愿意炼制 基本上 门派内所有的炼丹师后面都靠山 或许 江师叔这才将主意 打到了他头上 即使由他来炼制法丹 只有九成把握 剩下的一成 主要没有炼制过 只能交给命运了 差不多 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后 成不征立即站起身来 准备出去躲一阵子 等到江师叔找到替死鬼后 他再回来 他推开大门 刚要转身关门时 便见到一个人影 从远方飞来 见此 成不征面露苦涩 无需施展法术 依仗法器 仅凭肉身便能飞行 这是助击期修为的象征 此时 能来这里的 除了江师叔 成不征想不到还谁 他没想到 江师叔这么急不可耐 原本等他上门详谈的 现在直接过来 看来 他是逃不掉了 也说明了江师叔 已经下定决心了 容不得他有退步的余地 少卿 一个身形轻瘦 身披门派黑袍的师叔 缓缓地落在他的墓屋前 可是成小友 江师叔笑盈盈地看着成不征 但语气异常肯定 缓缓道 老夫是江富贵的二爷爷 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对此 成不征很想回答 他不是所谓的成小友 也不是江富贵的朋友 他只想溜得远远的 但麻烦来了 他已经躲不掉了 于是 他很从心 见过江师叔 成不征垂首失礼 道 不知江师叔 有深夜造访 有何要事 此时 成不征只想装傻 此事推辞过去 请走这位师叔 事有一点小事 江师叔见垂首 看脚尖的成不征 开口道 听说小友 恋丹有成 可喜可贺 不像老夫的侄孙 一事无成 江师叔好似林家的老爷爷般 随意地聊着家常事 助机器修事 哪一个是好相遇的 此时 不过是他温和的一面而已 另一面 成不征不想知道 也不敢知道 师叔 里面请 成不征伸手虚影 做出一个请的姿态来 随后开口道 师叔 你说笑了 江师兄如今在门派内 也是风云人物 不但帮助了诸多同门 赚的零食也不少 木屋内 呵 江师叔听到夸赞江富贵 好似很高兴般 随后开口道 听说 小友需要上品灵珠 不知可有此事 是的 江师叔 成不征一边给江师叔针灸 一边开口说道 我想用此灵珠 作为药影印证一番 师叔 请 对于 成不征为什么想用上品灵珠 作为药影 又想印证什么 他完全不在意 目前他在意一件事 嗯 江师叔接过成 不征递过来的白玉九斩 轻饮了一口 随后缓缓道 正好 老夫这里还有一些灵珠 只要小友给老夫炼制一枚法弹 老夫送你三颗上品灵珠 如何 文言 成不征身形一顿 低头看着脚尖 好似地上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见此 江师叔并不惊讶 他见过诸多不愿意炼制法弹的炼丹师 听闻后 大都是这幅默不作声的态度 但那些炼丹师 后面都有靠山 他也不想去招惹 所以他的法弹 一直没有人炼制 对于成不征的这番态度 江师叔并有任何不愿 但必要的态度 还是要给的 不然 小辈们 还以为他这个筑基七师叔 很好说话 毫无颜面可讲 忽然 江师叔脸色一速 顿时 一股无形的威压 铺天盖地 朝着成不征压去 木屋好似随时要散架一般 如果木屋不是用灵铁木所建筑 肯定已经坍塌了 此时 成不征好似背负着 一座无形的大山般 脸色苍白 额头不断地有冷汗渗出 全身寒毛倒数 背后已经打湿了一片 但 成不征还是咬紧牙关 一言不发 默默地承受着 少青 那无形威压 如同潮水般地退去 无形的威压一松 成不征不由自主 往后退了几步 见词 江师叔肃穆的表情 缓缓收敛 脸上再次挂着温和笑意 开口道 成小友 再加三颗上品铃珠 如何 这一手大棒 一手填枣 是他屡试不爽的手段 他相信成小友的应该能明白 什么是能拒接的 什么是不能拒接的 一颗填枣下去 相信他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果不其然 多谢师叔 成不征垂手行礼 面色恭敬 道 弟子 一定会全力以赴 将法丹炼制成功 尽管 他心大骂不已 但脸上不敢露出分毫 该给前辈的恭敬 必须保持住 不然 冒犯师叔被打杀 门派也不会管 这就是真实的修仙界 什么是前辈的颜面 什么是实力为尊 这是一颗上品灵珠 将师叔取出一颗灵珠 放在桌子上 随后 他接着说道 这是提前奖励 只要你将法丹炼制出来 剩余的奖励 一并给你 皇帝不差恶病 老夫也不差你这点东西 他现在就将一颗灵珠给程不征 也并不担心 一个炼气气的小辈 敢贪磨他的东西 而后面的话 也都是为了安抚程不征 让其全心全意地 为他炼制法丹 这一番动作 做得极其自然 毫无违和之感 多谢师叔赏赐 程不征脸上 依旧保持着恭敬的神色 抱全行礼道 对此 程不征心里清楚 这一切都是姜古 为了安抚住他而已 但他不得不吃下这个甜枣 不然 大棒就该落下了 食食物者 为俊杰 这句话是多么无奈 也是他 此刻心里真实的写照 少卿 江古又取出了 玉霞与一块玉剑 放在桌面上 程不征的目光 在桌上的玉霞与玉剑 停留了一下 注意到了他的眼神变化 江古笑道 玉霞内封尽着雷霆精华 玉剑内记载着 灵雷法丹的炼制法门 这道法门 也是你的报酬之一 文言 多谢师叔 程不征尽力报全道 灵雷法丹 属于一次性攻击的法丹 能瞬间将里面的雷霆精华释放出去 里面蕴含的雷霆精华越多 那法丹的威力也是越大 但同理也是如此 雷霆精华越多 法丹的炼制难度 也伴随着法丹的威力而上涨 这玉霞内 至少蕴含了助击期 全力一击的雷霆精华 一旦炼制失败 即便是上品炼丹炉 肯定也要报废 至于人在不在 那就不好说了 一切就要看命了 程不征电头一转 好似想到什么 师叔 程不征看了一眼玉霞 开口道 弟子并没有炼制过法丹 能否在炼制之前 抽取出一些雷霆精华 先试行炼制一下 可 江古微微点头 颇为赞同这个方法 至少 也能提升一些 炼制法丹的成功几率 顿时 江古觉得这个小家伙 还是有一点炼丹师 该有的谨慎与慎重 那 程不征面色有些犹豫 迟疑道 师叔 弟子最多可以 抽取几层雷霆精华 弟子 只是为了 提升炼制法丹的成功率 绝不是 故意想减弱 零雷法丹的威力 望师叔明鉴 嗯 江古眉头一皱 好似思考着什么 随后缓缓开口道 至少 要有助击中期巅峰 全力一击 他略微一沉吟 接着道 差不多 玉霞内那一团雷霆精华的四分之三 剩余的四分之一 你可以先行试炼 尽量 有足够的把握 再进行炼制 最好 将四分之一雷霆精华消耗完了 再炼制 这团雷霆精华 难得一见 价值不菲 说到最后 江古悠悠一探道 对此 程不征心里冷哼了一声 如果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着想 他一定会故意炼制失败 气死 这个持强凌弱的老家伙 随即 知道了 师叔 程不征说话间 语气很是坚定 道 弟子一定不负所望 竭力完成零雷法丹的炼制 嗯 江古站起身来 上前几步 拍了拍成 不征肩膀说道 即使 炼制失败 也不要紧 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危 如果 师叔也是炼丹师 也无需麻烦你了 一番安危的话 缓和关系动作 这个尺度 江古拿捏得死死的 随后 江古便飘然而去 程不征看着江古的背影 脸上依旧保持着恭敬的神色 垂手而立 不敢露出一点异样 即不愤之色 助击七的神识预警范围 到底有大 他也不知道 但绝对不是炼气七 所能比拟 或许此刻 他站立的范围 也在江古的神识预警范围之内 感受到 肩膀上的余温 他知道 此人绝对是个老狐狸 刚才的动作 话语 无一不证明了这一点 少卿 程不征转身 关上房门 打开预警阵法 躺在摇椅上 静静地思索着 这就是 助击七的威势吗 在助击七面前 炼气七如同凡人一般 毫无反抗能力 两者之间差距 犹如天囊之别 已经不是炼气七修饰的数量 法器精良 及阵法所能弥补的 如同金刚石与泥巴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绝对不是 单单的法力数量变化那么简单 但助击这一关 不知难下了多少炼气七修饰 但 晋升到助击七 便可以得享三百年寿命 如果侥幸踏入金丹七 则能活到八百年 更是大有指望再进一步 而元英七寿数 惊人地达到了三千年 过两个千年兽弹 也不在话下 偌大的晋国 只有几个浮原身后的老怪物 才享有此机缘 三千年 坐看岁月流逝 人间风云变化 皇朝起起落落 威然不动 月华如水 夜风徐徐 无数的妖兽 金怪 吸收着月华 发出兴奋的鸣叫 鸟蹄 白云门 峡谷内 此时 却是寂静一片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木屋内 依旧释放着柔和的光芒 陈不征躺在摇椅上 目光不经意间 落在桌上的玉匣 玉检与一颗深海灵珠上 他伸手一招 一颗散发着白萌萌的灵光的灵珠 落在了他手上 陈不征打亮着手心的深海灵珠 指度不断摩擦着 感受到指度那一抹微凉 欠此 他嘴角不由地露出了一抹微笑 虽然他很不愤江谷的视强凌弱 但此刻 拿到这一颗上品灵珠 心里也忍不住地激动 这意味着 他的灵魂傀儡崭新版 即将要出现了 法型灵魂傀儡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立即将法型灵魂傀儡 炼制出来 但考虑到 此刻不是很适宜 至少 等江谷的灵蕾法丹炼制出来 交付了 才适合炼制法型灵魂傀儡 念头转到这里 目光下意识地 看向桌面的玉检上 陈不征伸手一招 将玉匣与一颗深海灵珠收了起来 捏着玉检 查看起来 少卿 查看完毕 刷到床上 双目微闭 凝神静气 溢入石海 他没有犹豫 关于灵魂法丹的炼制单方所有的记忆 复制一遍 打包成一团 捏成一颗种子 扔入小蝶中央凹槽处 连续清点几下 灵力值足足减少了250点 不多时 白光熄灭 一颗大上一圈的珠子出现凹槽内 陈不征没有过多犹豫 直接一口吞下 一道玄妙 浮现在他心底 不多时 彻底地将此单方掌握 与原先的单方相比 炼制方法 却是精妙了不少 尤其是在凝炼精华时 构造法丹也优化了许多 推演后的 灵魂法丹 那机器不稳定雷霆精华 不但炼制时稳定了不少 就连爆发时的威力 也大了许多 虽然此时 他多掌握了一门 助机器才能查看的二阶单方 灵魂法丹 但推演一次灵力值 就消耗了220点 虽然消耗的有点多 但也在他的意料之内 毕竟二阶单方的价值 可不是一阶单方所能抵你的 经过一次推演后 他现在炼制 灵魂法丹 把握 却是增加了不少 再加上可以 抽取雷霆精华试手 现在有9成8的把握了 足以一试 他来以后 除了必要的单方 法术 只要推演一次 掌握就可以了 否则 再多的灵石也不够 小碟的推演所需 想到这里 灰蒙蒙的石海空间内 八个缓缓转动着三维立体倒印 组成一个巨大圆圈 缓缓转动着 中心上方须空盘 坐着一个三彩小人 伸出三彩小手 轻轻一点面前的面板 朱天玉蝶之主 诚不争 境界 练气七层 一阶上品功法 星空诀 一阶上品法术 金巫术 剑气术 乾坤盾 灵气照 隐匿术 青莲铜 变形术 魂剑 紫金镯 一阶单方 八 二阶单方 一 一阶法镜 298 灵力值 353 诚不争 打亮了一番面板 忽然觉得灵气照 这个名字有点不符合 法术的形象 有点取名费的他 思考了许久 终于想出了一个 自认为不错的名字 灵精照 此数 推演到一阶上品极致 已经不是一层薄薄光照了 施展开来 宛如水晶般的护照 防御能力着实惊人 这也是他取这个名字的原因 见到此刻 面板上的法术 都是他的主修法术 而且都已经达到了一阶上品 极致 虽然 很多法术没有用上 力强大的法术 顿时 他的安全感 又增加了许多 目前 他还能掌握 一门圆满镜的法术 但一直找没有找到 合适的法术 所以一直空在那里 等到十海内 形成九个倒映 再加上一门特殊法术 紫金镯 足足十门 瞬间施展的法术 那他炼七七的法术 就圆满了 再加上 即将炼制的法型灵魂傀儡 还有 底牌即将又多了二张 自身的安全性 又了一点提高 诚不争美滋滋地想到 只有活着 才有未来 这是他不变的信念 也是他长生大业的基础之一 乐了许久 他想到了 今天正好过了 极致版 聚气单的排毒期 抗药期 整整十五天 而普通的聚气单 需要一个月才能服用一粒 一粒聚气单 在市场上卖十二块零食 只要有门路的修饰 便能买到丹药 平时勤劳一点 多接一点任务 并不缺少丹药的服用 这也使得 他与同门之间的差距 而大多数三菱根的同门 修为都在炼气五层 这些天 他苦苦地吸收灵气修炼 增加的法力 却是极其可怜 但比以前却是好了许多 真是多亏了 淋浴床 但想到那些 没有辅助灵物修炼的同门 也没有 极致版的丹药 心里不由地唏嘘了一探 丹药既有益 益有害 精进修为的丹药 虽然可无限制的服用 但不注意控制丹药的服用时间 很快身体 便会对这类丹药产生抗性 再次服用此类丹药 增加的法力 却是微乎其微 需要长时间苦修 才能消除抗药性 同时还要打磨法力 巩固基础 否则 很难突破下一个境界 而 极致版 丹药 里面蕴含的药力多 不仅灵力纯净 身体的抗药性 也减弱了许多 就连排毒气 也相对减少许多时日 这也是成不争快速晋升的原因 但相对来说 资源也增加了不少 他所消耗的资源 绝对是 力贯群雄 主要变原因 便是那一门 量身打造的法觉 星空诀 想到这里 成不争没有犹豫 直接从储物袋内 取出了一个长颈瓷瓶 倒出了一粒 极致版 聚气丹 随手将长颈瓷瓶放在一边 将手心里的丹药服下 丹药入口即化 一股股精纯的药力 涌入经脉内 欠词 成不争立即运转起星空诀 沿着周天行宫 无数的灵气 也疯狂地往成不争 周身聚集 不多时 一层灵气将他包裹住 三日后 白云门 地火室 大厅内 成不争如同往常般 与刚刚藏书的男老头 打了个招呼 告辞离去 出了地火室后 成不争双手打出一道法觉 脚下升起一朵灰蒙蒙的凌云 向踏仙风飞去 他心中却是忐忑不安起来 将师叔会不会 如之前所承诺的般 将剩余的三颗上品灵珠 给他 心中却是安定了许多 不知不觉 他就到一处 颇为精致的庭院前 此刻 眼前这处庭院 被一层丝滑薄润的大阵所笼罩 见此 成不争一抹储物袋 取出一张传音符 他敌过了几句 右手一扬 一道赤红的光芒 射入庭院内 少卿 眼前的大阵 忽然 出现一道如同拱门般的缺口 见此 成不争并没有耽搁 直接跨步进入到庭院内 沿着门前的小道 进入到了庭院的大厅内 大厅内的陈设 也颇为简单 上方摆着茶桌 左右分别摆着两座太师椅 后面挂着一幅八卦图 大厅左右两侧 各整齐地摆放着三张椅子 左右两侧的墙壁上 也挂着几幅山水图 成不争匆匆扫了一眼后 静静地垂手而立 等待着师叔的驾铃 实习后 是 你小子啊 江师叔笑盈盈地 从侧门走进了大厅 开口道 是给老夫 带来好消息的吗 见词 成不争却是知道 如果等会告诉 他灵魅法丹 炼制失败了 恐怕就不是这副表情了 估计恨不得将他错骨扬飞吧 是的 江师叔 成不争面色惨白 好似元气大伤斑 随后缓缓开口道 弟子 已经成功地将灵魅法丹炼制出来了 话音刚落 成不争取出一个御霞 缓步上前 将御霞递给了江师叔 江古虽然面色平静 但手上的动作 却是快了许多 说明他心里并不是如表面上那么平静 见此 成不争心里暗暗地揣摩着 小妖 你辛苦了 江古打开御霞 目光落在御霞内 一颗雷光闪烁 铏缘的丹珠上 心不在焉地说道 不错 很不错 未能达到老夫的预期 江古说着 将内里的灵魅法丹取出 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石叔谬赞了 成不争面色恭敬 有些虚弱地说道 虽然灵魅法丹炼制出来了 但弟子抽取出四分之一的雷霆精华 用于释手 无法帮石叔将那一团雷霆精华 炼制成一颗灵魅法丹 弟子 有些惭愧 少卿 江古又将灵魅法丹放回御霞内 合上御霞 用灵魅风镜上 小友啊 江古悠悠一叹 有些语重心长 开口说道 文言 成不争心里咯噔一下 这是明显的套路前奏 但他脸色依旧没有变化 看老东西如何说辞 那五颗上品灵珠 被练丹堂 堂主屈师伯 拿去了 老夫不过是注击中期 而屈师伯却是注击后期 胳膊板不过大腿 屈师伯说了 你想要 让你去找他 好在 老夫好说歹说 这才留下一颗上品灵珠 说着 取出一颗灵珠 飞到成不争面前 听完后 成不争差一点鼻子气歪了 但他右手极为老实地 将面前的灵珠握住 他心里吐槽 却没有停止 什么叫他 上门去找屈师伯 真找上门去 什么好说歹说 意思 还要感谢你 好不容易留下了一颗灵珠 江师叔知道他不敢找上门去 所以才找这个理由含糊过去 对此 他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默默地忍受了 但他心里对这个老货 痛骂不已 但脸色不敢露出 分毫不分 多谢 师叔维护 成不争面色恭敬地抱全道 以后 师叔有什么事 弟子随叫随道 成不争违心地说道 可把自己恶心坏了 但他不得不如此 或许这就是修仙界中的 师博深情吧 嗯 江师叔悠悠一叹 缓缓开口道 小友 能如此想 也不枉费老夫的一番苦心 说完之后 江师叔端起一杯茶杯 见词 成不争知道该告辞了 这点人情是故 他还是懂的 何况 他一刻也不想留在这里 实在这老家伙 着实不要脸皮 把他气坏了 连向征信一点补偿都没有 至于 那一颗灵珠本来就是他的 根本不是补偿 师叔 弟子告退了 成不争垂手攻身 行礼道 嗯 江师叔点了下头 端起白玉茶杯 茶盖轻轻地磕着杯盐 忽然想到了什么 动作一停 接着开口道 告诉你一个消息 算是老夫的一番心意 下次种子试炼之后 秘境关闭六十年 小友好好的考虑一番吧 但目前不得泄密 以免引起小辈的恐慌 说完深深地看了成不争一眼 然后轻饮了一口灵茶 弟子知道了 多谢 师叔提点 少卿 成不争面色保持着 恭敬而不失礼貌的样子 带着一肚子的心事 出了院子 他出了那丝滑薄透的大阵 打出一道法诀 一息之后 一道灰蒙蒙的凌云 在他脚下升起 向木屋飞去 此时 心事重重 状态极为不好 不适宜 炼制法型灵魂傀儡 木屋内 成不争将木床收起 取出凌浴床 盘坐在浴床上 成不争 右手托着下巴 静静地思考着 淋浴床 可是件宝物 现在能不能在五年内 晋升炼器九层 就靠他语 极致版 聚气单了 原本的打算 五年后的种子试炼 他是不准备参加的 等十七年后 再参加 今年他不过才二十一岁 十七年后 正好处于人生壮年 三十八岁 只要在四十岁之前 突破注击期 就不会任何问题 但四十岁以后 注击成功几率直线下降 等到十七年后 他的修为 肯定处于炼器巅峰 也有足够的把握 底牌也会增加 到时再去参加种子试炼 十拿九稳 但现在 五年后 他就必须要参加种子试炼 法力精进的速度 五年的时间 却是足够了 但每个瓶颈 都需要时间 以往 他都是将法力彻底打磨纯净 而后顺其自然晋升 而几乎所有的同门 却不是如此 他们大多数是有足够的把握 便会冒险突破 如若不是推演出星空觉 修炼出来的法力 精纯度高 强度大 突破境界时也容易很多 即便是突破住机器 也会有一定的助力 同理也是如此 这些年 修炼星空觉 花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 但为了长生大业 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将基础打好 否则 弹劾高楼大下 不过是一场笑话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不得不改变最初的打算 此刻 他只有五年时间了 五年之后 又是一轮种子试炼 下下刺 便是六十年后了 现在 想要住机 摆在他面前 只有两条路 要么冒死一搏 不成功变成人 要么参加下一次种子试炼 获得足够的灵药 兑换住机单 别无他路 第一条完全不符合 他的修行宗旨 现在只能选择第二条路了 成不争面色复杂 有些苦涩的想到 地火室 以十二号练气室 盘坐在蒲团上的成不争 打量着 手心里的二个 好似真人般小人 一个是道古先锋的老头 一个是面色普通的青年 这两个 如同小人国般的小人 正是成不争最新版 法字号 灵魂傀儡 外形 正是用灵树枝 提炼出来的灵硅胶 不管是皮肤的弹性 还是做出表情 都与真人一般无二 为了一甲乱针 仿效修饰的灵压 在灵魂傀儡内部刻画了 模拟法径 尚品灵珠 作为灵魂傀儡的丹田 可以存储法力 作为核心动力源 值得成不争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这个灵魂傀儡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最大的成果 就是他研究许久的 刚刚面试的心灵法径 此时 还有点差点意思 便是不能远距离 用心念操控 不过 他已经有了大致的头绪 相信不久后 便是灵魂傀儡 彻底面试时刻 想到这里 成不争嘴角不由地 露出了一丝笑意 嘴里喃喃自语道 或者 这才是他最应该走的路 本体微然不动 安安稳稳地在门派内发育 脏活 累活 危险活 都让傀儡去干 这才是 稳之道 随即 成不争站起身 大手一挥收起炼气炉 来到大门一侧 取出凹潮内的玉符 关闭黑药精大门 沿着走廊通道 向地火式大厅走去 大厅内 柜台内 躺在摇椅上的男老头 正静静有味 看着一本厚厚的现装书籍 嘴角露出了难以言喻的笑意 好似有那么一丝猥琐之意 成不争甩开那一丝可笑的想法 男老头毕竟也是一位修仙者 怎么可能有如此恶趣呢 估计他想多了 成不争心中纠正了脑海里的念头 估计是他刚才看差了 欠词 心情愉悦的成不争 心中不由地生起了一丝恶趣意 脚步不由地轻了几分 他好奇了很久 也想知道男老头 一年到头 看得到底是什么书籍 但 很快他失望了 男老头好似感应到了成不争来到 书籍一盒 一番 随手将那本书籍放到柜台内 你小子 想干嘛 男老头气呼呼地道 你就不能大大方方地走路吗 万一吓到老夫 老夫不闻你千百的零食 休想让老夫罢休 男老头心里却是庆幸不已 自从有了这个小九友 每次小家伙来 他都要奋出一点心神 注意着周围变化 不然 让这个小家伙知道了 不知道 心里怎么笑话老夫 让老夫如何面对他 但和小家伙绝交 心里却又舍不得 好不容易有个忘年交 他也不想失去 但多了这个小九友 每次来 他又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 知识的海洋中去 尤其是到了高潮部分 这 对他这个老年修饰 是个多么大的折磨啊 男老头 心里喃喃嘀咕道 闻言 男老头 成不争如玉润般的脸庞上 挂着一丝笑道 你连修饰该有警惕都没有 小子是给你打个样 让你警惕一点 你还不念好 真是个不识趣的老头 成不争对于男老头的 气呼呼的神情 并没有在意 他知道老头的性情 否则 他也不至于和一个老头开玩笑 老夫谢谢你啊 男老头瞥了一眼成不争 扭头道 没事你可以滚了 不用谢 成不争脸色丝毫不变 一边向柜台走去 一边说道 谁让小子 是你朋友呢 小子不关心 你这个老头 小子 于心不安啊 少卿 成不争来到柜台面前 将玉符放在柜台上 少来这套 老夫不吃这套 男老头的语气 却是不由得温和一点 开口道 老夫有孙子 侄孙女 关心的人多的是 不需要你的关心 小子 还是顾好自己吧 好好 成不争语气有些可惜 道 那我走了 可惜了一壶好酒 没人与我共享 你能有什么好酒 男老头语气有些不屑 开口道 老夫大发慈悲 给你尝一尝我侄孙女 送我的穷将欲穷 让你见识一番 对于 男老头的嘴硬心暖 成不争并没有放在心上 是吗 成不争好似质疑般的问道 让我看看是什么好酒 值得你如此夸赞 男老头听到成不争质疑的语气 好似受不了刺激般 立即取出了一个黑玉坛般的容器 将酒坛打开 一股清香在室内传开 欠慈 成不争走到柜台后面 将酒坛放到桌上 取出两个酒盏 将酒针上 道 老头 小子敬你一杯 干 老头豪爽地说道 你一盏 我一盏 老少爷们 喝得不亦乐乎 日落时分 成不争带着微醺的感觉出了地火势 微风拂过了他的锤 在额前两侧散落的长发 随即他额头一凉 心念一动 丹田内的法力 涌动 身上的酒气全部散出去 脑海再次恢复清明 欠慈 成不争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随即再次恢复清冷的神色 双手打出一道法诀 一息之后 一道灰蒙蒙的凌云 在他脚下升起 一道灵光 直接向一处峡谷内飞去 往后的日子里 成不争在修炼之余 除了时常到藏经塔 找一些炼气心得 研究如何以心灵法径为原理 炼制法器 经过他多番研究 不但造价惊人 效果也是很不好 心灵感应的范围太短了 无法达到了他的要求 而后想到了特殊法术 紫金镯 此法术不但将威力及其惊人 更是将法术效果 发挥得淋漓尽致 半年后 成不争研究出一丢丢部分内容 经过小蝶推演后 不但将其补全 而且推演到一阶上品极致 但想要炼成此法术 却需要紫魂石为基础 来构建此法术 但紫魂石 不但凤禄格没有 就是在白云城中也找到 完善了法术后 寻找着紫魂石 同时 他考虑着最多半年 如果还是没有找到紫魂石 接下来就该全力闭关了 往后半年内 他在修炼之余 偶尔到地火室找老头 小卓一番 十天半个月 江富贵偶尔也会来一趟 小聚一番 这样的日子 不但悠闲 清静 同时 他清晰地感应到 法力一点点的增加 再加上 成不争及其低调的性子 也没有同门专门找他麻烦 最令他欣喜的是 江师叔再也没有找过他 这也是 成不争专门叮嘱江富贵 不可 为了他的事 打扰江师叔修炼 一切 是那么的祥和与美好 成不争也享受着修仙的生活 晋国 清木城西南二千里之外 一片悬崖峭壁下 三十丈处 有处隐秘的洞府 洞府内 陈设异常简单 低调 与正常的苦修士并无不同 而在 洞府最深处 却上演着 让人触目惊心的场景 密室内 由岩石打造成的小潭内 占据了密室的大半空间 而在 小潭内却装满了一潭血水 此刻 潭内的血水 在不断地翻着气泡 浓烈刺鼻 令人恶土的味道 在密室内传开 但此时 却有一个黑衣人 还在不断往潭内 倾倒着红色的液体 面对 如此令人恶心的场面 黑衣人面色毫无波动 好似已经细以为常 没有任何异常反应 同时 他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 而在 密室的墙角处 尸体堆积成山 残至圣骸随处可见 少青 黑衣人倾倒完毕 一拍橱带取出 六块通红色的晶体 出现在他手里 如果成不睁在这里 一定会认出 这就是亡人极为渴望的血精 只见 黑衣人好似没有感觉到 此物的珍贵 右手一扬 六块血精分化为六道 射入血潭内 见词 黑衣人双手打出一道法绝 随着法绝打出 整个血潭上 逐渐地泛起了血蒙蒙光芒 突然 黑衣人低喝道 血炼阵 气 血潭好似沸腾了一般 不断泛起一个个血泡 挡开一圈圈一脸 咕噜 咕噜 血潭表面上的血光 却是更甚 但随即逐渐熄灭了 见词 黑衣人停下了动作 眉头一皱 目光落在了 眼前血潭上 难道 是灵血不够 但随即他想到 血潭内的血液 都是凡人与低阶修饰的灵血 或许 这就无法布阵成功的原因吧 黑衣人很快想到了 血炼阵 无法彻底形成的源头 他嘴角露出一丝阴冷笑意 低声喃喃自语 道 血炼阵即将成功 以此阵炼制成型的血沙师 到时候 何人敢掠气锋芒 也不枉我这几年的冒险 一切都是值得的 但现在 还差一些修饰的灵血 到哪里寻找猎物呢 青木城 这段时间 他们围猎的次数太多了 现在那边 神鹤烈 不好下手 黑衣人低声地难语着 心神不断地思考着 忽然 他好似想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 低难道 等我血煞试炼制成功了 找个时间 该与老朋友聚一聚了 与此同时 白云门 木屋内 城部蒸盘坐在浴床上 双目微闭 周身笼罩着一层灵气光照 此时 他正努力地修炼着 突然 盘坐在床上的城部蒸 眉头一皱 睫毛微动 睁开了黑白分明的双眼 他站起身来 收起玉床后 城部蒸一挥衣袖 预警阵法 出现了一道拱形缺口 木门自动打开 城部蒸上前两步 便将江富贵 迎进了木屋内 江师兄 城部蒸脸上挂着一丝笑意 道 让你久等了 江师兄 你请坐 进入木屋内 城部蒸伸手虚应着椅子 做了一个请的姿态 城师爹 江富贵神神秘秘地说道 五年后的种子试炼结束后 秘境要封闭六十年 这是我二爷爷 刚刚告诉我的 我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你这兄弟 怎么样 对此 城部蒸没有任何意外 如果不是江富贵交由广宽 恐怕他的二爷爷 早就告诉他了 就怕他将消息传开 现在看来 门派也不再考虑保密了 也在一点点地放出消息 不至于 在试炼开始前再公开 引起诸多练习七弟子不满 对于 江富贵能将消息告诉他 城部蒸也感到很欣慰 尽管他已经提前知道 但不妨碍 他对江富贵的感谢 多谢 师兄将消息告诉我 城部蒸一边针灸 一边说道 随后 他略微一沉吟 缓缓道 师兄 那你准备参加 这次种子试炼吗 唉 江富贵有些无奈说道 现在说不好 就看二爷爷能不能弄到住机单了 如果堂妹住机成功了 并且还有剩余的话 那 我就不参加种子试炼 否则 只能冒险一试了 说到最后 江富贵脸上 带有一丝不甘之色 少卿 城师殿 江富贵也颇为好奇 城部争抉择 询问道 那你参加 五年后的种子试炼吗 文言 嗯 城部争点了点头 随即脸上的温和的笑意收敛起来 只剩下坚定之色 随后缓缓开口道 小店 现在炼器五层 在这五年内 即使耗费全部身家 不顾单独与抗药性 冒险突破 也要在五年后 修炼到炼器八层 甚至九层 否则 师弟再也没有别的渠道 获得住机单了 这是师弟唯一的渠道 至于 最后一条生机渺茫的住机路 我也不想试 城部争自从得知 秘境要封闭六十年 也在一点点显露出自身的修为了 现在他表露出的修为 在同一批入门 三菱根弟子中 属于中游 他相信 如果这个消息传开了 肯定会有人 急不可耐 疯狂吞服丹药 冒险突破 到时候 他的修为逐渐展露 也不会那么起眼了 同门肯定也会以为 他如同那些冒险突破的弟子一样 沉默了片刻 双方相互有默契的般 不再讨论 关于种子试炼的话题 少卿 好了 江富贵把玩着手里的酒盏 一口痛饮 放下手里酒盏道 城师弟 猜猜看 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了 请师兄明示 城部争摇了摇头道 师弟 实在猜不到 随后 他站起身来 又给江富贵争了一盏灵酒 师弟 你瞧瞧 这是什么 江富贵说着 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块紫色的金石 放在桌上 接着 江富贵开口道 师弟 你拜托我收购的紫魂石 我帮你找到了 城部争看了桌上的紫魂石 心中忍不住的一跳 但面色依旧如常 并没有表现一丝异样 多谢师兄 不辞辛劳 城部争端起酒盏 对着江富贵摇摇的一镜 面带笑一道 师弟敬你一杯 请你满此盏 干 白云门 峡谷内 木屋内 城部争送走了江富贵后 打开门窗 大手一挥 一股无名的怪风 自屋内生起 少卿 屋内 再无一丝酒味 关闭门窗 开启预警阵法后 木床与玉床 再次置换一遍 盘坐在床上的城部争 取出一颗紫色的金石 他打量着手里的紫魂石 嘴角不由露出了一丝笑意 见词 城部争 没有在单个 丹田内的法力鼓动 一股骨灰萌萌的法力 自丹田内涌出 一团灰萌萌的法力 悬浮在他的面前 如同一团灰色金属 接下便开始塑行了 不多时 一个灰萌萌的眼珠 浮现在他面前 城部争打量了一番 觉得还是有些粗糙 如同牛眼般 有点难看 而后 他又仔细地打磨了一番 最后造型如同一只单缝眼般 颇为符合他审美观念 在心灵法眼不减弱的威力前提下 城部争也想塑形完美一点 毕竟 帅不帅 可是个大问题 神石微动 一股神石分化成无数丝 向灰萌萌的眼珠内游去 而后无数丝神石 在法力单缝眼内 勾画着灵魂 看去如同无数丝密密麻麻的线 交缠在一起 绕成的一颗单缝眼 花费了许久的功夫 城部争才将彻底地将这一步完成 接下来 便是最后一步 以紫魂石为构建基础 彻底完成这门法术 心念一动 悬浮在他面前的灰蒙蒙的眼珠 落到下方的紫魂石上 两者完美融合在一起 只见那颗单缝眼 不断地吸取紫魂石内的紫色细丝 随着时间的推移 紫魂石上脱落下一块块透明的晶片 紫魂石也逐渐变得透明 直至画作无数块的透明的晶片 碎裂开来 一颗紫色的单缝眼 自透明的晶石碎片中显露出来 城部争身手一招 那颗晶莹剔透的眼珠飞入他手心里 他细细地打亮了一番 见这颗心灵法眼 如同通体无瑕的紫翡翠 在大师的精雕细琢下 打磨成一件价值连成宝物 心灵法眼 这门特殊法术 就是为了远距离 以心灵为链接 操控灵魂傀儡 同时 为了提升感应距离 也舍弃了其余的一切功能 心灵法镜 心灵法眼 都是他首创的 是独一无二的手段 城部争欣赏着自己创造出来法术 虽然他只是创造出一丢丢 后面都是小蝶推演而来的 但不妨碍他孤方自赏 许久之后 他心满意足地观赏完毕 没有继续耽搁 心念一动 那颗紫色的眼珠 飞入他的眉心处 引入皮层内 烙印眉心鼓上 城部争一拍储物带 两个小人出现在手心 右手一扬 一个盗鼓先锋的老者 与一个长相普通的青年人 出现在木屋内 心灵法眼 开启 心念三分 盗鼓先锋的老者 与长相普通的青年人 忽然 齐齐睁开双眼 三人相互看了一眼 见过道友 见过道友 见过两位道友 少卿 城部争完了一会 感觉自己跟自己说话 真有点傻 灵魂傀儡本身没有一点思维 两个傀儡都是自己的心念 分化所致 他也不会分化出两个思维 如同第二原音那般 都会留下不可逆转的后患 收起两个法字号 灵魂傀儡准备实验一番 心灵法眼最大的距离是多远 以便接下来 安排两个灵魂傀儡的活动范围 出了白云门 远离了门派大阵的出入口 在门派十里外 一处树林中 陈不征环顾四周见附近 没有人引踪迹后 又用青莲铜查看了一遍 确定了安全后 他取出了老者傀儡 右手一扬 盗鼓先锋的老者 出现在他面前 心神两分 盗鼓先锋的老者 双手打出一道法绝 一道黑白相间的灵光 将他包裹 眨眼间 顿入地下 消失不见了 陈不征副手而立 等待着老者测试出 一阶上品 极限 心灵法眼 极限范围 与此同时 法字号 灵魂傀儡 盗鼓先锋老者 周身笼罩着一层 黑白相间的灵光 在地下六丈处 飞快地往白云山脉外盾去 半个时辰后 彻底地盾出了白云山脉 又过了许久 老者突然身形一顿 化作一个老者人偶 被埋在地下六丈处 白云门十里外 小树林中 副手而立的陈不征 眉头一皱 感应到傀儡 彻底地失去了感应 而后 他往白云城方向走了千米 再次感应了灵魂傀儡 陈不征心里默默地 估算了两者之间的距离 嗯 大概约为三千里 随后 他等待着灵魂傀儡回来 不满法力 一号工具傀儡 就可以派出去干活了 一个多时辰后 陈不征面前 忽然一道黑白相间的灵光闪现 灵光消失 一位盗鼓先锋的老者 出现在他面前 次日 白云门十里外 小树林中 陈不征取出一个储物袋 里面都是不方便 交给江富贵处理的丹药 如纳契丹 巨契丹 都是价值比较昂贵的丹药 他将这个储物袋 交给了面前的老道 而后 陈不征直接 向门派大镇出入口走去 如今 他已经是个成熟的修饰了 一心二用 甚至一心实用都没有问题 只要 不是处于突破状态 这些都不是问题 至于二号工具傀儡 则放在身边 属于随时安排干活的工具傀儡 将二号工具傀儡放出探宝 斩杀妖兽 那是不可能 一个工具傀儡 造价实在太高了 两个一阶上品灵魂傀儡 已经将他的灵石消耗一空了 好在 结果是喜人的 超出了他的预期 而且 万一 上品灵珠被损毁了 他就是想补救都没有办法 在找到一颗上品灵珠之前 相当于自断一闭 除非 有他心动的宝物 他才会考虑 出动工具傀儡 虽然 他现在可以同时控制三个 一阶上品灵魂傀儡 相当于 同时控制27个 他也可以炼制出 诸多一阶下品 中品灵魂傀儡 但 一阶下品与中品的灵魂傀儡 和一阶上品灵魂相比 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 相差太大了 也不能帮上他任何忙 只不过多了一个炮灰而已 即使是一阶下品傀儡 造价也不菲 炼制一尊一阶下品灵魂傀儡 也需要一颗下品灵珠 以及诸多灵财 其中还需要珍贵的魂石 如果 不用下品灵珠 而是采用原先的灵石 可能跑在半路上就当机了 况且 深海灵珠 稀缺得很 现在就连下品灵珠 奉路阁内也没有此灵物 思前想后 陈不征决定现阶段 完全放弃炼制下品 及中品灵魂傀儡 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 再弄到一颗上品灵珠 白云门 峡谷内 陈不征盘坐在浴床上 右手拖着下巴 思考着 如何再弄到一颗上品 深海灵珠 至于 在筑击器师叔身上打主意 经历过一次无望之灾后 他脑海内浮现出了四个字 无尽之海 随即 又想到了 秘境 但从王家遇解内得知 那个传送阵 已经不能使用了 想到这里 心里不由的一丧 而后 他又考虑到 现在心灵法炎与心灵法境 都已经彻底完善了 也无需时不时地查看资料 到炼器室内验证想法了 接下来 也是该去秘境 全力进行闭关修炼了 据记载 秘境内的灵气 非常浓郁 十分适合闭关 但他一直没有 去秘境内闭关 就是为了完善灵魂傀儡 原本成不争打算 再过一些时日 还是找不到紫魂石 就去闭关 好在江富贵没有让他失望 将紫魂石收购过来了 想到心灵法眼 他凝神静气 一时入石海 虚空盘坐的三才小人 轻点了一下面前 诸天御蝶之主 成不争 境界 炼器七层 一阶上品功法 星空诀 一阶上品法术 金巫术 剑气术 乾坤盾 灵精照 隐溺术 青莲铜 变形术 魂剑 紫金镯 心灵法眼 一阶单方 八 二阶单方 一 一阶法镜 二百九十九 灵力值 一百五十三 成不争见到面板上 新增的一道法镜正式 心灵炼接法镜 耗费了许久的功夫 才创造出一点点 靠着小蝶的逆天之能 将其补全 至于灵力值的变化 他现在不在乎 目前在炼器阶段 已经没有什么 再需要推演的了 见词 成不争没有再继续关注面板 站起身来 收起浴床 向外走去 半个时辰后 一道灰蒙蒙的凌云 降落到地火室前 成不争看了一眼后 直接大步地 向地火室大厅内 走去 与刚刚正在看书的男老头 打了一个招呼 办理手续后 直接向炼丹室内走去 甲十五号 炼丹室内 成不争一拍储物带 一个人偶出现在他手里 右手一扬 一个面色普通的青年 出现在炼丹室内 他席地而坐 而那面色普通的青年 上前几步 盘坐在蒲团上 傀儡青年 打开储物带 取出一个炼丹炉 随手一扬 炼丹炉迎风而掌 炼丹炉的三只卤角 正好落在 三个十吨正中心位置 随即 一拍储物带 又取出了巨灵花 黄须餐 净皮根 灵蛇眉 灵灵总总 三十六种灵药 青年傀儡 将三十六种灵药 逐一提纯 没有任何意外地 精准地完成了提炼 见此 陈不征心里感到很是欣慰 看来二号傀儡工具 马上就能派上用场了 但 陈不征还没有高兴多久 就在二号傀儡按照比例 融合三十六种灵药时 碰 一声细微的轻响 在寂静的炼丹室内传开 陈不征发现 炼制失败的原因 正是因为傀儡打出的硬绝 与丹炉内的灵药精华 有着刹那间的律动挫差 导致炼丹失败 这并不是熟练与不熟练的问题 而是现阶段灵魂傀儡 根本无法用于炼丹 或许以后的高品级灵魂傀儡 才可以用于炼丹吧 陈不征心里暗暗想到 随即他打消让傀儡炼丹的想法 看来炼器也是不用想了 每一门仙异 都需要极其细微的控制 稍微挫差一点 便会炼制失败 现阶段的傀儡 根本没有办法达到要求 见此 陈不征没有任何犹豫 站起身来 将盘坐在蒲团上的 二号傀儡收起 亲自动手炼丹 足足一个月后 陈不征才心满意足地 出了炼丹室 这一个月内 不但将今年的门派任务 炼制食品氧气丹完成 更是将 极致版 聚气丹全部完成 炼制完成 他才结束这次炼丹 现在 陈不征储物袋内 连一炉 极致版 聚气丹所需要的灵药 都凑不齐了 出了炼丹室 来到大厅 与男老头交接好 刚刚准备告辞离去时 臭小子 你等等 男老头指了指 柜台内的小凳子 说道 小子 过来坐下 闻言 老头什么事啊 陈不征转身过来 向柜台内走去 边走边说道 喝酒的话 就下次吧 我还有事要做呢 最近没有时间陪你喝酒 老夫喝酒 还需要你陪 男老头不懈地说着 随即面色一速道 小子 最近没事不要往外跑 最近外面可不安生 男老头 怎么 陈不征走到柜台内 坐在小凳子上 好奇地问道 最近外面又发生了什么事 你老 倒是说清楚啊 嗯 老头双目朝着门外一瞟 神神秘密地低语道 知道 青木城吗 青木城 那边的邪修 出现在了白云城附近 据说已经有不少的弟子 已经遭遇到了毒手 邪修 陈不征眉头一皱 缓缓说道 白云城 通缉的邪修不在少数吧 难道 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陈不征取出一壶零酒 两个酒盏 一边针酒 一边说道 这次出现的邪修 可不一样 男老头接过酒盏 轻饮了一口 随后 继续开口道 这些邪修 很有可能就是血链门的余孽 新发展起来的门徒 而且 血链门的余孽中 很有可能存在金丹七修士 血链门 陈不征好似想到了什么 随即开口道 是不是 五百年前的那个血链门啊 嗯 不错 男老头声音低沉地说道 就是那群丧心病狂的魔头 男老头顿了一下 接续开口道 这些魔头 杀戮大量的凡人 抽取血液 就是羞士遭遇到了 也会被斩杀抽取灵血 而这些抽取出来血液 服役血链门独有的血链阵 可以练尸 也精进修为 文言 诚不征心理 难难自语道 血链阵 血灵阵 看来这两者之间 或许有什么关联 有可能 亡人与那些余孽 有着联系 但并没有加入这群余孽中 他的目的是 振兴家族 他很难再回头了 另一可能 便是他与其中的 一名血链门的余孽 有着利益交往 诚不征心理思考着 这里面的关系 地火室 大厅内 诚不征心理思考着 随后 组织了一番言语后 缓缓地说道 老头 我曾在藏经塔内 在一本游记内 见过血链阵的记载 这与血链门的血链阵 有何联系啊 你说的是 小男游记吧 老头有些神秘莫测地说道 小友 你觉得 那本游记写得怎么样 不错 正是那本游记 诚不征忽然觉得 老头的语气有些奇怪 随即开口道 别的还行 就是著书之人 绝对是刻意美化了 里面的主角 如 靖国历 2562年 7月 年轻帅气的小男修士 击杀了毒蛇 救下了在水潭内 洗澡的年轻的女子 这分明就是 这个小男修士 在偷窥女子洗澡的事件 如果 只是一次 还能说是偶遇 那同年9月 正值勇敢的小男 再一次地救了一位 正在洗澡的年轻女子 靖国历 2563年 2565年 等等 这可不是一次二次 每过一两年 就有这样类似的事件 这分明 就是小男偷窥的历史记录啊 诚不征滔滔不绝地讲着 如数家真的一一举例说明 是吗 男老头神色有点不自然 随即附和道 老夫也没有注意到 这本游记里 还有这样的细节 随即 他立刻岔开话题 接着道 不错 血灵阵也是血链门独有的阵法 不过 自从血链门破灭之后 血灵阵 这门阵法也被传播了出去 但 经过各大仙门的围剿 毁灭 几乎也不存于事了 只有少数的邪修 与血链门的余孽 才会掌握此门阵法 小子 你知道 为什么血链门 会被灭门吗 男老头得意地卖弄着 自己丰厚的剑文 陈不征稍微思索了一会儿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应该是大量杀戮 凡人所致 凡人是各大仙门的基石 大多数弟子 都是从凡俗中选取而来 第二个原因 应该是 血链门大量杀戮 各大仙门的弟子 已经引起了诸多仙门的敌势 最终遭受到了诸多仙门的围剿 陈不征 根据自己所得消息 得出这两条结论 不错 男老头颇为欣慰地看着陈不征 而后缓缓道 能从简单的消息中 总结出这两点 也算有些智慧 血链门被灭门 最主要的原因 正是血链门独有的阵法 血铸阵 此阵法 以大量的凡人 修饰的血液为基础 配合血链门独有的功法 血链诀 便有极大的几率 晋升铸基期 你可以想象一下 千百年后 血链门是何其昌盛 这注定了 血链门与各大仙门 两者不能共存 而每一位高阶修士 都是由铸基期晋升而来 而各大仙门的弟子 想要晋升铸基期 是何其艰辛 铸基丹何其的珍贵与稀少 到时候 各大仙门都如何自处 这也是血链门 必定会被各大仙门联合绞杀 这也是门派统治区域内 一旦凡人有大规模的死伤 门派立即会有修饰探查 以防血链门重新崛起 现在血链门的余念 又活跃起来了 看来外面又不太平了 真是多事之秋啊 男老头说着 不由地唏嘘了起来 成不征听完血链门的前因后果后 不由地越发感觉到 修仙界中的残酷 更是坚定了安全发育的理念 一切以稳为主 即使修炼铸基期 也不能出去浪 实在是外面太危险了 你老就放心吧 成不征举起酒盏 遥遥一径 道 多谢 你老的关心 小子 敬你一盏 干 说着男老头 豪气异常的一口饮尽 成不征也没有小气 一口痛饮 随即将酒盏一番 滴酒不落 小子 大气 男老头微红着老脸 豪迈道 好似宝刀未老 其英雄气概 不减当年 再干 一番痛饮 酒壶空了以后 成不征微红着脸颊 与老头告辞离开了 走到地火室 大门口处 成不征忽然扭头露出调侃的神色 对着柜台内 红光满面的男老头说道 男老头 有空将那本小男游记改一改 万一哪天你的孙子 侄孙女 看见了 晚节不保啊 话音刚落 成不征立即冲了出去 闻言 兔崽子 男老头气呼呼的一拍面前的柜台 有些郁闷道 小子 敢拿老夫开涮 是吧 你小子等着 随即 他转念一想 道 兔崽子 说得也不错 万一哪天被侄孙女看到了 老夫的仪式英明 毁于殆尽 更何况 老夫可没少给侄孙女 讲述自己年轻时的光彩事迹 虽然粉末了一点点 但也是有事实依据的 并不是胡编乱造的 想到这里 男老头连忙站起身 向外走去 至于自己的大孙子 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相信 小胖子没有这个胆子 敢拿此事威胁他 而成不征出了地火事后 感应到头脑微昏 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句话 喝酒不嫁云 嫁云不喝酒 嫁云不规范 亲人泪两行 他想到这里 丹田内法力涌动 一股浓郁的酒气 自他身上散开 随即 成不征双手打出一道法诀 瞬息之后 一道灰蒙蒙的凌云 自他脚下升起 飞向仙拳风 凤鹿阁 交接完成后 他便不再停留 直接向木屋内飞去 收拾一番 准备外出闭关 木屋内 成不征将几个装满家具 装饰洞服的储物袋收起 而后 他将木床移开 撬开一块地板 里面放置着一个灵兽袋 成不征伸手 将其放入怀中 随后将地板与木床放回原地 成不征站立在木屋内 双手打出一道法诀 木屋外闪着一层灵光 一息之后 那一层灵光消散 三柄震齐 飞入他手心里 这正是木屋的预警阵法 成不征将其收入储物袋后 又环顾四周 确定没有什么遗漏后 直接向大门走去 出了木门 又将木门关上 一个木牌挂在木门上 木牌正面书写外出两字 随即 成不征站立在木门外 双手打出一道法诀 一朵灰蒙蒙的凌云 自他脚下升起 飞向门派大阵出入口 白云城地摊区域内 以65号地摊 摊位上摆着 零零碎碎的几瓶丹药 其摊主是一位身穿道袍 看上去倒鼓先锋的老道 忽然 老道将铺在地上的兽皮 四脚合拢起来 收入储物袋内 随后他将左前方的小柱子上 挂着的玉符取了下来 老张 上哪里去啊 一个中年大汉 颇为好奇地问道 你的摊位 还有六天的时间 才到期限呢 有点是 陈不征看了一眼中年大汉 站起身来 回道 你的摊位 好像就要到时间了吧 是啊 中年大汉脸上堆积着笑容 商量道 老哥 你的摊位现在不用 不如给我用吧 可以 不过 陈不征奸诈地笑着 右手做了一个要零食的动作 道 一块零食 怎么样 你也知道六天的摆摊时间 价值将近两块零食 你的摊位也没多少时间了 重新去办理玉牌 要两块零食 接我的摊子 能便宜将近一块零食 也是 看在我们聊得来的面子上 价格才这么低的 否则 至少一块零食 再加上一些东西才行 文言 中年大汉犹豫了一番 目光落在了自己的摊位上 那诸多零零碎碎的零雾 行 中年大汉点头应道 面露感激的神色 道 多谢 老哥的照顾了 你也知道 玉符的押金是多少吧 陈不征晃了晃手里的玉符 开口道 押金加上一块零食 玉符就给你了 老哥 你也知道 这些天没有卖出几件灵物 中年大汉露出无奈的神色 随即 他顿了一下 道 我没有那么多零食 不如你在我摊位上 选上几件物品 就算 照顾小弟的生意 如何 对此 陈不征心里清楚 中年大汉心里打的什么主意 但并不影响他做决定 他头一皱 开口道 小妖 你的摊位上 实在没有我需要的物品啊 随即陈不征 在中年大汉百般请求下 终于勉强地答应了下来 陈不征早就描好了一件物品 他伸手一招 中年大汉摊位上的一个小印 飞入了他手心里 他看了一眼中年大汉 而后缓缓道 小友 这件报废法器 价值极许啊 中年大汉爆出他心里的价格 当然价格稍微有点偏高 但也是市场价 老哥 21块零食 如何 陈不征当然知道 即使是报废的上品法器 这个价格也有点高 不如何 随后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中年大汉 直接将破裂的小印 放回了中年大汉的摊位上 开口道 道有的好东西 老道 买不起 老哥 别啊 中年大汉连忙失礼 拱手抱拳道 这是给别人的价 给老哥当然不是这个价 你也知道 东西那么多 难免有时候记婚了 老哥 不要介意啊 随后又是一番道歉赔礼 陈不征 好似也相信了他说辞 最终 那个好似法器的破裂小印 最终以18块临时成交 交易完成后 陈不征又在白云城 兜兜转转许久 再进入一条巷子后 随即 他双手打出一道法绝 一吸之后 老道的面目一患 一位脸颊带有刀疤的大汉 那道长长的刀疤 沿着大汉的右眼角 一直划过拳骨 看上去戾气丛生 一看就知道 是个不好惹的角色 此时 他从另一头巷子出来 双目微锤 扫尸四周 而后直接向白云城出入口走去 不多时 陈不征出了白云城后 远离了白云城出入口 见附近没有人影踪迹后 他双手打出一道法绝后 一吸后 一道黑白相见灵光 将终年大汗包裹 随即 灵光一闪 人影消失在原地 地下六丈处 一道黑白相见的灵光 飞快地向白云山脉内盾去 半个时辰后 白云门十里外 小树林中 承不征静静静地 看着这处小林的风景 忽然一道黑白相见的灵光 出现在他面前 见词 承不征伸手一招 一个储物袋 飞入他手心 放在怀里 他衣袖一挥 那中年大汉 直接化为一个人偶 也飞入手心里 被他收起 见到 诸事处理完毕后 承不征没有耽搁 心念一动 一道黑白相见的灵光 将他包裹 这种瞬间施法的能力 是傀儡永远无法掌握的 这便是石海内凝聚成的倒影 所携带的能力 地下四十丈处 一道黑白相见的灵光 飞快往东边盾去 一路的旅途中 他见证了 伟大的爱情诞生 一位青年小伙 为爱情 嫁给了一位穿金戴银 花甲之年的老妇 也见证了 父慈自笑的场景 一位孝敬的儿子 为了给父亲一个安详的晚年 亲自将父亲 送进管吃管住的地方 半个月后 承不征出现在靖国东南方 与邻国交界范围 没有多远的 深山峡谷中 他走进峡谷内 见峡谷内寸草不生 满地都是碎石 毫无一点生机 四周都是高山石林 光秃秃的一片 欠词 承不征围着峡谷内 细细地搜索了一番 确定了附近 没有人影踪迹后 他来到一处偏僻的角落处 看着面前的石壁 他发现 周围没有一块碎石 这在满地都是碎石的峡谷内 有些不同寻常 但承不征并没有吃惊 他知道 亡人肯定来过这里 也肯定在秘境内 闭关修炼过 如果 亡人的灵根稍微好一点 或者有破障单 他绝对能修炼到 练气九层巅峰 承不征甩开突如其来的感叹 他大手一挥 将面前的石壁移开 里面露出一面 陡峭不平的石壁 但 承不征却不以为意 一拍储物带 一个人偶出现在他手里 他右手一扬 一位长相普通的青年 出现在他面前 随即 青年直接向那面石壁撞去 走入石壁内 承不征沿着中间的小道 向里面走去 越往里面走 承不征发现 坡度下滑的幅度 也在慢慢地变大 在漆黑的小道内 承不征足足走了一刻钟 才到尽头 承不征大致地算了一下 足足有十里之远 漆黑的通道尽头 却有一堵石门 挡住了二号工具傀儡的步伐 承不征见此 伸手推开了那扇石门 只见一个正正方方的密室内 中间有一圆形的石台 占据了密室的小半空间 而密室的四个角落处 各有一个凹槽处 里面各摆放着一个蒲团 看样子是原先的守卫修士 打坐的地方 承不征心里暗暗地猜测道 见此 峡谷内 石壁前的承不征 他没有迟疑 直接撞上了那面石壁 而原先被移开的巨石壁 也恢复到了原样 看上去 与以前的布置并无不同 不多时 承不征来到密室内 他环顾四周 发现看似普通的岩石墙壁 地面 却有点不同寻常 对此 他指尖弹射出一道法力 即设在看似寻常的岩石墙壁上 碰 只见 原先普普通通的岩石墙壁上 闪出无数的灵光 将密室内映照成 白蒙蒙的一片 没有一丝灰暗 承不征环视了一圈 打亮着突然闪现的静止 不多时 灵光再次熄灭 密室内再次变成漆黑无比 见此 承不征一拍储物带 一箭破裂开来的小印 出现在他手里 往小印内注入一道法力 只见灵光大肾 但随即熄灭 好似被掐断了源头一般 承不征知道 这正是 小印破裂的缘故 才造成这幅场景 但仔细瞧去 却发现 小印刚才灵光大肾的一刹那 显示出的纹路 与密室内刚才闪现的静止 颇为相似 原先承不征就发现了 小印绝对不是一件报废的法器 出于好奇 简陋的心理 他这才将破裂的小印买下来 经过刚才的比对 这很有可能是宝镜 或者是灵镜 如果是宝镜 代表了这件破裂的小印 是一件宝器 如果是灵镜 那他就捡了一个大漏 那可是件法宝 那价值 也不是区区的法器 宝器所能比拟的 即使是件报废的宝器 那价值也是巨大的 每一件宝器所用的灵财 都是二阶灵财 而刻画的静止 都是宝镜 否则 一阶灵财 也承担不了宝镜的爆发 同理也是如此 在二阶灵财上刻画法镜 也只能是一件极拼法器 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件宝器 如若这小印是件法宝 那他就发大了 经由三阶炼器师将其淬炼 抽取其中的灵财 那灵财可是三阶宝物 价值却不是他一个炼器器 所能想象的 至于为什么报废的法器 几乎没人问津 原因有两点 一是因为 一阶灵财众多 不是什么稀有资源 价值也不高 二是因为 抽取法器的灵财 需要记忆高超的二阶炼器师 才能彻底地将诸多灵财 逐一分离抽取 记忆高超的二阶炼器师 也看不上这点灵石 而一般的学徒 一阶炼器师 却是想要分离淬炼灵物 却也做不到 因为 学徒语中一阶炼器师 根本无法将法器内的诸多材质 彻底逐一分离 只能抽取作用不大混合灵财 那价值大大降低了 多用于装饰洞府 建筑阁楼 而现阶段 成不征只能接触到法经预检 诸多宝经预检 却在藏经塔第三层 只有注击器师书 才能接触到 这也是他 不能确定破裂小硬 到底是件什么层次的宝物 当然 这并不是门派对炼器师的限制 而是没有晋升到注击器 根本无法炼制宝器 炼制宝器 不但需要雄厚的修为 而且还需要极其强大的神石 极其精妙的控制 没有注击器修为 想炼制宝器 想都不用想 欠词 成不征又实验了一番这道禁制 有哪些能力 这道禁制 可是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 他以后会继承这笔财富 一般的防护的洞府设施 都是以大阵的形式不下 大阵与法器一样 只能看到表面的纹络 无法窥探到里面的精妙 相当于加了一层 密码锁 除了炼制者知道里面的奥妙 别人都无法窥探里面的各种禁制 而 他眼前的这道禁制 相当于将所有的知识 放在你面前 任你学习 不做丝毫遮掩 相当于白嫖一般 少卿 验证完毕 成不征发现眼前的禁制 具有防御 预警 隐藏 神石屏蔽等效果 成不征喜滋滋地看了一眼 面前的石壁 随即将目光落在了中心处的圆形石台上 这圆形石台 经过他多番确认 正是王家遇解内 记载的传颂阵 在传颂阵 天干地之方位 各有一处凹槽 里面各自躺在一块碗石 对此碗石 成不征也颇感眼熟 随即他便想到 这正是零石耗尽的表现 随后他一挥衣袖 将里面的碗石扫去 一拍储物袋 射出八块零石 分毫不差地 落在了八个凹槽内 随即 他打出了一道法诀 只见 传颂阵泛着了一层白光 将传颂笼罩了起来 见此 成不征知道 这是传颂阵正常运行的状态 并没有惊讶于传颂阵的变化 而后 成不征一抹腰间的储物袋 取出一块玉牌 接着他从怀中 取出灵兽袋 将一只灰毛兔拧了出来 随即 他双手一扬 玉牌与正在蹬腿的灰毛兔子 悬浮在空中 见此 成不征双手打出一道法诀 一道白芒设在了肥美的兔头上 而后再次白光一转 设在了玉牌上 心念一动 眼睛通红的灰毛兔子 凄惨地嚎叫着 落入了下方的传颂阵上 不等灰毛兔子有所反应 传颂阵上白光一闪 那只兔子 已经消失不见了 成不征伸手虚握 那面玉牌化为一道流光 落入他手心里 只见 那玉牌中心处 有一点灵光 正在闪烁 这正是他抽取 灰毛兔子的一点魂魄 一旦灰毛兔子 死亡 玉牌内的那点灵光 便会立即消散 正因为如此 灰毛兔子 才会凄惨嚎叫 灵魂切割 哪怕一点点 也是难以忍受的痛楚 成不征对此表示 他会对其负责到底的 烧烤兔子 绝对不会有一点点痛苦 安乐地离开人世 毕竟人间太苦 实在不适合小兔子生活 不多时 成不征见那点灵光 依旧还在 说明小兔子还活得好好的 见此 他收起二号工具傀儡 踏上了传送阵 白光一闪 成不征消失在密室内 密一镜 传送室内 成不征眼前一黑 再次恢复清明时 他已经出现一个 宽大无比的洞符内 此时 他正站在传送阵上 感应到此地灵气浓郁至极 眯上双眼 轻轻呼一口气 便有灵气进入体内 成不征相信 在此地修炼一年 配合服用 极致版 聚气单 差不多可以修炼到 练气七层巅峰 并且基础 是极其扎实牢靠的那种 随即 成不征又打量一番 眼前的传送室 传送阵室内宽大无比 足足有三百丈方元大小 室内 足足有三个传送阵 两个小一大 以及一只活蹦乱跳的灰毛兔子 在角落触嚎叫着 四面墙壁 都是由不知名的灵财建造起来的 或许这就是混合灵财吧 成不征心里猜测到 他仔细瞧去 发现墙壁上 灵财内隐隐的透浮纹的纹理 签词 成不征知道 没有办法偷学了 像特殊的禁质极为少见 除非是一些常见的禁质 没有价值的禁质 才会显露出来 如防御禁质 预警禁质 攻击禁质等等 而峡谷内的密室内的禁质 是复合型禁质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禁质 但肯定不是法禁 这点成不征能肯定 尤其具有隐藏 神识屏蔽 这两个特殊的禁质 是比较珍贵的 而神识屏蔽禁质 其价值更是不可小觑 随即 成不征缓步上前 又查看起另外两个传送阵 不多时 查看完毕 成不征发现另一个 只有三丈方圆大小的传送阵 并没有损坏 可以正常使用 另一个 十丈方圆大小的传送阵 一脚已经破损了 已经彻底的不能使用了 欠词 成不征心里也明白 小一圈的传送阵 估计是在秘境内使用的 而足足有十丈大小的传送阵 估计便是通往无尽之海的传送阵 以他目前的能力 根本无法修复此传送阵 即使到了住基期 掌握了传送保质 完全修复也没有一点可能 但估计也能修复一点 对此 他现在也无法确定 即使 现在小的传送阵能使用 他也不敢使用 王家祖传遇解内记载得很清楚 一旦出了这个传送室 必死无疑 接着 成不征又在传送室内逛了一圈 他发现了亡人的生活痕迹 在一处角落里 有一张木质金雕大床摆在哪里 同时 他又发现了一扇大门 打开大门 成不征朝着外面看去 入眼便见到密密麻麻的石室 以及一个个被大阵笼罩着的灵药园 除此以外 空无一物 一个生灵都没有 而大门外 不远处 躺在诸多妖兽尸骨 好似警告后来者 欠词 成不征也打消了 想让傀儡探险的想法 因为他在那堆尸骨内 也发现了傀儡的踪迹 他可不想 耗费巨资的灵魂傀儡 葬送这里 明知不可为而为 他不是他的作风 原本 成不征想让灰毛兔子 最后再奉献一次 但看了那堆尸骨 打消这个想法 还是让他 安安乐乐地消失在 对他满是恶意的世界中吧 随即 成不征关闭上了大门 转身 目光落在了角落处 正在嚎叫的小兔子身上 而后他伸出罪恶的双手 一顿大餐 红烧兔肉 红烧兔子头 吃得他满嘴流油 吃饱喝足后 躺在浴床上 目光落在传送阵上 一个念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 虽然 他知道这个想法 基本不可能实现 就凭一阶上品的心灵法眼 更不能穿透秘境 秘境已经不是单纯的距离了 而是涉及到空间了 每一个秘境 都是大能在虚空开辟出来的 虽然依附在苍羽界上 但也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但事事也不要临时 也没有任何损失 万一呢 万一能行呢 想到这里 成不征立即站起身来 快步来到传送阵面前 一拍除无带 二号工具傀儡出现在密室内 面色普通的青年 踏上了传送阵 白光一闪 消失在传送阵上 随即 成不征通过心灵法眼 却再也不能感应到二号工具傀儡了 见词 成不征也踏上传送阵 白光一闪 人也消失在传送室内 他眼前一黑 出现在密室内 看见一动不动的二号工具傀儡 成不征衣袖一挥 将二号工具傀儡收起 又将传送阵上的八块灵石收起 里面的灵气已经耗费大半了 而后 他又重新换上灵气满满的灵石 回到秘境 传送室内 成不征盘坐在浴床上 取出多个瓷瓶 放在床边 准备过了排毒 抗药期 随时服用 随即 成不征盘坐在浴床上 双目微闭 星空觉开始运转起来 无数肉眼可见的灵气 蜂拥而至 将成不征包裹成一个厚厚的大光团 成不征第一时间感觉到 原来灵气太浓郁了 也是一种烦恼 一种幸福的烦劳 就是经脉要面对强大压力 这也是无数的修饰 求而不得的压力 成不征在这幸福的烦劳中 日复一日地修炼着 与此同时 白云门 一处精美的洞府内 江富贵 与一位国色的天乡的女子 交谈着 只见那位仙子 柳梅 杏眼 琼鼻 樱桃小嘴 一头乌黑 如墨玉的秀发披在肩后 本来每一个部位就极为好看 组合起来 更是让人怦然心动 我最亲爱的妹妹 江富贵看着眼前 好似仙子般的堂妹 但她语气却让人发麻 缓缓道 能否 帮位兄 一个忙啊 说 江思琳面色有些嫌弃 道 还有 大哥你能不能 不要有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大哥 我的鸡皮掉一地了 太腻歪了 受不了 受不了 说着 江思琳俏皮地翻了心眼 退后几步 嘿嘿 江富贵搓了搓手道 这样不是显得我们 兄妹之间的情谊更深吗 说不说 江思琳似笑非笑 看着江富贵 道 不说的话 小妹可要赶人了啦 哎 江富贵好似很失望 道 这就是 我们白鱼门的江仙子吗 你对待那些上门求丹药的同门 可不是这个样子 不维持好表面人设 怎么会有源源不断的灵药 脸蛋啊 江思琳很不屑地看了一眼江富贵 开口道 靠你啊 那可是我的摇钱术 美炉丹药 只要给他们三颗灵丹 剩下的丹药 都是我的 不但 有灵药练手 提升炼丹技艺 还能赚灵石 这可比令福贵的任务 挣得灵石快多了 这可是无本买卖 以我的炼丹术 肯定亏不了 江思琳好似财迷般 眯上了双眼 微动着的珠唇 说话间露出肃耻 配上让人迷醉的欲脸 更是让人陷入其中 不能自拔 精致洞府内 江富贵厚着脸皮 嬉皮笑脸地 看着江思琳 交谈着 我最亲的妹妹 最聪明伶俐了 江富贵指着一颗明珠 黑黑一笑着 开口道 妹妹 能不能将这颗明珠 送给微凶啊 闻言 江思琳顺着江富贵 手指的方向看去 随即瞥了一眼江富贵道 大哥 你既不是炼丹师 也不是炼气师 难道你拿回去装饰洞服 对 就是回去装饰洞服 江富贵点头 赞同道 小妹 你真是了解为兄这点爱好啊 哼 江思琳娇哼一声 把玩着手里灵瓷茶杯 道 就你那狗窝一样的洞服 还需要装饰 你的性子 小妹还不了解 一块零食都舍不得 花在洞服的装饰上 何况 这一颗深海灵珠 不要说 你没有认出 这是一颗上品灵珠 你可是我们白鱼门的 风云小贩人物啊 你在外面 用我的名头 卖丹药 我又不是不知道 不过 小妹也懒得与你计较 下次再拿小妹的名头卖单药 小妹可是要拿抽成的哦 江思琳随即眼珠一转 好似想到了什么 接着道 不会 大哥你找到道理了吧 想要这颗深海灵珠 去讨我大嫂的欢心吧 如果 真是如此 小妹可以送你 毕竟你也老大不晓得了 小妹 可是为你操碎了心啊 说着 江思琳摇头晃脑起来 好似为了大好的婚事 操碎了心一般 配上绝美的脸庞 让不禁觉得俏皮可爱极了 江福贵越是听到后面 脸色也逐渐黑了下来 心里不禁暗暗道 这就是曾经那乖巧 懂事的妹妹吗 江福贵有一种感觉 自己的妹妹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